冰冰在网上卖的都是一些正经冰糖 没想到过来咨询的都是一群独狗瘾君子 他们还以1900元一克的价格购买了我成本三毛的冰糖 遵从顾客是上帝的原则 我直接把冰糖给他们发了过去 请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构成诈骗罪 两天半前 我意外穿越到2014年的蓝星 标准的父母双王开局 还好家里给我留下了满满一仓库冰糖 为了开局不被饿死 我直接开了个网店 然后寻找冰糖出售渠道 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瘾君子的聊天群 而且里面的消息正好在问有没有人卖冰糖 我不游的一喜 这是生意上门了 我赶紧加了对方的球球好友说道 我这边有冰糖卖 请问大哥需要多少斤 对面大哥一看这消息立马蒙圈了 这是哪来的大佬 这么猛的吗 直接论斤脉 思索片刻后他便回道 我只要一克多少钱 看到这哥们回的信息 我也蒙圈了 一克是不是打错字了 是要买一克吧 你码的一克才三毛钱 老子油费都不够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是穿越过来的第一单生意 蚊子再小他也是肉 我回道 三毛一颗 不包油 对面看到三毛的价格也有点疑惑 不过他马上就开始挠不起来 这位大哥的意思应该是三百一克 随后他回道 没问题 把卡号发过来 或我今天就要 赶紧给我送过来 我赶紧回道 把地址发过来 我一会就给你快递过去 快递 看到消息的男子更蒙圈了 这玩意你发快递 这人莫不会是执法者在钓鱼吧 不过很快 他谨慎的一丝理智 也被毒瘾冲昏头脑 一咬牙直接把地址发了过去 眼看生意谈成 我直接去仓库挑选了一颗冰糖 然后找了个快递公司寄了过去 没过多久 我的手机传来了一声信息提醒 估摸着是卖冰糖的钱到账 我喜滋滋的摸出手机 查看到账短信 虽然三毛不是很多 但那好歹也是我卖冰糖的第一桶金 还是很有必要激动一下的 只见手机上的短信 显示银行卡到账三百元 去球球上找那人确认一下 他有没有转错 毕竟三百块在2014这个年代 不算一个小数目 但这个念头最终 还是被我想赚钱的心理给压下去 那个人都没来球球上问我 我上赶着去问人家干什么 这不傻叉吗 进了我口袋的钱 就别想让我掏出去 两天后 一名身材瘦弱面黄肌瘦的男人 正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包裹 他正是从我那边购买冰糖的人 真名刘大强 拿到包裹之后 他头也不回的就快速离开了 回家后他立马关上门 通过窗户仔细地确认了一下 快递员是否已经离开 看着快递员远去的背影 刘大强松了一口气 随即小心谨慎地拉上了窗帘 刘大强抖着手把包裹拆开 此刻他的身体里面 如同有蚂蚁在爬一样 只有冰糖才能缓解他的症状 经过快递的颠簸挤压 被我塞进袋子里的冰糖 现在已经变碎 被碾成了近乎透明的金状物 而当刘大强看见那一小袋东西之后 眼睛都亮了 很明显 刘大强理解中的冰糖 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只是此刻刘大强已经来不及想这么多 克制着颤抖的手便开始一系列操作 随后他躺在沙发上 准备感受那股浑身扫痒 被抚平的感觉 然而两分半后 一点感觉都没有 啥玩意 刘大强有点猛逼 难道是自己吸的不够多 这质量也太刺了吧 就这还敢卖三百 刘大强骂骂咧咧的又整了几口 这次刘大强有点感觉了 感觉闻到了一股甜味 恍惚间 一个对他来说极其可怕的想法 在他脑中缓缓浮现 这这者 这尼玛不会真的是冰糖吧 他小心翼翼的捏住了一点粉末颗粒 送到了自己的嘴里 甜味在他的口腔中蔓延开来 我尼玛 气愤至极的刘大强怒骂一声 敢骗老子 刘大强气愤至极 他要买的是冰糖 发来的是真的冰糖 他被人摆了一刀 刘大强气的直接冲到电脑前 打开了球球 一条充满了怒火的消息发了出去 你特么给老子滚出来 你卖给我的是什么 此刻我正在网上发冰糖广告 猛的听到一阵球球提示声 还以为是有新的客人过来买冰糖吗 我立马兴冲冲的点开 结果是第一个买家过来各种问候我家人 看到他发来的话 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妈傻叉呀 骂我干嘛 我直接发了个问号过去 我卖给你的是冰糖啊 尝不出来吗 另一边 刘大强都要被气死了 我特么买的是冰糖 你卖给我的是那个冰糖 这特么能一样吗 虽然气愤 但刘大强也不敢把自己真正要买的东西给打出来 要是被网络执法者发现 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越来越看不懂了 什么意思 这人不就是要买冰糖吗 我把冰糖发过去了呀 有什么问题吗 被连着骂了两句 我的脾气也上来了 你特么看看你自己说的什么话 你不就是要买冰糖吗 我给你的不是吗 刘大强险些气昏过去 搞半天这商家真的是卖冰糖的 一个说城门娄子 一个说跨骨轴子 他咆哮打字道 你特么不是干这行的你早说呀 我一脸凶器回道 老子仓库里面一堆冰糖 老子怎么就不是干卖冰糖这行的 刘大强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屏幕 气得嘴唇直躲 这小子真的就单纯是卖冰糖的 他继续和我掰着 你特么卖冰糖你论课卖 我问你多少钱一课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看见消息我继续跟他掰着 你不是买一课吗 我灵兽就是三毛一课 此刻的刘大强只能用无语问倾天来形容了 搞半天原来是这商家以为我打错字 法科打成了课 而自己以为他是卖那种冰糖的 于是乎这张买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成了 刘大强咆哮打字道 日里晚给老子退钱 那三百块钱可是他最后的钱 就等着吸一口冰糖了 结果现在冰糖没吸到钱还没有了 这不妥妥的欺诈吗 快特么把老子的钱退给我 你退钱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要不然我就去报案 看到这句话我就来劲了 抱歉哈欽 本店一旦交易盖部退还哈 发完这句话 我狠狠翻了个白眼 这货还想着找我退钱 没门 进了我口袋的钱就别想再让我吐出来 我反手就直接把他拉黑了 对付这样的无赖 我还从来没有怕过 而且他敢去报案吗 他敢跟执法者说自己一开始想买的是什么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差不多知道这个人要买的冰糖是什么东西 这几天以来我心里也一直都有个疑问 有的人买冰糖付钱就是在我的网店店铺买的 付的也是正常价格 而有的人则鬼鬼祟祟的来求求上咨询 说出的价格也是正常冰糖的好几十倍 这样的明显就不正常 但是有钱不赚是傻子啊 管他们真正要买的是什么 我打的广告可一直都是冰糖的广告 发货也是仓库的冰糖 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 他们要是真的弄错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过来加我的好友 我很是热情的和他打招呼 你好 是要买冰糖的吗 对面秒回 是的 冰糖多少钱一克 看见消息 我狠狠皱眉 怎么又来一个问我客树的 不会跟第一个买家一样的吧 我沉默了一会 总觉得事情的走向有些歪 不过最终我还是按照第一次跟刘大强沟通的方式回了过去 三毛一克 对方思索片刻回到 给我来两克 我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生意 好的 地址发给我 一会我就给你游过去 新买家很快发了一串地址过来 好嘞 今天发货哈 我打字飞快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得快点把这个给寄出去 要不然快递站一会下班了 从快递站回来后 我赶紧发了个消息过去 货已经发出去了 几分钟后 球球的提示音响起 那个人回复了我的消息 好的 货款也已经转过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 我迅速掏出手机 开始查询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这个买家到底是正常人还是瘾君子 就看他给自己转了多少钱就行了 很快我就查到了自己的余额 比之前多了五百块 看见这个金额 我就已经明白一切了 那个被我拉黑的买家 以及这个新买主全部都是瘾君子 根本就不是来买冰糖的 他们买的是冰毒 我看着眼前的对话框 有些哭笑不得 怎么误打误撞到这个圈子里 我当时上网是单纯的卖冰糖啊 既然你们弄错了 那这个后果你们也就自己承担吧 找我退钱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准备和他们解释 没必要 这种瘾君子根本不值得同情或者道歉 他们不配 而且我这不算是做好事吗 我帮那些瘾君子间接戒毒了呀 日行一煞的属于是 突然我想起了刘大强当时说的要报案 那些瘾君子会不会真的去报案 虽然我比较偏向于那些瘾君子 不会报案萤火烧身 但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准 狗急了还跳墙呢 万一真的有一个人收到了我的冰糖 气得不行直接去自首 再把我给点了怎么办 我皱着没思考着 不对啊 他们就算举报我 能举报我啥呢 举报我贩毒吗 可是我卖的是冰糖啊 难不成举报我诈骗 我思来想去 觉得那些瘾君子如果真的要去举报自己 也只能给自己安一个诈骗的罪名吗 我上网查了一下 把冰糖当冰毒卖算诈骗吗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倒是把我给吓了一跳 在这个世界只要单笔金额不足2000 就不足以构成诈骗罪 单笔超过2000才构成诈骗罪 那是不是代表我每次把金额控制在2000以内就行 我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的脑中浮现 第二天 我直接在网上开始搜索各种瘾君子 找瘾君子也是一个技术活 一般来说这些人都藏匿得很深 现实生活中都难以分辨出来 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瘾君子 更何况是网络上自己应该去哪里找这些能买我冰糖的瘾君子 我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终于我眼前一亮 迅速地打开了球球搜索 我记得在这个网络刚刚普及还不算发达的时代 很多网络犯罪活动都是在球球群里展开的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会给自己的群取名为学习交流群这种 这样的话他们混淆是听的目的就达到了 很快我就找到一些看起来很正规的学习交流群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这种群真的是那种学习群 我就直接退出来 如果大家都在聊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那我就亮出来自己的冰糖打广告 很快我就成功地进入了一个球球群 两分六百处理 心到一匹蓝精灵 还有裤子 有人要冷货吗 吃肉就行 给我来一点 我看到他们聊天的内容之后 直接一脸猛逼 卧槽 他们在说什么呀 这很不对劲 要是正常的群聊不会这么说话 很快群主便发现了新进来的我 马上艾特了一下我说道 这位妈妈是想让孩子上本科吗 我没看懂她是什么意思 很快就敲了几个字出去 我这边有冰糖 质量很好 有人要买吗 第一次发这种消息 我还有些小紧张 当然了更多的是确认 我几乎已经遇见到那些瘾君子得知 我这边有冰糖的时候 疯狂加我球球的样子 结果事实跟我想象的相反 我在群里说完话之后 很久都没有人回复我 几分钟后我这边显示 你已被群主踢出群聊 我瞬间就炸 卧槽 你踢我干嘛 不买我的冰糖也不礼貌一些 在被第一个群踢出来之后 我又疯狂加了十几个球球群 加上之后就开始给自己的冰糖打广告 只可惜那些群根本就没有人搭理 基本上都是我发了那些广告之后 立刻就被群主给踢了出来 我很是无奈 事实上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 这个圈子里的规则 不过在我加入的第三个群里 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便是第二个找我在球球上买冰糖的人 只不过我并没有说话 只是在默默地关注这一切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登上了球球 等着昨天那些群里的瘾君子过来加我 然而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也有些着急了 要不然我再进群发点广告 就在我搜索的时候 电脑忽然疯狂地想了起来 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加上了我球球好友 验证消息全部都是买冰糖 问冰糖怎么卖的 卧槽 什么鬼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这些加好友的消息把我给整猛逼了 我想不通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瘾君子来找我 难道是因为我前两天在群里面发的广告吗 除了广告我想不到别的解释了 我立即同意那些加我好友的验证消息 眼神都在放光 这么多瘾君子来买我的冰糖 那我得赚多少 一克冰糖三百 除去成本和油费 我直接含泪血赚二百九十九 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喊 别怪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之前第二个在我这边买冰糖的买主 给我谈了一个消息 是不是有很多人来你这里买冰糖了 我点开看了一眼想了想 自己差不多是两三天前给他发的快递 算算时间的话快递应该到了 瞬间我就警惕了起来 同时也明白了 突然为什么这么多人过来找我买冰糖 卧槽 这哥们不会是发现货不对吧 找人来网爆我吧 这么多人骂我 我得拉黑到什么时候 不过看他这个语气也不是很像 我彻底被这个买主给搞猛逼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个人发现我从这里买到的是真冰糖 所以召集了一群人过来网爆我 但这种手段未免有些幼稚了 我满腹疑惑 最终我给那个买主发去了一个问号 另一边 一间屋子里 一个男人正坐在电脑桌前 男人双眼都布满了红血丝 看得出来他的精神和身体 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男人名叫王毅 他就是第二个从我那边买冰糖的人 看见我发过来的问号 王毅想都不想的就很夸了我一波 老哥 你的货太好了 另一边我看到这句话直接猛逼了 卧槽 什么叫太好了 这你码什么情况 老子卖的冰糖怎么就很好了 我惊讶的不行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让不知道实情的人听去了 还真以为我卖冰毒了 我瞬间就不知道怎么回这个人了 原本我以为这个人和刘大强一样 我都准备跟他往上互喷了 结果这老哥来依据我的货很好 我人都傻了 这老哥收到我的冰糖还这么高兴 难道我发错祸了 不科学 我还记得这老哥一开始找我的时候 问的是一颗多少钱 谁正经人买冰糖论客买呀 带着疑惑 我打字重新确认了一下 你说我的冰糖吗 看见我的消息 王毅又回味起了那股醉生梦死的感受 就一个字 爽 或者说 怎一个爽字了的 王毅继续给我发消息解释 是啊 我今天早上收到货了 然后立马就尝了 然后我感觉你这边的货 比我之前买的任何一家货的质量都要好 今天早上王毅在我那边订的货到 拿回家之后就拆开看了一下 颜色就很漂亮 一看就是高端货 后面发生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自己很开心很上头 说实在的 现在还能让他这么上头的货物已经很少 因为常年累月的稀释 王毅对货物的刺激性要求越来越高 本来他对我的冰糖是不报信心的 想着差不多就行了 结果后来让他惊艳的不行 没想到你的货质量这么好 以前在圈子里面没见过你 我还有点担心你给我发假的来着 王毅现在已经清醒过来 但神经依旧很亢奋 一直逮着我猛夸 直接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可不是吗 我不就是给你发的假的吗 我发的就是真冰糖啊 我直接被王毅给搞迷糊 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条一条的消息发过来 老哥呀 你的货太猛了呀 对了老哥 我前几天晚上看见你在群里面打广告 当时我认出你了 但是吧 因为我也没收到你的货 我一开始也没说话 老哥你别生气啊 我已经彻底沉默了 猛逼的给他发了个消息 所以那些人都是你推荐过来上我这买冰糖的 王毅很是兴奋 对啊 老哥 你像那样卖货肯定不行 咱们这个圈子里面都比较认熟人 大家不认识你根本就不会搭理你 不过呢 那些群我都认识 而且我已经是资深群成员了 所以我就以我自身做担保给你打了打广告 一段话说完 王毅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就凭这一次质量这么好的货 王毅觉得自己和我已经是朋友 为朋友打打广告什么的都是应该的 在王毅描述完我的货有多么多么好后 那些群成员都是心仰难耐 马不停蹄的就去加我的求求号 听完王毅关于整件事情的叙述 我已经从头麻到了脚 CPU彻底烧了 我特么发的真冰糖 你怎么收到的是冰毒 这不应该啊 这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正值夏日午后 阳光晒得人眼韵 街道上 几个烫着爆炸头 浑身非主流气息的青年 准备去商店买冰棍 道路两旁的小贩都在打短 蝙蝠牌电扇嗡嗡作响 纪言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眼神之中竟是一片迷茫 入目 自己身穿一件老头汉衫 躺在一个店面里面 墙上还贴着小虎队的海报 这是在哪里 纪言从摇摇晃晃的躺椅上站起 头昏脑胀 自己所处的环境 透着一股时代气息 桌上有收音机 面前还有一方长桌子 上面割了几个盛满冰糖的玻璃箱 看见眼前这陌生的一切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纪言的脑中浮现 他不过是穿越了吧 纪言之前也看过不少小说 对于穿越这种事情 也不算陌生 眼下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 就是他穿越了 忽然 纪言一阵头疼 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涌现 他现在身处2010年 这具身体的父母已经逝世 这家糖店 就是他们留给儿子的财产 接收完庞大的信息 纪言的头痛才稍有缓解 与此同时 纪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激动的笑容 这是好时候啊 2010年 房价物价还算低 沙马特十分流行 计算机也刚刚在华夏普及 是纪改革开放之后的 又一时代风口 只要勤劳 就能致富 几乎是一刹那间 纪言就萌生了 自己一定要在这个时代 做出一番事业的想法 利用自己的信息差 在这个时代走上人生巅峰 纪言脸上的笑容愈发的浓厚 没想到穿越这种事都能让我碰见 还穿越到这个好时候 这个时候的钱才真的叫钱啊 不像以后的钱都叫纸 来来往往的路人并不明白 纪言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能看到这家糖店的老板 在自言自语 跟神经病似的 纪言完全沉浸在穿越的激动中 并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嘴里哼着小曲儿 愉快地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 要干事业就得有启动资金 纪言皱眉苦苦思索 目光随之落在了这家糖店的收银抽屉里 眼前顿时一亮 这糖店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 在这个时代 这具身体的父母应该存下了不少钱吧 纪言喜滋滋地朝着收银抽屉走去 好像已经看见了自己拿着钱买房乳买菜 垄断比特币市场成为新一代巴菲特的模样 怀揣着梦想 纪言一把拉开了收银抽屉 入目是零零散散的几张钞票 目测只有百来块钱 纳尼 纪言瞬间瞳孔地震 望着那一把碎钞直接当机了 买房还要买比特币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不会吧 不会只有这点钱吧 纪言猛猛扒拉着收银抽屉 但抽屉深处比他的脸都干净 一毛钱都没有 什么鬼啊 这家人没存款吗 纪言不死心地跑回屋开始翻找 五斗柜 床铺等等各种能藏东西的地方 纪言都翻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 纪言还找到了一张存折 我就知道 这家人肯定留了钱 纪言满怀希望地翻开存折 余额为零 不 纪言的希望直接破灭 难以相信为什么会这样 纪言把存折丢到一旁 继续开始在屋子里翻找 不应该啊 屋里就一张床 一张放着老式电脑的桌子 一个柜子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啥都没有 纪言猛逼了 人家主角开局 不都是有一大把的启动资金吗 怎么到了自己这 就开局一条昆净化全靠吞了呢 纪言坐在床上苦思冥想 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有挺多存款的呀 怎么就摆来块钱 那点钱别说买房买比特币了 连他自己生活都是问题 钱没有留下的话 多少应该留下点东西啊 对了 仓库 纪言眼前一亮 兴冲冲的朝着仓库走了过去 如果这里没有 那这家人应该会把值钱的东西 都放在仓库里面 保不成还有点精挑 纪言越想越激动 加快了脚下的步子 很快 纪言就走到了仓库前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纪言一把拉开了仓库大门 刹那间 纪言闻到了一股甜香 本以为会看到一仓库闪瞎眼睛的精挑 结果 纪言只看到了几大袋子冰糖 还有一些其他光是看就很便宜的糖果 一只老鼠在仓库正中央抱着一块冰糖门垢 四目相对间 净显凄凉 不是吧 纪言再一次听到了梦破碎的声音 不死心地开始在仓库里翻找 十分钟后 纪言心如死灰地坐在仓库门口 无语向青天 什么好人家囤一仓库冰糖啊 他已经找遍了仓库 终于确认了自己那素未谋面 已经过世的便宜父母 只给他留下了一家糖店 以及一仓库的冰糖 整整一仓库的冰糖 全是冰糖 纪言花了十分钟整理心情 这才接受了自己眼下的真实处境 买房买比特币那是不可能了 自己唯一能做的 只有把冰糖卖好 要不然 估计他吃饭都困难 纪言咬了咬牙 不就是卖冰糖吗 大丈夫能屈能伸 纪言说干就干 直接走出店门 开始了解周边的市场环境 糖店旁边就是一家小学 路上卖啥的都有 粮油店铺 网吧 小卖铺 看到网吧 纪言想起自己家中的那台电脑 现在是电商刚刚兴起的年代 这块大蛋糕 分的人不是很多 但纪言知道 在以后的年代 网购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东西 说干就干 纪言回家后就冲向电脑 摸索着把自家的冰糖给挂到了网上 挂上去之后 纪言也没有闲着 制作了一个标明冰糖批发 和零售价格的广告牌 放在店门口 顺带着还在扣扣群里面 打了一些糖店的广告 随后就坐在了电脑前 安心地等待着第一单生意上门 现在这个年代 还没有这些虚头巴脑的法子 没关系 他纪言就是第一人 想到这里 纪言隐隐还有些激动 谁知道 这一等就是一连好几天 这几天中 他挂在网上的链接根本就没人点 糖店也只有一些小学生 来买几颗小糖 纪言心中的热情 也在一点点消退下去 难道他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也是 这个时代 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脑 终究是他冒尽了 纪言自嘲一笑 当即就准备把电脑关上 也正在这时 他的扣扣突然闪了一下 一个陌生账号 发来了好友验证 备注消息是买冰糖 听到多年未听过的扣扣消息咳嗽声 纪言还有些恍惚 随之来的还有一阵狂喜 他就知道 他是有点经商头脑在身上的 这可是这些天以来 第一个上门来买冰糖的客户 无疑 这是对他生意头脑的肯定 纪言喜滋滋地点开验证消息 愉快地加上了这个人的好友 你好 这边是卖冰糖的 你要多少 发完第一条打招呼消息 纪言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心情那叫一个雀远 虽然第一单生意可能没有多少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有了第一个客人上门 就代表大家能看到他的商品 接下来 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这样的话 他靠冰糖致富也不是梦啊 直接奔小康 纪言沉浸在为自己勾勒的美好蓝图中 同时也是焦急地等待着对面的消息 但过了很久 对面那人都没有再回复他 什么鬼 不是说要买冰糖吗 纪言有些不满 直接敲了一个问号过去 五分钟后 一直没回复的那人再次发来了一条消息 冰糖多少前一刻 看到他发的消息 纪言皱紧眉头一脸猛逼 多少钱一刻 还是说这人要买的是一刻 打错字了 谁家好人买冰糖论科买啊 纪言思来想去 只有对方是打错字了这一个解释 思考了几秒 纪言随意地敲了几个字过去 三毛一刻 纪言报的是他卖给小学生的那些糖果的价格 三毛钱一刻 两九 对面又发来了消息 我要一刻 看见这几个字 纪言很是疑惑 只要一刻嘛 这他怎么卖 油费都比三毛贵了吧 纪言当时就想对这个人来着 但忍住了 毕竟这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顾客就是上帝 不能对 而且苍蝇腿也是肉 一颗冰糖总比啥都没有要好 不过 纪言还是给这个人说明了一下 这么少 不包邮哦 这次对面那个人回得很快 只是没有理会他包邮不包邮的问题 现在就要 今天发货 纪言敲了几下键盘 给个地址塞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 终究还是发过来一个地址 是航程的 眼见生意谈成纪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会发货给你个卡号 款打里面就行 发完这条消息 纪言也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几句 这年头 微信支付宝还没普及 这人又是在扣扣上找他的 三毛只能转到他的银行卡里面 真是有够麻烦的 那边没有继续回复 纪言也没有在意 直接起身去弄冰糖 他家卖的冰糖都是那种大块的 但那人只要一克 还是给三毛 纪言也是犯了难 想了一会 纪言挑了一个比较小的冰糖 随后又找了一个小袋子 直接把这颗冰糖给丢了进去 弄完一切 纪言就揣着东西 愉快地出门了 直接找了当地的快递站 把这一颗冰糖 按照地址给他寄了过去 寄完东西 纪言还去银行 给自己开了个户头 准备以后 在网上卖冰糖的钱 都放在这个账户里面 做了第一单生意 纪言的心情 那叫一个美滋滋 有第一单生意 就有第二单 以后这个行业龙头 就是我纪某人的了 纪言觉得 现在还没有在网上 卖冰糖的心里 越想越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回到家后 纪言把自己的银行卡号 给那个客户发了过去 货已经发出去了 钱转这个卡里就行了 对面也很快回复 下午五点给你转 看到这条消息 纪言表示无所谓 只要钱能给他打过来就行 紧接着 纪言又在网上等了一会 其他的买家 顺带 这还把自己原先链接的 商品描述给完善了一下 只可惜 除了上午的那个买家之外 纪言的网店和扣扣 都再也没有了动静 纪言也不怎么气馁 毕竟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 午觉后 纪言搬了糖衣 坐在店门口吆喝 虽然做了线上生意 但店铺的生意也不能落下 线上线下一把抓 等到下午四点的时候 糖店旁边的小学 打响了放学龄 没一会 就有成群结队的小学生冲了出来 纪言哥哥 有个扎着羊脚边的小女孩 兴冲冲地过来给纪言打招呼 这是纪言前几天看店的时候 认识的小学生 当时他眼巴巴地看着纪言的糖 纪言还给了他一颗糖果 让他吃 童童放学了呀 今天想不想吃糖啊 纪言笑呵呵地和小女孩打招呼 童童眼馋地看了一眼纪言的柜台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纪言哥哥 糖吃多了 要长蛀牙的 纪言哥哥 我先回家了 再见 说完 童童就晃着他的羊脚边 蹦跳着朝家跑了过去 去吧 纪言还没忘叮嘱他跑慢点 紧接着 又有一些师生跟纪言打了招呼 有的是之前就跟这具身体认识 有的是这两天才跟纪言搭上话的 纪言深知做生意 要笑脸迎人的道理 不管他们买没买 纪言都笑呵呵地和他们说话 等到五点十分的时候 纪言的手机传来了一声信息提醒 估摸着是卖冰糖的钱到账了 纪言喜滋滋地摸出手机 查看到账短信 虽然三毛不是很多 但那好歹也是 他卖冰糖的第一桶金 还是很有必要激动一下的 纪言现在的手机 是一台比较老旧的智能手机 但纪言也不怎么在乎了 好歹是个智能机 很快 纪言就看到了手机上的短信 您的银行卡已到账三百 零零元 看见这条短信 纪言直接愣住了 多少 三百 他不是看错了吧 纪言生怕自己看错 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了一眼短信 信息上写得清楚明白 就是三百元 再次核对之后 纪言整个人都猛逼了 怎么回事 他不是跟那个人说一颗三毛吗 怎么一下子转来三百块 自能打错 转账也能转错 盯着短信中的数字 纪言一头雾水 晚上 纪言躺在床上的时候 还有一种不真实感 自己卖出了一颗冰糖 真的赚了三百块钱 那人搞错了吧 自从纪言收到转账提示到现在 他有好几次想去扣扣上 找那人确认一下 他有没有转错 毕竟三百块在这个年代不算一个小数目 但这个念头最终还是被纪言想赚钱的心理给压下去了 那个人都没来扣扣上问他 他尚赶着去问人家干什么 这不傻叉吗 金楼口袋的钱 就别想让我掏出去了 纪言喜笑颜开 看了一眼手机的道账短信 一旦交易 该不退回 那人要是真的转错了 也就当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买单吧 怀揣着这样的心理 纪言睡得十分安详 做梦都是在笑 三天里 纪言也在网上不断地发着自己的广告 都是自家的冰糖 还说他的冰糖物美价廉 同手无期 除了第一单的客人 这几天 纪言的冰糖生意也有人来询问 纪言也在和他们热情介绍 与此同时 航程 一名身材矮小 面黄肌瘦的男人 正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包裹 他正是从纪言那边购买冰糖的人 真名刘大强 拿到包裹之后 刘大强压了压帽颜 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快递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这人真奇怪 简单地吐槽了一句 快递员就骑上快递车离开了 刘大强进门之后 躲在窗帘后面 仔细地确认了一下 快递员有没有打电话 是否已经离开 看着快递员远去的背影 刘大强松了一口气 随即小心谨慎地拉上了窗帘 只留了一个光线微弱的小灯 就着这道光线 刘大强迅速地把包裹拆开 眼神之中尽是渴望 拆包裹的手都在强烈地颤抖 冰糖 冰糖 我的冰糖 刘大强抖着手把包裹拆开 此刻 他的身体里面如同有蚂蚁在爬一样 只有冰糖才能缓解他的症状 经过快递的颠簸挤压 被季炎塞进袋子里的冰糖 现在已经变碎了 被碾成了近乎透明的金状物 而当刘大强看见那一小袋东西之后 眼睛都亮了 冰糖 很明显 刘大强理解中的冰糖 和季炎理解的不太一样 只是此刻 刘大强已经来不及想这么多了 克制着颤抖的手 把那点白色粉末倒在了锡纸上面 想吸冰糖的瓶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刘大强根本就顾不得 去找他的冰壶在哪里 直接用打火机在锡纸下开始烧了起来 很快 一小股白烟正悠悠地往上飘 刘大强生怕浪费 赶忙凑上去用笛子猛吸了一口 随后仰躺在沙发上 准备感受那股浑身骚痒被抚平的感觉 然而 这一口根本就没能让他rush 一点感觉都没有 啥玩意 刘大强有点猛逼 被冰糖腐蚀了的大脑缓慢转动 难道是自己吸的不够多 这质量也太次了吧 就这还敢卖三百 刘大强骂骂咧咧的 赶忙凑到那鸟鸟的白烟上面 又猛吸了好几口 这次 刘大强有点感觉了 感觉闻到了一股甜味 恍惚间 一个对他来说极其可怕的想法 在他脑中缓缓浮现 这泥马不会真的是冰糖吗 刘大强小心翼翼地 捏住了一点粉末颗粒 送到了自己的嘴里 甜味在他的口腔中蔓延开来 卧日泥马 气愤至极的刘大强怒骂一声 直接把那点冰糖打翻在了地上 敢骗老子 刘大强气愤至极 他要买的是冰糖 纪严给他发来的是真的冰糖 他给人摆了一刀 刘大强气得直接冲到电脑前 打开了扣扣 一条充满了怒火的消息发了出去 你特么给老子滚出来 你卖给我的是什么 此刻 纪严正在网上冲浪发广告 猛地听到一阵扣扣声 还以为是有新的客人过来买冰糖了 立马心冲冲地点开 结果 是第一个买家过来找他事 你嘛 傻叉呀 骂我干嘛 纪严看到他发来的话 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发了个问号过去 我卖给你的是冰糖啊 尝不出来 另一边 刘大强都要被气死了 我特么买的是冰糖 你卖给我的是那个冰糖 这特么能一样吗 虽然气愤 但刘大强也不敢 把自己真正要买的东西给打出来 王景要是发现了 他吃不了兜着走 纪严越看越看不懂了 什么意思 他不就是要买冰糖吗 自己也把冰糖发过去了呀 有什么问题吗 被连着骂了两句 纪严的脾气也上来了 你特么看看 你自己说的什么话 你不就是要买冰糖吗 我给你的不是 刘大强险些气昏过去 搞半天 这小子真的是卖冰糖的 一个说城门篓子 一个说跨骨轴子 你特么不是干这行的呀 纪严已经无语到了极点 老子卖就是冰糖的呀 来呀 掰着呀 纪严一脸凶气 他今天就要看看 谁敢说他不是干这行的 他仓库里面一堆冰糖 怎么就不是敢卖冰糖这行的了 对面似乎是被纪严噎住了 好半天没说出来一句话 纪严直接插掉对话框 继续在网上发广告 刘大强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屏幕 气得嘴唇直抖 这小子就单纯是卖冰糖的 他卖冰糖 关他买冰糖什么事 他还以为这小子是在说这行的黑话 刘大强继续和纪严掰扯 你特么卖冰糖 你论科卖 我问你多少钱一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看见消息 纪严继续跟他掰扯 你不是买一克吗 我零售就是三毛一克 此刻的刘大强 只能用无语问青天来形容了 搞半天 原来是这小子 以为他打错字了 当时纪严说三毛一克的时候 他也以为纪严打错了 于是乎 这桩买卖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达成了 我特么说的是克 克数 重量 懂吗 刘大强愤怒无比 已经不想再纠结 到底是克还是克 是冰糖还是冰糖的问题 最后 他直接给纪严 发了条扣扣消息 R&M 退钱 R&M 退钱 把老子的三百块钱还给我 刘大强双目含火地打出这句话 那三百块钱 可是他最后的钱 就等着吸一口冰糖呢 结果现在冰糖没吸到 钱还没有了 这不妥妥的欺诈吗 看到这句话 纪严就来劲了 抱歉哈清清 本店一旦交易 该不退还啊 发完这句话 纪严狠狠翻了个白眼 这货还想着找他退钱 没门 进了他纪严口袋的钱 就别想再让他吐出来了 看到纪严的消息 刘大强气得咬牙切齿 就你那点点冰糖值三百 别他妈废话 快点给老子退钱 正当刘大强给纪严发消息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过来加纪严的好友 眼见新顾客上门 纪严顾不得和刘大强掰扯 很是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你好 买冰糖 对面秒回 嗯 冰糖多少钱一刻 看见消息 纪严狠很皱眉 怎么又来一个问他客数的 不会跟第一个买家一样的人吧 纪严沉默了一会 总觉得事情的走向有些歪 不过最终 纪严还是按照第一次 跟刘大强沟通的方式回了过去 三毛一刻 对面沉默了一会 似乎在权衡这个价格 纪严也没催他 安静地等着 这时 刘大强的消息也发了过来 纪严闲着没事 直接点开 就你那点冰糖值三百 给老子退钱 纪严冷笑了一下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说了三毛一刻 你也同意这个价了 我说的是一刻 不是一刻 明码标价 你别想跟我赖账 纪严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 打定主意 不会把这三百块钱给退过去 刘大强也在唇枪舌剑地 跟纪严兑现 我买的不是你这个冰糖 你 你欺诈 纪严狠狠皱了皱眉 你买的不是我这个冰糖 那你 为什么要买我的 你去报警说我欺诈吧 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纪严也差不多知道 这个人要买的冰糖 是什么东西了 这几天以来 他心里也一直都有个疑影 有的人买冰糖付钱 就是在他的网店店铺买的 付的也是正常价格 而有的人鬼鬼祟祟的 来扣扣上敲他小窗 结的货款 也是高出冰糖价格好几倍的 这样的明显就不正常 但是 有钱不赚是傻子 管他们真正要买的是什么 纪严打的广告 可一直都是冰糖的广告 发货也是发家里糖店的货 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 他们要是真的弄错了 或者是别的什么 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和他纪严一点关系都没有 童走无期 正当纪严走神的时候 今天心爱的那个买家 又来敲纪严的小窗了 给我来两课 纪严思索了一会 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生意 好的 地址发给我 在纪严跟新买主聊天的同时 刘大强也在扣扣上 疯狂地谈着消息 一直在痛骂纪严 你小子做买卖不讲诚信 快特么把老子的钱退给我 你退钱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要不然我就去报警 求你了大哥 那是我最后的钱了 我真得去买冰糖 不然我会死的 刘大强骂了纪严半上 又换了一副低三下四的嘴脸 眼看纪严不理他 他又开始脏话输出 纪严一条条看下来 满脸的不屑 对付这样的无赖 他还从来没有怕过 而且 他敢去报警吗 他敢跟警察说 自己一开始想买什么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正因如此 纪严才懒得搭理他 刘大强的消息提示声 弄得纪严实在是心烦 为了堵住他的嘴 纪严直接把刘大强 给丢进了黑名单 瞬间 世界都安静了 舒服了不少的纪严 长出一口气 与此同时 新找上门的买主 也发了一串 癫难的地址过来 好嘞 今天发货哈 纪严打字飞快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得快点把这个 给寄出去 要不然快地站一会下班了 纪严迅速把新买 主要的两颗冰糖弄好 随后朝着快地站赶去 与此同时 身处航程的刘大强 满脸凶狠之色 他正准备把卖冰糖这小子 好好骂一顿呢 散叹号出来那一瞬间 刘大强气得 差点把电脑给砸了 别让老子逮到你 刘大强无能狂目 虽然气愤 但也拿纪严没有办法 两人相隔几千公里 他也没办法把纪严打一顿 要不 报警 刘大强的目光 已到了外面的公用电话亭上 沉默了一阵之后 买冰糖不成反被坑的刘先生 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 警察说说吗 我要匿名举报 刘大强压低声音 眼中闪烁着复仇的光 卖冰糖那小子坑了他 他也别想好过 你说吧 接电话的警察声音懒洋洋的 把刘大强当成了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要举报的人 警察叔叔 我要举报 川省城南小学后街糖店的老板贩毒 刘大强看着手中被他拼凑 完整的快递单 上面有纪严的地址 至于举报纪严贩毒这件事情 他刚才仔细梳理了一下 刘大强还是不相信 纪严真的只是一个卖冰糖的普通人 他绝对干了贩毒的勾当 只是自己运气不好 只要警察去查 绝对能查出来纪严的马脚 你说什么 有人贩毒 接电话的警察眼睛瞪得老大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态度立马就变了 为什么你知道他贩毒的事情 你把地址再说详细一点 警察连声催促 毕竟 华国禁毒的力度有多大 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种东西 害得华国差点亡国 威力有多大 可想而知 刘大强捏了一把冷汗 快速地重新报了一遍纪严的地址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他是真的不敢跟警察说太多话 生怕被警察发现自己有哪里不对劲 反正先把纪严给点了就行 挂断电话 刘大强压低帽子 迅速离开了这个公用电话亭 很快 这条消息就被递到了川省警察局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 川省警察局的同志们都警惕了起来 城南小学后街有人贩毒 是有人打举报电话 说那家唐店的老板贩毒 警察同志们火速交流着情报 川省禁毒大队队长李明都被惊动了 没人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他们卫处西南靠近滇葬一带 急易发生运毒贩毒的案件 所以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都很警觉 按照举报人描述的信息 查一查这个店的老板 李明沉声嘱咐技术人员 其他的警察脸色也十分难看 大家都没想到 在禁毒力度如此之大的华夏 居然敢有人用冰糖做幌子 向外界售卖毒品 简直是不把他们警察局放在眼里 猖狂 实在是太猖狂了 此刻猖狂无比的纪炎 正悠然地往快递站那边赶 兜里揣着那一小袋冰糖 哟 小季 又来寄东西啊 快递站收获的老大爷 跟纪炎打招呼 是啊 有人买我的冰糖 我就赶着今天给他寄走吗 纪炎笑嘻嘻的 哗 你家唐店的生意真是不错 厉害啊 小季 快递站的老大爷 低头刷刷地给纪炎添单子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排在纪炎身后的一个男子 突然表情痛苦地捂住了肚子 纪炎好奇地回过头看了一眼 是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子 看不清年纪到底多大 兄弟 兄弟 你抱个忙 男子弯着腰捂着肚子 伸手扒拉纪炎的衣袖 你这咋了 纪炎都害怕着人碰刺他 兄弟 我肚子实在是太疼了 你帮我寄个快递吧 地址在上面 我得先去上个厕所 说着 那名男子把手中的一个小盒子 塞给了纪炎 纪炎还没反应过来 手中就被塞了一个小盒子 还有一包烟 还是一包玉玺 大哥你这 纪炎直接猛逼了 不是 大哥 帮你寄快递没事 没必要给烟呀 真要给 给点别的都行呀 我不抽烟啊 那名男子抓了纪炎的袖子一下 兄弟 谢谢你了 帮我寄一下快递 我真憋不住了 丢下这两句话 那名男子就直接捂着肚子离开了 纪炎看着手中的小盒子 玉玺烟还有一张写着魔都收件地址的纸条 无奈地耸了耸肩 行吧 不就帮个忙而已吗 随即 又把那个小盒子 递给了快递站的大爷 大爷 这边还有一个寄到魔都的 因为那人只给了纪炎一个收件地址 所以纪炎只能把自己的寄件地址 给填了上去 查到了 只是短短几分钟 技术人员就查到了纪炎的身份信息 众人立刻围了上去 纪炎 男 22岁 父母于他17岁的时候 出车或离世 这些年 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有在网上发售过冰糖 网上售卖是在五天前开始的 技术人员一条条地念着纪炎的身份 屏幕上 一张略显稚嫩的照片 浮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看着眼前的照片 一旁的李明等人满脸的狐疑 从身份上听起来 这个纪炎 好像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资料干净的像是一张白纸 甚至 他的糖店都是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瞬间 就让众人有些举气不定了 这个纪炎 的确不太像那种胆大包天的毒贩 但也不排除 他是伪装的嫌疑 不过也有可能是举报电话误导他们警察的视线 把无辜的人给牵扯了进来 小刘 刚才那通举报电话的地址查到了吗 李明转头看向了旁边的一名警察 查到了 是从航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文言 李明皱紧了眉头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 航城的人打电话举报 穿上一家小糖店的老板 这俩人隔得有点太远了吧 会不会是那个匿名举报的人干扰警方视线 李明犹豫良久 最终喊了一个名叫王胜的警察过来 这几天 你先去城南小学后街的那家糖店盯一下 看看那家糖店的老板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异常 这是唯一一个解决办法了 如果那个纪言没有牵扯到贩毒活动 他们也不会打扰到他的正常生活 如果纪言真的是毒贩的话 他们拍拍一个警察丁烧也不会打草惊蛇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汇报就行了 是 接到任务 王胜立刻去做丁烧准备 没一会 王胜就穿着一身简单的T恤和裤子走出了警察局 神情自若地来到城南小学的那条街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当地民众 只不过 看起来好像在观看大爷下棋的王胜 实际上在悄悄地观察着纪言 此刻的纪言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从快递站回来之后就坐在店铺门口看店 悠然自得 小剑 来给我装点冰糖 隔壁卖包子的王二婶招呼了一声纪言 来了来了 纪言答应着 小跑出去给王二婶盛冰糖 线上线下的生意一把抓 二婶 要买冰糖回去炒糖色啊 纪言笑呵呵地给王二婶装上了冰糖 是啊 家里的冰糖用完了 王二婶笑眯眯的接过冰糖袋子 同时把钞票递给纪言 二婶慢走 买卖做完 纪言又一溜烟地跑到了电脑桌前 继续聊着客户 这一幕自然是被王胜尽收眼底 看到纪言和街坊邻居和谐相处的模样 王胜的心中也是十分的疑惑 这样的一个人会是毒贩吗 不过很快 王胜就提起了警惕 毒贩十分的狡猾 极善伪装 说不定是纪言故意迷惑他们的 也未可知 第二天 王胜再一次地来到钱福的地点盯梢 一整天下来 纪言跑了三趟快递站寄东西 其余时间都是待在店里敲电脑 还有卖冰糖 有的时候笑嘻嘻的 有的时候对着电脑大骂出声 看起来跟一个网瘾少年没啥两样 王胜如实地把自己观察到的情况汇报给了上面 头 我在这盯了一天了 这个纪言除了包裹比较多之外 没什么异常 一直都待在糖店 王胜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汇报给了上级 得知纪言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快递比较多之外 警方也是松了一口气 不管纪言到底是不是毒贩 至少现在 他没有准备干什么 知道了 继续盯着他 李明给王胜下达着任务 他们也分了一小部分人 去查这个纪言的身份信息等等 虽然纪言暂时还没有表现出异常 但内通举报电话 还是让警方对纪言生出了几分忌惮 怎么着都得好好监视个几天才行 是 王胜接受了任务 继续埋伏在糖店外监视着纪言 头 感觉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一名警察看着手中查到的纪言的资料 好奇地征询着李明的意见 他要真的是毒枭 身份信息就不会这么容易被查到了 而且看起来家事都很清白 另一名警察也在分析着纪言的资料 在纪言不知道的时候 警察已经把他的个人资料和信息都给扒了个金光 底裤都掉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先监视一段时间吧 最近毒贩活动很猖獗 我们谁都说不准 这个纪言是不是新冒出头的毒贩 李明一脸的凝重 川审位于西南 贩毒活动屡禁不止 最近这段时间 又有了不少新人加入了毒贩这一行 这个纪言到底是不是毒贩 他们也说不准 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一个人去监视他 如果经过几天的观察下来 这个纪言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再好不过 但如果他真的是毒贩的话 那他们就得制定一个新的战略了 李明脸色凝重地看着纪言的资料 与此同时 纪言正在家里面回复着消息 心情无比愉快地哼着歌 今天他去快递站是去发正常的包裹 正常的价格 正常的金数 不像之前的那两个买家 上来就是问冰糖多少钱一刻 想起昨天那个买家 纪言这才想起来 昨天他从快递站回来的时候 忘了跟买家说 已经发货了 得跟他说一声 说着 纪言就点开了跟昨天那个买家的对话框 发了个消息过去 货已经发出去了 那边的买家没有立刻回复 纪言也不着急 耐心地等了一回 在等待的时候 纪言又在思考 这个买家的真实身份 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是不是他想的那样 几分钟后 扣扣的提示音响起 那个人回复了纪言的消息 好的 货款也已经转过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 纪言眉毛一挑 来了几分兴致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纪言迅速掏出手机 开始查询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这个买家 到底是正常人 还是尹君子 就看他给自己赚了多少钱就行了 很快 纪言就查到了自己的余额 比之前多了五百块 无疑 是昨天的那个买家 刚刚转过来的 看见这个金额 纪言心中毫无波澜 完全没有第一次 收到转账时的那种惊讶了 甚至 纪言心中 还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交易的时候 对方问的是多少钱一刻 他就已经明白一切了 正常人谁买冰糖买一克 不过 有一类人会一克一克的买 那就是吸毒的 昨天那个被他拉黑的买家 以及这个新买主 全部都是尹君子 根本就不是来买冰糖的 他们买的是冰毒 纪言看着眼前的对话框 折了一声 怎么误打误撞到这个圈子里了 我当时上网 是单纯的卖冰糖啊 对于这种乌龙 纪言也是哭笑不得 长叹了一口气 抬头看着天花板 既然你们弄错了 那这个后果你们也就自己承担吧 找我退钱是不可能的了 纪言的表情没有半分的抱歉 反而充满了窃喜 即便发现是他们弄错了 纪言也不准备和他们解释 没必要 这种吸毒的尹君子 根本不值得同情或者道歉 他们不配 最主要的是 纪言一直都只是想赚钱而已 赚谁的钱不是赚 他必然不会嫌弃那些尹君子的钱赃的 而且 他这不算是做好事吗 帮那些尹君子戒毒了呀 日行一善了 属于是 至于那些人收到货之后 会多无与多生气 这些跟纪言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大不了就生气 把他给骂一顿呗 骂一顿又不会掉块肉 不行就像第一个买家一样 在他骂自己的时候 直接拉黑 反正他们离自己这么远 摇人揍他都做不到 卧槽 那些人不会直接自首自报吧 纪言正美滋滋的想事情呢 突然想起了 刘大强当时说的要报警 那些尹君子 会不会真的去报警 虽然纪言比较偏向于那些尹君子 不会报警引火烧身 但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准 狗急了还跳墙呢 万一真的有一个人收到了他的冰糖 气得不行去警察局自首 再把他给点了怎么办 不对啊 他们就算举报 我能举报我啥呢 纪言皱着没思考 举报我贩毒嘛 可是 我卖的是冰糖啊 难不成 举报我诈骗 纪言思来想去 觉得那些尹君子 如果真的要去警局举报自己 也只能给自己安一个诈骗的罪名了 宁可自损一千 也要杀他八百 想到那些尹君子 去警察局会声晦涩 举报他诈骗的场面 纪言都要不厚道地笑了 嘶 误把冰糖当冰毒卖算诈骗吗 纪言思索着这个问题 凭借着他对刑法评级的了解 纪言也没想出一个答案 算了 还是百度一下吧 纪言念念叨叨的 打开电脑 在百度搜索框里面输入了这个问题 结果 不搜不知道 一搜倒是把纪言给吓了一跳 在这个世界 只要单笔金额不足两千 就不足以构成诈骗罪 单笔超过两千 才构成诈骗罪 那是不是代表 我每次把金额控制在两千以内就行了 看见这条法律 纪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诡诀的笑容 一个大胆的念头 在他的脑中浮现 单笔涉及金额不满两千 就不足以构成诈骗罪 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律 看到这个的时候 纪言心中有了一个疯狂且大胆的想法 光是想想 纪言都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在沸腾 那就是把冰糖当作冰毒 卖给这些瘾君子 听起来很疯狂 但纪言觉得这个方法 也不是不可以试一试 主要原因呢 还是太暴力了 一刻就能卖三百 他得开多长时间 这个糖店才能赚到 只要控制好金额数量 他就能钻一钻法律的空子 万一那些瘾君子找我事怎么办 纪言皱眉 有些许的惆怒 不过很快 这种惆怒 就被纪言想要赚钱的欲望给压住了 算了 考虑这么多干嘛 大不了我挑远一点的生意做 天高皇帝远的 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纪言口中念念有词 说干就干 纪言直接在网上 开始搜索各种瘾君子 这招瘾君子也是一个技术活 一般来说 吸毒的人都藏匿的很深很深 现实生活中都难以分辨出来 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瘾君子 更何况是网络上 自己应该去哪里找这些 能买他冰糖的瘾君子呢 纪言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终于 纪言眼前一亮 迅速地打开了扣扣搜索 他记得 在这个网络刚刚普及 还不算发达的时代 很多网络犯罪活动 都是在扣扣群里展开的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会给自己的群 取名为高三期班学习交流群这种 这样的话 他们混淆视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来看看 你们的群都叫什么 纪言在搜索框里 打下几个名称 都是一些看起来 很正规的学习交流群 纪言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这种群 真的是那种学习群 他就直接退出来 如果大家都在聊一些 奇奇怪怪的内容的话 那他就亮出来 自己的冰糖打广告 纪言都忍不住感叹 自己真是绝顶聪明 很快 纪言就成功地 进入了几个扣扣群 一个名为 魔都小生出妈妈群里面 大家正在热火朝天的聊天坎大山 消息很快就把 纪言进群的提示给刷上去了 两分六百处理 刚刚包猪肉去了 太爽了 新到一批蓝精灵还有裤子 有人要冷货吗 是肉就行 给我来一点 我家的孩子上本科了 有人交流一下学习经验吗 扣扣群聊的消息 疯狂地往上刷 然而 在纪言看到他们聊天的内容之后 直接一脸猛逼 卧槽 他们在说什么啊 纪言盯着他们的聊天记录 试图理解 但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群应该不是很对劲吧 要是正常的群聊 不会这么说话的啊 纪言看着屏幕 喃喃自语 就是因为他看不懂群聊的这些内容 才感觉到了几分不对劲 恐怕 这些人所说的什么蓝精灵 本科全部都是他们隐君子的黑话 但纪言也不敢确定 而就在纪言盯着他们聊天的时候 扣扣群的群主突然发了一个铃 刚才还热闹无比的群聊 瞬间噤声 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纪言很是疑惑 他不知道的是 群主这个铃的意思就是 群里进了外人 让他们别说话 很快 群主就艾特了一下纪言 这位妈妈是想让孩子上本科吗 纪言没看懂她是什么意思 很快就敲了几个字出去 我这边有冰糖 质量很好 现货 有人要买吗 纪言基本已经确定了 这个群聊是那种瘾君子的群 说自己有冰糖的时候 也刻意模仿了 他们之前说话的那种语气 第一次发这种消息 纪言还有些小紧张 当然了 更多的是雀员 他几乎已经预见到 那些瘾君子 得知他这边有冰糖的时候 疯狂加他扣扣的样子了 结果事实跟纪言想象的相反 他在群里说完话之后 很久都没有人回复他 几分钟后 纪言这边显示 明已被群主踢出群聊 纪言瞬间就炸了 卧槽 你替我干嘛 不买我的冰糖也不礼貌一些 而纪言不知道的是 在他被踢出去之后 扣扣群里再次恢复了一片热闹 以后不要随便同意陌生人进群 知道了老大 刚才那个是不是条子 不知道 有可能 小心点 还说自己有冷货 故意来找我们事的吧 群里讨论的很热闹 都是在怀疑纪言身份的 他们的确是一群瘾君子 也很需要毒品 但从来不会考虑 搭理纪言这样新进群的陌生面孔 不过纪言暂时还没明白这个道理 在被第一个群踢出来之后 纪言又疯狂加了十几个扣扣群 加上之后 就开始给自己的冰糖打广告 我有冰糖 要货吗 物美价廉 有没有人要冰糖啊 质量很好的冰糖 超纯 纯度挺高的 走过路过 不要搓广 纪言不遗余力地 在每个群里发着广告 只可惜 那些群根本就没有人搭理他 基本上都是纪言 他发了那些广告之后 立刻就被群主给踢了出来 纪言很是无奈 事实上 纪言现在还不是很了解 这个圈子里的规则 本身在网上交易 就有一定的风险性 他们这些瘾君子 都是打起了十二分的警惕 这种东西 他们一般都是找熟人买 或者那些 已经多次交易过的卖家 而纪言只是群里的一个新人 没人认识他 当然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他 甚至 还有人在纪言被踢出群之后 私下里悄悄吐槽 吐槽纪言 是不是警察来钓鱼的 所以 纪言被踢的也不冤 不过 在纪言加入的第三个群里 有一个认出纪言的人 只不过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在默默地关注着一切 算了 被踢就被踢吧 纪言也已经习惯了 反正消息 已经放出去了 他才不相信 没有人来找他 丝毫不慌 第二天 纪言一大早就起来挂上了扣扣 等着昨天那些群里的瘾君子 过来夹他 然而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 隔壁的小学都放学了 纪言哥哥 纪言哥哥 啊 一道稚嫩的女声响起 纪言这才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纪言哥哥 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童童满脸嫌弃地看着纪言 啊 有吗 纪言不记得自己有睡觉流口水的习惯 听到童童这句话 下意识地就擦了下脸 干干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骗我 纪言凉嗖嗖地给了童童一个眼刀 看见纪言重计 童童捂住嘴 笑得很是开心 嘿嘿 谁让你大白天睡觉来着 我在上课 你在睡觉 太不公平了 童童笑着 躲避着纪言的扇子攻击 纪言也很是无奈 本来他是想一边看店 一边等网上的消息的 结果不小心在店里睡着了 估计是他昨天晚上熬到半夜 在群里打广告困的 好了 不许跑了 纪言抓住童童的后衣领 今天是过来买糖的 这几天 纪言还顺带着研究了一下周边的市场 因为他的糖店在小学旁边的缘故 喜欢吃糖的小孩子多 之前这具身体的父母 还敬了一些糖果 专门卖给这些馋嘴的小孩子 嘿嘿 是的 我妈妈让我买点冰糖回家做饭用 纪言哥哥 你能顺便送我一颗糖吗 童童眼巴巴地看着纪言 撒娇卖萌的招数 用得十分顺流 你又想坑我的糖 纪言瞇了瞇眼睛 童童从口袋里面 掏出来十块钱 递到纪言的面前 我妈妈就给我这些钱得买一斤的冰糖 但是我想吃水果糖 纪言哥哥你就给我一颗吧 童童眨巴着他的大眼睛 纪言从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给他糖 行行行 怕了你 说着 纪言就把童童要的一斤冰糖装好了 还往他的手里悄悄塞了两颗水果糖 至于那十块钱嘛 纪言自然是收下了 亲兄弟还没算账呢 送走童童 又有不少小学生过来买糖 纪言哥哥 可不可以送给我一颗呀 老板 这个糖多少钱 纪言哥哥 给你钱 纪言哥哥 一群小学生从校门冲出来之后 就把纪言给团团围住了 这个时候 纪言才摆出来那种小摊老板的架势 任凭谁说能不能送给他一颗糖 纪言都拒绝了 不行 送给你们的话 我这个生意就做不成了 纪言唬着一张脸 恐吓这群小孩 随即 纪言又冲着一个站在他店铺前面的女老师 点了点头 赵老师下课了呀 那名女老师红着脸笑了一下 嗯 我来照看一下我们班同学 本会把他们送到家长手里 纪言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转头继续做他的糖果生意了 这一幕自然也被在旁边丁烧的王胜看在了眼里 只不过 王胜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 很快就收回了视线现在 他已经完全把丁烧纪言这个工作 当成默于时间了 这两天 他一直在这里 压根就没看出来 纪言有什么问题 开店对顾客礼貌相待 这两天也不去寄包裹了 一点毛病都没有 完全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依他看 这个纪言根本就不需要盯着了 报告报告 纪言一切正常 收到收到 再盯两天吧 王胜翻了一页报纸 还打了个哈欠 晚上 纪言还登录了一下扣扣看有没有消息 结果很让他失望 一个过来 加他买冰糖的人都没有 算了 明天再看看吧 纪言叹了口气 接下的一天 依旧如此 网上一单生意都没做成 这两天 全靠隔壁小学的小学生 以及街坊邻居 支撑糖店的生意 什么情况啊 怎么没人买 即便是纪言心态好 但是连着等了两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有些着急了 要不然 我再进群发点广告 这样想着 纪言就打算再搜索一些 瘾君子的扣扣群 而也就是 在他搜索的时候 电脑忽然疯狂地想了起来 纪言的扣扣图标 疯狂地跳动 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 加上了纪言的扣扣好友 验证消息 全部都是买冰糖 冰糖怎么卖的 卧槽 什么鬼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是广告起效果了吗 这些家好友的消息 把纪言给整猛逼了 他想不通 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 瘾君子来找他 难道是因为他前两天 在群里面发的那个广告吗 除了广告 纪言想不到别的解释了 但是 这广告的效果起得 也太慢了吧 多整整两天了 才想起来加他的扣扣 你们这些人 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 纪言暗骂了一句 随即就打算同意 那些加他好友的验证消息 眼神都在放光 这么多瘾君子来买他的冰糖 那他得赚多少啊 一克冰糖三百 除去成本和邮费 纪言他直接含泪血赚二百九十九 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哈 别怪我 纪言点开验证消息的面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上一个来纪言这边买冰糖的买主 给纪言谈了一个消息 是不是有很多人来你这里买冰糖 纪言点开看了一眼 找他买冰糖的 是那个滇南地址的人 纪言差不多是两三天前 给他发的快递 算算时间的话 快递应该到了 瞬间 纪言就警惕了起来 同时也明白了 突然为什么这么多人 过来找他买冰糖 卧槽 这根本不会是发现货不对板 找人来网报我的吧 这么多人骂我 我得拉黑到什么时候 不过看他这个语气 也不是很像啊 纪言彻底被这个买主 给搞猛逼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个人 发现他从这里买到的是真冰糖 所以纠集了一群人 过来网报他 但这种手段 未免有些幼稚了吧 纪言满腹疑惑 最终 纪言给那个买主 发去了一个问号 纪言想来想去 还是只给那个人 发了一个问号过去 紧接着 纪言就陷入了一阵猛逼之中 看起来 这些来加他好友的人 都是因为这个滇男的买主 但他给滇男买主 发的是冰糖啊 这人不来 把他骂一顿 就不错的了 更不要说 让这么多人过来加他 找他买冰糖了 难不成 他要的就是冰糖 这些人也是因为要买冰糖 才过来加纪言扣扣的 这个解释 纪言自己都不相信 什么鬼啊 难道这人不是瘾君子 不过这些人 我好像在那些群里面看到过 纪言自言自语 看着的验证消息 面板上那些申请消息泛猛 与此同时 还有不少人 都在给纪言发送验证消息 都想从纪言这边买冰糖 算了 还是等一会在家吧 纪言看着越来越多的验证信息 最终还是决定等一会在家这些人 另一边 滇男的一间屋子里 窗户紧闭 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 整间屋子的唯一光源 电脑屏幕那微弱的荧光 空气中漂浮着淡淡 奇怪的香味 一个十分瘦弱 留着落腮湖的男人 正坐在电脑桌前 男人双眼都布满了红血丝 看得出来 他的精神和身体 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但他却聚精会神地 看着电脑屏幕 眼睛亮得不正常 屏幕上 是他和纪言的扣扣聊天矿 男人名叫王毅 他就是第二个 从纪言那边买冰糖的人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货 房间的桌子上 一个小小的冰壶摆在中间 里面是烧到一半的 白色晶体残留 冰壶旁边 也散落着一些细微的晶体粉末 如果直接闻的话 还会闻到一股清苦的味道 这是正宗的冰毒 王毅刚刚吸食完冰毒 神情都有那种不自然的亢奋 看见纪言发过来的问号 王毅想都不想的 就很夸了纪言一波 老哥 你的货太好了 王毅指的就是桌上那些 刚被他吸上的冰毒 然而 另一遍 一句话 把纪言给干猛逼了 卧槽 他好了 这尼玛什么情况 老子卖的冰糖 怎么就获好了 纪言惊讶得不行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让不知道 实情的人听去了 还真以为他卖冰毒了呢 纪言瞬间就不知道 回这个人什么了 原本他准备了 一肚子骂人的话 要输出来着 他以为这老哥来找他 是因为他把冰糖当冰毒 卖给他的事情 纪言都准备好网上兑现了 结果这老哥来一句他的货好 纪言人都傻了 这老哥收到他塞的冰糖 还这么高兴 难得 他买的就是冰糖 不是冰毒 带着疑惑 纪言敲字重新确认了一下 你说 我的冰糖吗 纪言还是不敢相信 他说的是真正的冰糖 他还记得 这老哥一开始找他的时候 问的是一颗多少钱呢 谁家真的买冰糖问客买啊 看见纪言的消息 王一又回味起了那股 醉生梦死的感受 就一个字 爽 或者说 怎一个爽子了得 王一继续给纪言发消息解释 是啊 我今天早上收到货了 然后立马就成了 然后 我感觉你这边的货 比我之前买的任何一家货的质量多好 王一始终维持着那种亢奋的感觉 今天早上 王一在纪言那边订的货到了 拿回家之后 就拆开看了一下 颜色就很漂亮 一看就是高端货 王一本来是想直接用锡纸和打火机的 但看到这次货的质量 王一就觉得 用锡纸和打火机是暴天天物了 所以 王一特地用了自己的冰壶 来吸食和享受这次买的货 几口下去 直接爽上了天 后面发生的事情 他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 自己吸得很开心 很上头 说实在的 现在还能让他这么上头的毒品 已经很少了 因为常年累月的吸食 王一对毒品的刺激性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能让他爽上天 那这个毒品 也就算是上好的货了 本来他是没对纪言的货报信心的 想着差不多就行了 结果后来 让他惊艳的不行 没想到你的货质量这么好 以前在圈子里面没见过你 我还有点担心 你给我发假的来着 王一现在已经清醒过来 但神经依旧很亢奋 一直逮着纪言猛夸 直接把纪言看得一愣一愣的 可不是吗 我不就是给你发的假的吗 我发的就是真冰糖啊 你收到毒品 纪言直接被王一给搞迷糊了 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眼睁睁的看着他 一条一条的消息发过来 几口给我爽上天了 老哥吗 然后 我前几天晚上看见 你在群里面打广告 当时我认出你了 但是吧 因为我也没收到你的货 我一开始也没说话 老哥你别生气啊 王一那叫一个有礼貌 纪言已经彻底沉默了 猛逼地给他发了个消息 所以那些人都是你推荐过来 上我这买病毒的 王一发了个表情包 语气很是兴奋 对啊 老哥你像那样卖货肯定不行 咱们这个圈子里面都比较认熟人 大家不认识你 根本就不会搭理你的 不过呢 那些群我都认识 而且我已经是资深群成员了 所以我就以我自身做担保 给你打了打广告 一段话说完 王一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就凭这一次质量这么好的货 王一觉得自己和纪言已经是朋友了 为朋友打打广告什么的 都是应该的 他几乎是刚戏完 刚清醒完 就在那些群里 开始给纪言做起了宣传 还是以他自身为宝的 在王一描述完 纪言的货有多么多么好 自己戏了之后 有多么多么rush之后 那些群成员都是心仰难耐 马不停蹄的 就去加纪言的扣扣号了 听完王一关于整件事情的叙述 纪言已经从头麻到了脚 一双眼睛都已经有些空洞了 我特么发的真冰糖 你怎么收到的冰毒 我特么发货发的真冰糖 你怎么收到的冰毒 纪言人都傻了 理了好一会才理清楚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难道 这个买家同时还买了其他人的货 结果把其他人的货认成自己的货了 或者是他拿错了 拿成了别人的包裹 这件事情有很多种解释 只不过 纪言没准备把关于这件事情的猜测说出来 既然发生了这妖巧的事情 那就相当于是老天爷在帮他 纪言没有自找麻烦的理由 只是看着屏幕上一大片夸他或好 质量高的话 险些笑喷出来 卧槽 这哥们要是知道了不得气死吗 纪言都有点同情这个瘾君子了 这人还特地在那些瘾君子的群里面 以自身为他做宝 那等那些人拿到纪言的冰糖之后 这个买主不妥妥完蛋了吗 只不过 这跟纪言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毕竟之前就说了 尹君子不值得同情 这些也都是这人自找的 纪言的脸已经笑成了一朵花 飞快地打着字 啊 谢谢大哥 我这批货也是花大价钱大精神弄到手的 费了不少功夫 其他人我还担心他们的水平 品不出来这批货的妙处 还得是大哥 你识货懂行 纪言开始睁着眼睛扯瞎话了 一席话哄的王毅一愣一愣的 爽得不行 老哥的货应 谁都能感觉出来 祝大哥以后生意兴隆 王毅笑容满面地跟纪言聊天 头一次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好事 纪言看着王毅发来的消息 直接在房间里笑出了声 卧槽 这根本有点太中二了吧 社会啊 纪言一边吐槽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直接给了王毅一个折扣 老哥下次再来 我这边买 我给你打五折 纪言知道自己跟王毅 只有这一次生意的缘分 就直接可净吹了 估计等王毅知道真相的时候 他想的就不是打五折了 而是把自己打骨折 不管怎么说 王毅被纪言这句打五折弄得很开心 谢谢老哥 但是我这边还有别的货 暂时不需要了 但下次肯定还找你买 看着王毅发过来的话 纪言脸上的笑容都没有消失过 肚子都快笑疼了 希望他能记得自己说的这句话 纪言不再跟王毅砍大山 而是点开了好友验证的面板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几十个人过来找纪言买冰糖了 现在确认了这些人的由来 纪言也放下了心 开始一个一个的添加这些人的扣扣 纪言想过要不要把这些人拉一个群 方便他卖冰糖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毕竟自己是去坑人的 如果有人先收到包裹 然后在群里面说出来就不好了 这样的话 纪言宁可现在麻烦一点 你好 你是卖冰糖的 多少钱一刻 王哥介绍我过来的 他说你这边货好 兄弟你这边货什么价位 你有多少货 我要的多 加上这些人的扣扣之后 他们就开始疯狂的给纪言发起了消息 询问冰糖的价格 现在的纪言跟做前面两单生意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他已经做了很多功课核心理建设 应对这些被毒品腐蚀神经的瘾君子 简直就是轻轻松松 纪言一条一条的回复这些人的消息 有冰糖 要多少 一刻三百 这些人等纪言的回复 已经等很久了 看见纪言报的价 众人都在心中颠量 很快就有人回复纪言 兄弟 我要一克 兄弟 我要十克 给我分着装 你有多少 众人纷纷抱着自己需要的克数 有的要的很少 只要一克两克 还有要的很多的 纪言看着那些说 要六十克一百克的买家 心都在低血 如果卖一百克 那可就是三个W啊 但他不行 为了赚些小钱 被按个诈骗犯的罪名 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自由价更高 所以 纪言思索了一阵之后 定下了一个规矩 一克三百 两克五百 五克一千二 十克一千八 只卖这些量 这样一来 纪言他每单的生意成交金额 都是在两千块钱以下的 够不成诈骗罪 属实是卡巴格 当纪言一句一句 把这个规矩 发给那些瘾君子的时候 他们当然是颇有微词 毕竟王毅在群里面 把纪言的货 描述得天花乱坠 谁都想多买一点 但纪言都已经这样说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 大代猜测 也是纪言为了让更多的买家买到 才会控制定量 基于这样的想法 众人纷纷在纪言那边下单 癫难 当纪言的冰糖生意 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在家里的王毅 也准备再爽一下 王毅刚刚拿起冰壶 楼下就传来一阵大喊 快递 吓得王毅 差点冰壶摔掉 吸毒的人 都是这样疑神疑鬼的 把冰壶什么的 藏在茶几底下 王毅飞快下楼 心中激动非常 难道是他之前 买的冰毒到了吗 我的我的 王毅一路小跑的 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快递 又飞速跑到了楼上 小心翼翼地关好门窗 拆开手中的包裹 一小袋白色的晶体 掉在了茶几上面 王毅当时喜笑颜开 还真是我之前的买的冰到了 王毅在跟纪言买冰糖之前 在另一个人手里 也买了冰糖 就准备对比一下 他们的货怎么样呢 本身王毅就打算爽一下 新的冰就到了 纯纯是困了地枕头了 很快 王毅就尝试了一下这款冰 不对劲 这特么怎么有点甜 王毅狠皱了皱眉 又尝试了一下 真尼玛冰糖 草 把老子当傻叉 王毅骂骂咧地走到电脑前 找到之前的那个卖家 直接把他喷了个狗血淋头 卧槽尼玛 给老子发带冰糖过来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 老子也不问你要钱了 晦气玩意 留着给你烧过去 王毅骂了个痛快 然后直接把这人给拉黑了 此时此刻 一个无辜的卖家一脸猛逼 被莫名其妙地喷了一顿 谁受得了 奶奶的 卖家当即就打算反击 结果消息刚发出去 他就看见了一个红色感叹号 被拉黑了 草 糖店 纪炎还在跟那些瘾君子们交涉 现在纪炎卖货 已经完全不用费劲 去介绍自己的产品了 那些瘾君子 已经认定了纪炎的货后 都准备在纪炎这边买 只不过 纪炎定下的规矩 让他们有点小难受 没见过有人这样卖兵的 但没办法 纪炎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们只能按照纪炎的规矩来 老哥 我要五克 现在就发货 我先要一克吧 先试试水 兄弟给我来十克的量 等会就给你打钱 我要五克 什么时候能给我 老板卡号 到了晚上 纪炎总算给这些个瘾君子们 交涉完毕 差不多有二三十个瘾君子下了订单 大部分都是一次性买五克的 十克的并不是很多 有那么几个买家 第一次在纪炎这边买 多少有些不放心 于是乎 他们只下单了那么一克两克试水 电脑后 纪炎脸都要笑烂了 卧槽 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 这一回功夫就这么多人买了 纪炎大致整理了一下手里面的单子 说要五克的大概有那么二十四五个 一克两克十克的也有个五六个 这么一算下来 纪炎能从这批瘾君子身上赚不少 这不比他开堂店赚得多了 而且这生意几乎是没啥本钱的呀 顶多算个冰堂钱 还有油费 但是跟他获得的利润相比 完全不值一提 不得不说 我还是很有经商头脑的 纪炎喜滋滋地笑着 手指在键盘上飞快跳动 我这边的订单太多了 没法一次性发货 纪炎把这句话 复制粘贴到每一个 向他下订单的尹君子那边 谁先打钱 先给谁发 纪炎继续复制粘贴 做戏得做全套吗 而且 纪炎今天接到的单子数量 的确是太多了 他得先圈一点钱再说 有三五个尹君子 看见纪炎这样说 当即就坐不住了 老哥卡号 我现在就给你打 几人都在向纪炎索要卡号 他们几个是那种 好几天都没有尝到毒品滋味的了 纪炎也不废话 直接把自己的卡号发给了这些人 而其他人则是没有给纪炎转账 老哥 你先发货哈 发了再给你转 第一次在你这边买吗 老哥体谅一点 等发货立马给你转 对于纪炎 这些人还是抱有几分警惕 深怕纪炎 他收了钱不给他们发货 打算等纪炎发货了之后再交钱 对于这样的买家 纪炎也不着急 反正这些人迟早都是要给他转账的 早点收网和晚点收网都没有区别 纪炎有的是耐心 可以 发货了告诉你 很多瘾君子都收到了纪炎的这条消息 见到消息 这些人都放下了心 准备安静等待毒品到货 很快 纪炎的手机就接连收到好几条到账短信 您的银行卡到账五百元 来源他人转账 您的银行卡到账一千八百元 纪炎总共接到了五条转账信息 粗略地算一下 就这么一回功夫 纪炎怒赚大几千 卧槽 这钱赚得也太轻松了 纪炎看了一眼自己银行卡的余额 眼睛都要瞪掉出来了 更加觉得自己开发出这个赚钱路子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这是个一次性生意 但赚得多呀 就算每只杨志豪一次我也能赚不少了 希望这事儿能晚点暴露 纪炎念念叨叨地关了电脑准备睡觉 至于那些已经交了钱的冰糖订单 纪炎准备明天睡醒了之后再去发货 这一夜 纪炎做梦都是他在网上和那些瘾君子聊天的样子 次日 一大早纪炎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开始给那些瘾君子敲冰糖 昨天晚上在纪炎确定了这个道路方向的时候 他还特意去网上搜索了一下 真正的冰毒长什么样子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那些冰毒的确跟冰糖很是相像 都是透明的晶体 难怪那些瘾君子会把冰毒叫成冰糖 三个五克的 一个十克的 纪炎默念着昨天晚上给他转账的那些订单 手上敲碎冰糖的动作不停 为了让他看起来像真正的冰毒 纪炎还特意把冰糖弄得更碎了一点 这样看起来还真挺像的 纪炎看着桌子上的那些冰糖自言自语 把五袋冰糖都分装好后 纪炎把他们揣进兜里 哼着小曲出了门 准备去快递战计这些毒品 与此同时 魔都 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里 正有几个戴着帽子的男人 鬼鬼祟祟的在弄堂头尾东张西望 这些人是乔装打扮之后的便衣警察 他们已经在这里蹲守好几天了 几天前 他们得到消息 经过几天的蹲守警方确定了他的居住地 准备在今天对他实施抓捕 胡大喜对外面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 此刻 他刚拿到一包从穿上来的包裹 拆开纸盒之后 一小袋白色晶体状的粉末出现在了胡大喜的面前 嘿嘿 这次的货看起来不错呀 胡大喜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东西倒在了桌上 准备好好爽一把 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摸到了胡大喜的门外 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 一名警察猛地踹开胡大喜的房门 警察 不许动 胡大喜大惊失色 当即就想从窗户那边逃跑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跑到窗户那边 就已经有两名警察扑上来 把他按在地上了 老实点 警察同志 误会啊 手铐被警察力锁地扣在了胡大喜的手腕上 一名警察戴着手套上前 将胡大喜撒在桌上的冰毒给收起来 这时 警察的目光被旁边的一个包裹给吸引住了 这是什么 警察拿起包裹 正是那个胡大喜刚刚拆开的快递 上面的寄件地址是川省某地 看着包裹 此时 警察也反映过来 这个包裹是什么情况了 快递毒品 以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是当地警方第一次遇见 事态紧急 警方立刻把胡大喜 还有这个快递毒品带回到了局里面 审讯室中 灯光对着胡大喜 胡子拉茶 头发打劫的胡大喜 满脸颓然地坐在审讯室里面 警官 我真的是冤枉的 我没犯罪 到了这个地步 胡大喜还在狡辩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说你没犯罪 那你桌上的那袋毒品 是从哪里来的 审讯胡大喜的警察 急言利色 在刚刚 他们已经把那袋粉末 给送到化验科了 的确是冰毒 警官 那不是我的包裹 我帮别人收的 胡大喜目光发虚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警察 碰 警察猛拍了一下桌子 珍惜你现在还能说话的机会吧 等案子定下来 没人会听你说话的 我们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你就是个吸毒犯 我再说一遍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警察说到这个份上 胡大喜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目前的处境 当即就低下了头 不再狡辩言语 姓名 胡大喜 吸毒有几年了 两年多了 一段正常的审讯了解情况之后 警察拿起了桌上 从胡大喜家里缴纳的 那个快递包裹 这个快递运送的是你那袋毒品 胡大喜畏缩着抬眼 看了一下警察 没说话 警察猛拍了一下桌子 说话 快递毒品 这是一种全新的运送毒品的方式 他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是 是 胡大喜被吓了一跳 低着头承认了 你和这个发货的人是怎么认识的 警察继续审问 胡大喜捏如了一下 是在网上认识的 网上 审讯的警察愣了愣 现在这个时代 网络刚刚普及 利用网络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 他们还从来没有遇见过 也许 这就是他们警方 接下来应该攻克的一个领域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听到胡大喜的话 审讯他的警察 浑身的气势都凌虑了不少 具体是怎么回事 胡大喜低着头 似乎是知道了 自己进了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逃出去的可能 乖乖配合调查 说不定还能减刑 于是乎 胡大喜就把自己知道 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全都说了出去 因为现在网络刚刚发展起来嘛 警察也还没注意到这个领域 所以 我们就会在网上通过扣扣群联系 那些扣扣群里面 都是一些吸毒的人 还有贩毒的 一番话下来 警察也了解到了情况 现在网上已经形成了 大规模的线上贩毒 毒贩子和瘾君子 直接在网上进行交易 达成交易后 线下快递 审讯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 这样的交易会 发生在扣扣群里 说到底 还是网络普及率低 警察没有监测到的原因 你们实在是太猖狂了 审讯胡大喜的警察很生气 警官 我现在就是很后悔 非常后悔 胡大喜痛哭流涕 警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像胡大喜这样 眼泪说流就流的人 他们已经见多了 这些话 你还是以后留着慢慢说吧 现在 就把你的扣扣号 交给我们警方 这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明白吗 一开始 胡大喜还有些不情愿 一听可以戴罪立功 胡大喜立刻就把自己的扣扣号 还有密码报给了警察 拿到胡大喜的扣扣号 警察立刻就在局里的电脑上 登上了这个扣扣 瞬间 一大堆消息冲了进来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群消息 被顶到上面的是 诸如魔独妈妈交流群 厨艺交流群 高三酒班家长群这样的群名称 警察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连忙就点开了这些 看起来很正常的群聊 一大串聊天记录 冲到了警方的眼中 我刚刚加了点冰糖 太爽了 昨天我加了一个卖冰糖的 不知道他那边的货怎么样 出来吃宵夜吗 有大肉 软的硬的都有 蓝精灵到货了 你们有要带回家玩玩的吗 居然有现货 什么价位 一分九百 这个家教提分很有一套的 群聊的消息 让这些警察们看得眉头紧皱 有些东西 他们根本就看不懂 但是直觉告诉他们 这些群聊不对劲 为了尽快了解情况 警方又把胡大喜给滴溜了过来 胡大喜 这些群里的人都是什么意思 胡大喜看了一眼群里的消息 连忙给警察解释 是这样的警官 这些群只有毒贩子 还有吸毒的 群名还有我们说话 都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都是行业黑话 宵夜就是吸毒 冰糖是冰毒 红酒是马骨 说自己是机长的意思 就是这边有大麻 然后一分九百的意思 就是一克九百块钱 胡大喜一心想着戴罪立功 把自己知道的那些暗号 全部都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还讨好的笑了笑 听得这些警察一愣一愣的 众人脸上都不满了严肃的表情 胡大喜的扣扣群聊里有些黑话 他们在之前破获毒品案件的时候 也了解过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扣扣群里面 又新增了各种行业黑话 还聚集了这么多的瘾君子和毒贩 警察都想说一句 与时俱近了 而且 在此之前 他们警方对于这些扣扣群一无所知 从目前这些扣扣群的情况来看 贩毒 已经完全形成线上产业链了呀 情况紧急 立刻向上级汇报 是 情况引起了魔毒警方的高度重视 互联网贩毒搞得如此明目张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很快 就有人把这一快递毒品的事情 汇报给了上级 在上报的同时 胡大喜的扣扣收到了一条消息 收到货没 滇难 王毅还在热心地 给纪炎的冰糖生意打广告 那个卖真冰糖给他的卖家 已经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了 平息完愤怒 王毅又开始在那些群里面 介绍纪炎的货质量有多好 这些事 他甚至都没去跟纪炎说 主打的 就是一个对得起名字里面的一字 正当王毅给纪炎打广告的时候 他想起了远在魔都的胡大喜 我记得喜子前几天还在群里面说 要买冰糖来着 王毅迅速找到了胡大喜的扣扣号 问他有没有收到货 在这个圈子里面 他们互相并不知道 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 即便是胡大喜和王毅认识了一年多 他也只知道胡大喜的称呼是喜子 别的一概不知 当然了 王毅现在还不知道 喜子已经被警方给抓到了 头儿 这边有个人给胡大喜的扣扣发消息 收到这条消息 刘娟当即就大喊了一声 魔都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李军 立刻跑了过来 是谁 刘娟翻着王毅和胡大喜的对话 不知道 备注是王哥 两个人以前也偶尔有联系 但不是很多 胡大喜很谨慎 和王毅的大部分聊天记录 都已经删除了 只有一两条聊天记录还在 都在讨论毒品的味道 和质量怎么样地继续跟他聊天 我估计 这个人应该是给胡大喜发货的卖家 李军眉头紧皱 盯着电脑屏幕 在这个时候 给胡大喜发消息的 也只可能是卖家了 是 刘娟点头表示明白 思考了两秒之后 刘娟回复了王毅的消息 收到货了 还不错 另一边 身在滇南的王毅也收到了胡大喜的回复 行吧 你收到货就行 我本来还想 如果你没收到货 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新卖家的来着 这个卖家的货特别好 还靠谱 比之前任何一个卖家的货都好 都靠谱 王毅又没忍住给胡大喜 大夸特夸计言的货好 那纯度极高的冰毒味道 到现在还留在王毅的脑子里面 根本忘不掉 看见王毅发过来的数条消息 魔兜的警察们都警惕了起来 新卖家 李军皱着眉头 多年警察的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条大鱼 跟他聊一聊 这个新卖家 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条大鱼给钓上来 李军无比的严肃 是 刘娟飞快打字 什么新卖家 同一时间 王毅也收到了这条消息 说起计言 那王毅就有点来劲了 这卖家是我好哥们 我刚从他那边买了两克的量 一口直接爽上头 你知道我的 我都说好 那肯定好的一批啊 刘娟继续跟王毅周旋 这人靠谱吗 底子怎么样 王毅回得很快 当然靠谱了 我不都说了我从他那边买过货了吗 而且 我这几天一直在帮他打广告 王毅说起 他给纪言打广告的事情 颇有一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感觉 很是得意 随即 王毅又补充了一句 我听说 他昨天一天就成了二三十单了 王毅不发这句话还好 一发这句话 属实是把刘娟和李军两人都给吓了一跳 一天就成交这么多单 这个毒贩有这么厉害 刘娟十分的惊讶 其他的几名警察也在关注着两人 文言立刻就凑了过来 一天成交二三十单 看见王毅的话 其他警察也很震惊 刘娟继续套王毅的话 这些都是你给他介绍的 刘娟跟王毅聊天的时候 刻意模仿了胡大喜的语气 所以 王毅也没有起疑 更何况 现在的王毅完全沉浸在骄傲之中 啊 那当然了 不是我给他做担保 哪有人敢去找他买 你不知道 昨天这小子 一天就成交了二三十单 而且去找他买的人越来越多 我听说 那小子现在手里面 应该有个五十多单了 我去 圈子里都在传这事呢 直接震惊整个圈子 王毅巴拉巴拉的说着 纪言的传奇事迹 这些也都是 他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据那些找纪言买东西的人说 他们已经排到五十多号了 这事不仅震惊独圈 警察局也被震惊了 五五十多单 刘娟呆呆的的 看着屏幕上王毅的话 他身后的李军等人 也是猛的不行 这个人两天不到 成交了五十多单 卧槽 这特么是个大毒发啊 这人在国内吗 在国内能这么猖狂 这人运毒的剂量 可以直接枪毙了吧 这不得快点通知上面 一群警察都很紧张 他们并不知道 纪言定的那个 单人只能买十颗的规矩 光是听王毅说 这个人成交了五十多单 直接把总剂量 往金树上想了 快 问他要这个卖家的扣扣号 李军连忙催促刘娟 眼神都变得炽热了不少 这特么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 要是能把这个猖狂的毒贩抓到 他们直接全体升官了 好 刘娟立刻打字 这妖妞 那把他扣扣号给我吧 接着 全体警察都开始了紧张的等待 啊 你不是当买过吗 王毅发了个消息过去 不过王毅也只是随口吐槽一下 发完消息之后 就开始翻列表 找纪言的扣扣号 王毅的随口一句话 却让警局的同志们紧张了起来 大家生怕王毅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刘娟继续跟王毅周旋 这不是等着下次找他买吗 与此同时 王毅也找到了纪言的扣扣号 直接复制粘贴 发给了胡大喜 找他买就对了 他货可好了 看到那一串数字 刘娟等人都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添加这个人的好友 李军也有些小紧张 接下来 他们怎么和这个大毒贩周旋 才是一个考验 好 刘娟把那串数字放到搜索框中 下面立刻弹出了一个扣扣号 刘娟深吸一口气 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的申请已经发送了 刘娟和李军几人 都陷入到了焦急的等待之中 即使担心 纪言会不同意他们的申请 也紧张等一会 应该怎么跟纪言沟通 从目前他们掌握的资料上看 这个纪言 是那种不到两天 就能成交五十多单的毒贩 绝对是经验丰富的大毒贩 如果他们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露出马脚 要是让这样的毒贩察觉到 有人在查他的话 就是得不偿失了 几分钟后 纪言同意了他们的扣扣申请 刚才还十分紧张的警察们 瞬间虎去一阵 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对话框上 另一边 穿上 纪言做生意都要忙疯了 今天还没过半 就又有二十多个买主找上了门 都是过来买冰糖的 算下来 纪言发现自己 已经接了五十多单的这些人的钱 也太好赚了吧 纪言打字飞快 脸上不满了笑容 正在这时 又有一批人 加上了纪言的扣扣 纪言已经习惯了 有人过来加他扣扣的事情 直接点了同意 买冰糖 纪言的发了个消息到胡大喜的扣扣上 收到纪言的消息 刘娟等人都绷紧了身子 和纪言的随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事 你就正常地和他聊天 李军拍了拍刘娟的肩膀 好 刘娟思索了几秒 回复纪言的消息 是 你这边货怎么样 纪言回得很快 纯度很高 放心吧 那纯度能不高吗 纯冰糖 如假包换 你这边怎么卖的 刘娟继续试探 一克三百 两克五百 五克一千二 十克一千八 只卖这些量 看到纪言的回复 众人都很疑惑 怎么还有人这样卖冰糖 你问他 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卖的 李军指挥刘娟 刘娟应了一声 照着李军说的话 给纪言发了过去 纪言有些无语 自己怎么卖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啊 你要买多少 直接说就行 警方很快收到纪言的回复 你在这行单多久了呀 手上还有别的货吗 红酒那些 刘娟还想套一套纪言的话 然而这句话发出去之后 对面就陷入了沉默 一直都没有回复 警察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思考 是不是自己露出什么马脚了 这边 纪言还在飞快地回着别人消息 过了两三分钟 才点开和胡大喜的对话框 这人怎么磨磨叽叽的呢 纪言皱着眉头 回复着他的消息 没有 只有冰糖 不是你咋这么多问题呢 到底买不买啊 现在纪言手里最多的就是客户 他才懒得跟一个客户周旋 这么长时间呢 耽误他挣钱 与此同时 刘娟等人也收到了纪言的消息 看到纪言并没有起疑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有些小失望 他们还想继续套一套纪言的话 获取一些信息呢 现在看来不能再周旋了 这个大毒贩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跟他下订单吧 李军出声 刘娟点了点头 继续跟纪言发消息 买买买 兄弟别生气 我只是问问 我买五颗的 能不能加急快递 我着急要 看到这个人下了五颗的订单 纪言的脸色 才稍微好看那么一点 加急 先打款就行 紧接着 纪言还把自己的卡号 发给了刘娟 拿到纪言的卡号 李军喜出望外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卡号了 快 查一查这个卡号的主人是谁 对了 先把货款打过去 不要打草惊蛇 李军明白 如果他们想抓住纪言的话 这笔货款 是省不下来的 一千二百块钱是小事 他们不能让这个猖狂的大毒贩起疑 是 几名警察立刻起身 开始忙碌 第一要紧的 就是把这个毒贩的身份信息找出来 警局的几名电脑高手 都已经准备大展身手了 结果 给纪言的货款还没打出去 警察就已经查到了纪言的身份 李队 查到了 沉静扭头看着李军 脸上还有些犹豫不决 已经查到了 李军显然也惊住了 连忙走过来查看 纪言 22岁 川省人 父母在他17岁那年 车祸离世 他的名下有一个糖店 开在川省城南小学旁边 纪言在网上售卖冰糖的行为 差不多是在一个星期前开始的 沉静一条条的抱着纪言的身份信息 而李军等人 却是直接猛逼了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简单的就找到了纪言的身份信息 这小子从资料上看完全就是一个守法好青年啊 甚至 他的糖店都是有营业执照的 有营业执照的毒贩 不是吧 就这么简单的就查到了 李军满脸的狐疑 仔细看着纪言的资料 越看越不相信 头 这应该是假的吧 一个把毒品销往全国各地的大毒王 他的资料能有这么好查吗 我也觉得不像是真的 还能开一家糖店 这有点扯了 会不会是这个人伪造了资料 就是为了防备警察查他 围绕在李军身边的警察们议论纷纷 第一反应就是纪言的资料是假的 要不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啊 明明是一个在毒圈赫赫有名的毒贩 查出来却是一个开糖店的老板 不可能 绝对是伪造的 李军也同样觉得这份资料是伪造的 继续查这个人的身份 一定要把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给我扒出来 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上报到上面 川省那边的情况我们不熟悉 这次我们需要川省的警察和我们一起行动 李军敲定了解决办法 其他人对这一方法也毫无意义 当即就立正应声 然后着手去办了 没过多久 上面就得知了这一情况 两天之内 成交50单的毒贩引起了上面的高度重视 甚至 华国上层还连夜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专门调查这件事 另一边 纪言也在家里不断地进行着线上交易 根本不知道刚刚和自己说话的人就是警察 今天寄个四单吧 不计多了 纪言看了一眼经过他整理的订单 决定先寄四包冰糖出去 其中 就有魔独警方订的那个五颗冰糖的夹计单 当然了 魔独警方只是随便给了纪言一个地址 纪言哼着歌走出了家门 与此同时 一直在暗处盯烧纪言的王胜也悄悄跟了上去 原本他已经对纪言放松警惕了 只不过他发现 这两天 纪言好像又有了一些异常的举动 他出去寄快递的频率增高了不少 而且 好像一计就寄不少几个 这让王胜再次对纪言关注了起来 报告报告 纪言又出去寄快递了 收到 盯紧一点 是 简单的汇报了一下 王胜就跟上了纪言的步伐 在计算这两天 到底挣了多少钱的纪言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跟上来的王胜 脚步轻快地往快递站走 大爷 我又来寄快递了 纪言冲着快递站寄件的老大爷挥了挥手 这段时间 他总是来快递站寄快递 跟大爷的关系越来越熟 小剑 你这天天要寄的快递 还真是不少啊 大爷撕下来 几张快递单递给纪言 你自己填一下地址吧 我老头子老眼昏花的 你要填的东西太多了 纪言笑呵呵的 也没说什么 结果纸笔 就开始填了起来 大爷也拿过纪言分装成小盒子的冰糖 开始打包 我说小剑 这网上找你买冰糖的人 也太扣门了吧 这一个个就买这么少 连油费都不够吧 大爷掂量了一下纪言的包裹 替纪言鸣不平 纪言笑着把话题带过去 谁知道呢 能转一点试一点吧 说话间 纪言已经填好了快递单 走了呀大爷 打了声招呼后 纪言就转头朝着糖店的方向走去 王胜把刚才看见的一切都汇报了上去 包括纪言填了四张快递单的事情 知道了 你现在去快递站查一下纪言的包裹 不要打草惊蛇 看看他记得包裹里面是什么 李明给王胜下着任务 这几天以来 王胜报告上来的情况 只有纪言的包裹比较多 其他的可以说是毫无异常 他们局里也针对这一情况讨论过 如果纪言真的有什么不对的话 可能问题就出现在他的这些包裹上面 是 王胜捏着口袋里面的警察证 走向了快递站 你好 警察 王胜禁止走到那个寄快递的大爷面前 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哎呦 这是咋回事啊 警察突然上门 倒是把大爷给吓一跳 短短几秒钟 把自己这辈子做过的坏事都想了一遍 王胜礼貌地笑了笑 不是 大爷 我们再进行快递抽查 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运送一些禁运物品 听到王胜的解释 大爷才放下心 快递抽查也不是第一次了 好吧 那边就是还没有寄出去的快递 你去看吧 说着 大爷就转身忙别的事情了 王胜还记得刚才看见的那几个属于寄言的包裹 直接把那几个快递挑了出来 王胜拆开第一个快递 当小刀划过包裹的时候 王胜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是不是毒品 随着王胜的动作 一小袋透明的金状粉末出现在他面前 卧槽 王胜嘀呼一声 拿着包裹的手猛地一抖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以为自己手里的这袋东西是冰毒 快递站的大爷扭头看见待在原地的王胜 好心地解释了一下 那是冰糖 系这个包裹的小子 家里是开糖店的 最近好像在网上卖冰糖呢 经常来系冰糖 王胜点了点头 仔细地把这袋东西拿到眼前观察 趁着大爷不注意 王胜还捏了一点粉末送进嘴里 尝到甜味 王胜才放下心 这袋东西的确是一小把冰糖 随后 王胜又拆了季炎的一个包裹 还是冰糖 接着拆 结果 王胜发现 季炎放在快递站的那些还没有送出的包裹 里面全部都是冰糖 实实在在的真冰糖 查完了 大爷 我先走了 王胜迅速离开了快递站 找了一个角落把情况汇报上去 头 我已经检查过了 季炎的包裹里面全部都是冰糖 没有其他的东西 听到这一消息 李明他们也挺惊讶的 原本他们还以为 季炎天天这么多包裹 有什么问题呢 结果人家只是在网上卖冰糖而已 至于季炎 为什么卖冰糖 只卖那么一点点 李明等人没有关心这个问题 这个属于人家的私事了 不归他们管 行了 王胜你回来吧 既然这个人没有问题 就不用钉烧了 思虑再三 李明撤掉了对季炎的钉烧 毕竟人家一点异常都没有 记得包裹也是真冰糖 没必要这么死钉着 王胜也没有任何意义 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条街 此时此刻 坐在家里的季炎 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寄完快递之后 季炎在网上继续进行着线上交易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帮忙宣传 来找他的人还在不断地攀上 而且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兄弟 帮我拿五颗的货 卡号给我 熟人介绍过来的 听说你家货挺好的 怎么卖 款已经打过去了 什么时候才能发货 老哥稳一点哈 好久没尝过好货了 找季炎的人越来越多 订单也是越来越多 截止到目前为止 别说那些没收到款的订单了 收到款的都已经超过五十单了 季炎这两天可以说是 赚了个盆满钵满 对此 季炎很是满意 噼里啪啦的打字 收到 马上给你寄 你那个地方可能得等两天 条子查的盐 最多只卖十克 多了不卖 季炎的确准备给他们寄快递 只不过嘛 他没打算一股脑地将快递寄出 而是一天就寄那么几个 这几个快递 还是挑的那些 以付款的订单中距离比较远的 因为季炎得拖呀 拖得越久越好 只要拖得越久 假冰糖真冰糖的事 就没那么快曝光 他就能多个点韭菜 另一边 针对季炎连夜成立的专案组 也已经开始了动作 这个专案组 也是经历了层层选拔 找出来的各领域精英 魔都警方将之前已经调查到的那些 关于季炎的信息给提交了上去 不过 专案组的成员们都不觉得 这些信息是真的 魔都那边的人说 这是他们查出来的 这信息也太干净了吧 承蒙看着手中的资料 鼻子皱了皱 一脸的嫌弃 对 魔都那边的人 在网上接触到季炎这个人的时候 就开始查他的资料了 这就是他们的成果 赵龙是专案组的组长 季炎的资料 就是先递到他手里的 你觉得这资料是真的吗 承蒙挑眉看向赵龙 赵龙耸了耸肩 一脸不置可否的模样 一旁 孙小言搂住了赵龙的脖子 头肯定不相信啊 这还用问吗 一个不到两天 就能成交50多单的毒贩 他的资料能这么好查 能这么干净 家里的糖店 甚至还有经营许可证 闹闹 孙小言说的 也是专案组全体成员的想法 大家都不相信 手中的资料有可信度 因为他们的第一次调查 实在是太轻松 太简单了 好像这些资料就是故意摆在那边 等着他们去查的一样 所以 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是假的信息 不过 蒙蒙你 还是用这些资料作为参考吧 说不定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 找到一点头绪 赵龙转头看向承蒙 他是专案组里面的电脑高手 调查这个毒贩信息的任务 自然是他的 至于赵龙所说的 在这些资料里面 找找头绪什么的 眼下他们所掌握的情报 少得可怜 这些假信息 也面前算是一个线索了吧 得嘞 知道了 承蒙应了一声 转头就开始在电脑上 调查纪严的情况 与此同时 川省 纪严完全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专案组给盯上了 此刻的他 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线上卖冰糖的事情上 得益于越来越多人 帮纪严打广告的事情 现在纪严的订单量飙升 生意直接做到了全国各地 光是已经付款的订单 就已经将近一百单了 燕京 摩都 航城 巫市 我现在也算是在全国 做起连锁生意了吧 纪严数着自己做地址记录的那些纸条 心中充斥着一股浓浓的成就感 这几天 他每节一单就记录一下 发完货 就把这些地址给划掉 跟划千万级合同似的 在纪严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完全没想过 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现在的他 可以说是在尹君子圈子里面 声明确起了 老哥 你还在吗 啥时候才能发我的货 一个账号 疯狂谈纪严的窗口 纪严也立刻回复他的消息 已经付款了 付完款的今天下午就给你发 别着急 看到纪严说下午就发货 那一头的尹君子也松了一口气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那名尹君子转头就在群里面 和其他人讨论起了纪严 这新来的老哥可以啊 人看起来很稳 纪严没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 那些尹君子 也天天就以新来的称呼纪严 反正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话音落下 群里不少人都开口讨论 是挺不错的 或也稳定 废话 要是不好的话 王哥能给咱们推荐吗 就是发货有点慢 能买的剂量有点少了 时刻不够的呀 最近可多人找那个新来的买了 他怎么可能直接发货 活腻了 我挺喜欢这老哥做生意的风格的 安全 群里的尹君子们都在讨论着纪严 言语之间满是赞美 其中自然是少不了王毅 还有其他人一直在给纪严打广告的功劳 看到纪严的口碑如此好 其他没有找纪严购买冰糖的尹君子们 也有些心仰难耐 纷纷在群里面询问纪严的扣扣号是多少 加上之后就去找纪严买毒品 在这些人聊天讨论的时候 有那么一些人坐不住了 这些人就是群里那些真正的毒贩 看见大家伙都去找纪严买冰了 他们自然是不太高兴 毕竟纪严抢了他们生意啊 蛋糕就这么大 纪严上来就分一块 这些人能乐意才怪了 于是乎 这些毒贩悄悄拉了一个群 特么的 新来的那小子太猖狂了 拉完群 周全率先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电脑的荧光映照出他的面容 一条刀疤从眉骨延伸到嘴角 看起来十分可怖 在纪严冒头之前 周全才是群里生意最好的毒贩 纪严来了之后 他的生意直接一落千丈 他恨纪严也很正常 老大说得对 这小子太狂了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抢了咱们这么多生意 活腻歪了吧 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最好让他以后 永远都做不成这单生意 那应该怎么办 周全在群里说完话之后 众毒贩纷纷响应 他们就想夺回自己的生意 当然了 最好还能给纪严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有些生意可以碰 有些生意不可以碰 不过应该怎么办 群里的毒贩们一时间犯了难 众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要不把这小子的名声搞臭 怎么搞 现在大家都找他买货 要我说 就把他送进监狱里面 送进监狱 那应该怎么办 这小子不是寄快递吗 我们就把这小子的快递 暴露给条子 让条子去查他 反正那群人的地址 咱们都有 直接放给条子呗 群里有人提议 把纪严送进监狱 瞬间就把大家的兴趣 给提起来了 纷纷追问应该怎么操作 那人也不废话 直接开始解释 跟纪严购买冰糖的那些人 基本都跟他们中的一个 或者多个有过交易 所以他们是有这些人的地址 把这些地址报给警察 警察绝对能顺藤摸瓜 找到纪严的快递 这个方法 获得了群里毒贩的一致认可 就在他们敲定主意的时候 周全恶狠狠地 在群里发了个消息 我想让这小子死 电脑的荧光 照亮周全扭曲疯狂的脸 周全想得很简单 新来的这小子 既然敢抢他的生意 他就得让这小子付出代价 让他知道 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碰的 而且 新来的这小子 在圈子里面声望越来越大 如果不弄死他 他迟早会威胁到周全的地位 周全好不容易 才在这个庞大的线上交易链中 站稳脚跟 怎么可能允许其他人 威胁自己的地位 其余的毒贩们 还没反应过来 周全又开始在群里面发消息 这小子太猖狂了 他的命我要定了 因为周全也算是群里的老大 说话有点分量 所以 在他说完话之后 也有人小心翼翼地询问他 老大 怎么弄死他 周全思索了一会 在群里发消息 直接从那小子的快递地址 寄出更大量的冰毒 一次性寄出 足以判处死刑的量 然后将快递透露给条子 弄死他 周全想的这个法子 可以说是阴毒至极 既言一次最多 只卖十颗冰毒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分析过 既言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避免警方察觉 万一被发现了 也可以因为课数比较少 获得比较轻的量刑 但他偏偏不让既言如意 周全说完他的法子之后 群里众人都沉默了 始终没有接上周全的话 他们沉默 并不是因为心软 做毒贩 哪有心软的 哪个毒贩不是身上背着几条人命 心狠手辣的 沉默只是因为周全所提议的 要从既言的地址 寄出足以判处死刑的量 按照法律规定 最少要寄上200克冰毒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就算按照他们这些毒贩 净冰毒的价格 也得花个五六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且这一套操作下来 这200克冰毒直接冲攻 钱可谓是一去不复返 再加上 现在净冰毒也很困难 他们这些毒贩 谁都不愿意拿自己的货出来 如果要让他们出钱的话 他们就觉得 给既言一个教训也就行了 没必要自己损失这么多 去要他的命 毒贩们纷纷沉默 正愁出着 要不要劝周全放弃这个想法 见大家都不说话 周全也能猜到 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哼 平时都扎堆凑在一起 要你们帮忙的时候就装死了 周全脸上有露出几分狠义 直接在群里继续说话 实行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冰毒 我自己出 只不过 我需要在川省的兄弟帮忙 见周全说冰毒全部他出 众人都放下了心 为了缓解刚才沉默的尴尬 一众毒贩 纷纷开始附和周全的计划 老大厉害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老大牛逼 早就看那个心癌的小子不爽了 这样的话 最少也要200克获吧 老大这次下血本了 放心吧老大 只要你说话 我肯定帮忙 弄死那小子 反正咱手里也不差这小子一条命 我就在川省 老大我帮你计活 众人纷纷附和周全的提议 扬言要弄死计言 出力可以 出钱不行 身在川省的一名毒贩 也出面表示自己可以帮周全计快递 周全没有搭理群里 其他光动嘴皮子的毒贩 而是点开了那个 身在川省的毒贩的私聊窗口 马脸 你准备帮我借 周全和他之前就认识 只不过 两人相处之时 一直都叫彼此的绰号 并不知晓对方的真实姓名 对 周哥 我现在就在川省 我肯定要帮你这个忙啊 被称为马脸的那名毒贩 飞快回复 看见这句话 周全也终于放下了心 他还是比较信任马脸的 就已经提前弄到了 计研计快递的地址 他在这个圈子里面 混了这么长时间 这点东西弄不到就丢人了 把计研计快递的地址 还有他最近的订单 一股脑地发给马脸 周全思考了一下 又给马脸的账户上 赚了16万块钱 马脸 你直接系500克冰毒过去 我要让这小子必死无疑 周全是按冰毒在市面上的售价 给马脸赚的 还多赚了不少当马脸的辛苦费 马脸见周全要 直接系500克冰毒过去 震惊无比 不过马脸还是没有说什么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又暗戳戳地 在网上聊了几句行动的具体事项 群里那些毒贩得知 周全一下寄了500克冰毒 也是无比的震惊 川省 当天下午 纪研又按照已经付完款的订单 寄出了三个包裹 跟之前的一样 纪研挑选的 都是那些离川省比较远的包裹 这样才能让冰糖的事情 晚点暴露吗 纪研寄出那三个包裹之后的 就回到了糖店 今天是不打算再出来寄东西了 行了 你的包裹已经寄出去了 慢慢等吧 纪研把这条消息复制粘贴 发给了三名买家 谢了呀兄弟 太稳了 几名买家纷纷表示 感谢纪研不再和他们说话 而是转头继续添加其他 来找他买冰糖的饮君子 小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此刻 依旧活跃在网上的纪研 丝毫不知道一个极大的阴谋 正将他笼罩 两个小时后 一名戴着黑色棒球帽的男子 出现在纪研经常寄快递的那家快递站 男子戴着口罩 眼神中透出音质 赫然就是接下周全任务的马脸 马脸跟周全商量好之后 马不停蹄地 从另外一个是赶到了这里 就是为了从纪研的地址寄出包裹 马脸戴着帽子低着头 静止走向了快递站寄东西的大爷 大爷 寄快递 大爷正在忙着收拾这两天的包裹 并没注意行踪可疑的马脸 而是直接把快递单丢给了他 自己填一下吧 马脸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昨天纪研寄出的 某一快递的收件地址 这是周全费了 一番心思打听到的 马脸没耽误太长时间 迅速把地址抄到快递单上 连同那装着500克冰毒的小纸箱 一起递给了大爷 好了呀大爷 麻烦你把这个包裹安排一下家节 节清运费 马脸急匆匆地离开快递站 消失在了这座城市 4日 5时 岛城警方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电话是从公共电话亭打过来的 声音也做了模糊的处理 我要举报 有人正在往岛城快递毒品 量很大 听到这句话 岛城警方当时就慌了神 快递毒品 这种运送毒品的方式 他们还没有见过 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你怎么知道的 快递的单号是多少 岛城的警方慌忙追问 毕竟这个人都已经打来电话举报了 具体的情况 他肯定也了解一些 然而 接线员刚刚追问两句 打电话举报的人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 有人正在往岛城运送大量毒品 公共电话停旁 周全的背影缓缓消失在人群之中 报告 刚刚接到一起匿名举报电话 有人正在向岛城快递运送大量毒品 接线员迅速把情况报到岛城禁毒大队 岛城禁毒大队队长王一鸣 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情况 王队 我们应该怎么办 快递毒品 这是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种运毒方式 一名下属慌里慌张地向王一鸣征求意见 王一鸣眉头紧皱 只觉得眼下的情况的确十分棘手 首先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举报电话到底是真是假 其次 岛城作为一个经济发达 旅游景点众多的城市 交通以及运输上的贺载量是很大的 快递行业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现在有人说 有人通过快递运输毒品 难道他们就要把控全程的快递 进行检查排查吗 队长 我们真的要把控全程的快递吗 这样浪费的人力警力 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而且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举报电话 到底是真是假 一旁 一名脸型烧原的女警面露担忧 把王一鸣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当然了 这两件事 是他们全组人的顾虑 不管这个举报是真是假 我们都不能让大剂量的毒品 流入我们的城市内部 现在就安排警方 前往岛城各个大型快递站 通知所有快递公司 凡是运往岛城的快递 只能放在指定的快递站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严格把关 检查每一个进入岛城的包裹 王一鸣急言利色 针对这一通突如其来的举报电话 展开了部署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 他们知道这样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 他们的任务量会非常非常大 但是只要能阻止毒品流入岛城内部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是 另一边 巫市 巫山正在家里焦急等待着 一个小时后 巫山终于听到了 楼下有快递员的喊声 快递 文言 巫山激动的心脏狂跳 飞一般地跑到了楼下 我的我的 我的快递 快递员将包裹递到了巫山的手中 签收一下 包裹的发货地是川省 正是寄言寄出来的包裹 没错 这个巫山也是一个实打实的瘾君子 先前 王一在群里面给寄言打广告的时候 巫山是第一个加寄言扣扣的 也是寄言第一个发货的包裹 现在终于是到了 谢谢啊 巫山激动不已 签收完包裹之后就跑回了家 门和窗帘是一定要拉得严严实实的 再三确认已经没有招来别人的目光后 巫山拿了一把剪刀把包裹拆开 当即就准备品尝一下这优质的冰毒 他从寄言那边买的时候 一下子买了十克的量 主要还是王一做担保的原因 他还是很相信王一的 白色透明的晶体被倒在桌子上面 光是看着这一小堆粉末 巫山都好像已经闻到了那一股清苦的香气 嘿嘿 王哥的眼光果然不错 这家的货一看就是好东西 巫山迫不及待地从桌子下面拿出冰壶和火柴 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倒了一点点粉末 看着向上蒸腾的鸟鸟白烟 巫山凑上去很吸了一大口 然而 巫山预料中的那股醉生梦死的感觉并没有出现 相反 巫山还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甜味 怎么回事 巫山很是猛逼 这味道明显不对啊 巫山还以为是自己很长时间没吸高质量的冰 闻错味道了 于是乎 巫山又不死心地凑上去 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这下 巫山确认了 不是他鼻子的问题 是这个烟针尼玛有点甜 难道是出新味道了 还是说 这个冰有后劲 王哥不是信誓旦旦地说 这个人卖的冰超级好吗 巫山犹豫了一下 尝试了第三口 尝完第三口 巫山感觉鼻腔中的那股甜味越来越重 这下 巫山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这股甜味解释了 他怀疑自己吸的不是冰毒 是真的冰糖 不是吧 巫山喃喃自语 怀疑的目光放在了旁边那一小堆 没有倒进冰壶里的金状粉末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巫山拧起一小撮粉末放到舌尖 甜味渐渐在巫山的口中弥漫开来 真尼玛冰糖 卧槽 发个冰糖来糊弄老子 巫山直接愣了 他没想到 纪炎的胆子会这么大 直接把冰糖当成毒品发给他 而且 纪炎不是王毅担保的卖家吗 是只给他一个人发了冰糖 还是给所有人都发了冰糖 巫山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心中疑惑非常 当即就打开电脑 找到纪炎的扣扣号 老哥 怎么给我寄来一袋冰糖 巫山还保持着基本的礼貌 询问纪炎 主要还是因为纪炎是王毅认识的人 所以巫山没有上来就喷他 发完消息后 巫山就陷入了焦急的等待 与此同时 远在川省的纪炎也收到了巫山的消息 货 这是已经收到货了 纪炎还记得这个买家 是巫市的 也是第一个来找他买货的 一下单就是时刻的量 豪爽得很 只不过 纪炎看到消息表现得跟没看见一样 直接插掉对话框 跟别的买家聊天了 巫山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到纪炎的回复 这下 巫山是真的忍不住了 已经彻底认为 纪炎是在骗他钱了 盛怒之下 巫山逮着纪炎 就是一顿猛喷 卧槽你妈的 我花了这么多钱找你买冰 你给我发来十克冰糖 你小子特么的 想钱想疯了吧 你要不要去道上打听打听我是谁 坑我 活腻歪了 你不会是给所有人都发了冰糖吗 你妈 啥都别说了 快点给老子退钱 把钱还给我 巫山的耐心 已经在等待中用完 现在他是想到什么 就喷什么 之前他对纪炎的态度可好了 还直接下单了一千八的货 就是给纪炎面子 给王毅面子 结果现在他发现 纪炎只不过是在哄骗他而已 这让巫山觉得极为丢脸 当然 巫山最着急的 还是催促纪炎 让他把钱退给回来 纪炎当然看见了他发过来的消息 但依旧当没看见 进了他口袋的钱 还想让他退回去 这不是做梦吗 纪炎痴笑一声 直接忽视了气急败坏的乌山 悠然自得地记录其他的订单 乌山等了好一会 还是没有等到纪炎的回复 那个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直接对着屏幕上的对话框 破口大骂 卧槽 这小子坑我 真泥马活腻歪了 你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说着 乌山就插掉了和纪炎的聊天框 从列表里找到了王毅的扣扣号 纪炎这个人 是王毅做担保的 他也是看见王毅打的广告 才去找纪炎的 现在纪炎给他的祸出了问题 他当然要去找王毅 王哥 你怎么回事 我从那小子那边买的货 怎么是真的冰糖 他不是你担保的吗 什么情况 接连几条质问的消息发出去 乌山的眼睛都急于喷火 此刻 王毅刚刚还完 收到乌山的消息后 原本还有些飘飘然的王毅 瞬间清醒了 怎么回事 你收到的是真冰糖 乌山迅速回复 是啊 我特么刚准备爽一把 结果是甜的 老子还以为出新口味了 尼玛 看见这两条消息 王毅也猛逼了 什么情况 他从纪炎那边买的货 明明是上好的冰毒 怎么他给别人寄去的货是冰糖 不对 想到自己在纪炎那边买的货 王毅突然想起来 他那天也收到了一袋冰糖 难不成 那袋冰糖才是纪炎的货 那袋高质量的冰毒 是别人家的 想到这里 王毅背后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 打湿了一层衣裳 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如果纪炎真的是把冰糖充当冰毒卖 他直接完蛋了 毕竟当时是他在各个群里面 给纪炎做担保 还给纪炎打了广告 纪炎要真的坑了他一把 王毅都几乎不敢想那个后果 那么多人因为他在纪炎那边下单 现在他们被纪炎骗了 绝对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不会的不会的 王毅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 跟纪炎聊天的经过 从纪炎的表现上看 他也不像是那种骗他的人 你先等一下 我帮你去问问他 应该不至于 这么多人都找他了 可能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呢 王毅虽然自己也慌得不要不要的 但还在安抚乌山的情绪 乌山也渐渐平静下来 只不过心中还是有几分怨怼 很快 王毅就点开了纪炎的聊天框 包裹里面到底是冰糖还是货 现在的王毅根本就没有心情 跟纪炎绕弯子 上来就直接询问纪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 王毅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此刻还在糖店做记录的纪炎 看到了王毅的消息 不过 纪炎完全不慌 他早就猜到了这个人会找上门来 纪炎放下记录的纸笔 拖来键盘 略微思索了一下就发了条消息过去 你有没有收到货 发完消息 纪炎就好争以挟地等待着王毅的回复 他在读 看到纪炎的反问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王毅直接猛逼了 他问的是冰糖啊 纪炎回的他什么 王毅总觉得自己被耍了 发消息的语气都充了不少 我问的是冰糖不是冰毒 你是不是快递寄给别人的都是冰糖 王毅憋着一股气询问纪炎 纪炎自然看出了王毅此刻的焦急 只不过 纪炎依旧没有回答王毅的问题 你就说你收莫收到你想要的吧 纪炎的回答让王毅怒火中烧 卧槽 这小子不会愣得再跟我装傻吧 王毅憋到现在的火气也忍不住了 当即就准备把纪炎狠狠地骂一顿 而就在他准备把纪炎狠骂一顿的时候的 突然想到了什么 纪炎这么问 难道 自己那天收到的冰糖和冰毒都是他记的吗 王毅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内心的猜测发给了纪炎 不是 老哥 那天我收到的冰毒和冰糖不会都是你记的吧 为啥 此刻的王毅已经下意识地以为冰糖和冰毒都是纪炎寄给他的了 趁着纪炎没有回复 王毅还在苦苦思索纪炎的动机 为什么要把冰糖和冰毒一起记 一真一假 难道不麻烦吗 多此一举 还是说 纪炎是特意这样做的 觉得计快地不安全 所以特地弄了两个 这样能混淆识听 王毅根本就不确定 纪炎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不觉的 就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打字给了纪炎 你是故意的 发两个包裹 一个冰糖 一个冰毒 这样条子就查不到了是吗 是不是这样的 王毅急切地询问着纪炎 与此同时 纪炎也看到了王毅发来的一连串消息 随后 纪炎淡淡一笑 抬手回复王毅的消息 明白就好 消息发出去之后 纪炎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 靠在椅子上 他承认 刚刚的那条消息 有装逼的成分 而且事情的发展 也跟他之前想的一模一样 王毅为何没有在收到包裹之后 找他麻烦 反而是夸他的货好 就是因为他那天收到了两个包裹 一个是从他这里买的真冰糖 一个是从别人那边买的冰毒 王毅之所以夸他的货好 是因为他把别人的包裹 当成纪炎的了 所以这才会造成误会 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误会 那为什么不利用利用 把冰糖当冰毒卖的这条路 是王毅给他扫拼障碍的 当然了 像今天这样 有人来质问他的情况 在纪炎之前 想拖时间的时候 就考虑过了 所以今天纪炎 才会刻意引导王毅的思维 只不过 引导成功 还是需要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人收到包裹 发现是冰糖后 不直接曝光 然后王毅过来找他 第二个条件 就是王毅那边 已经删掉了之前那个 真正卖冰毒给他的卖家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字 毒 但显然 纪炎他赌对了 看到王毅发的消息询问 是不是两个包裹 都是纪炎寄给他的时候 纪炎就知道自己赌中了 小赌可以养家糊口 大赌可以创业发财啊 纪炎悠哉悠哉地靠在椅子上 说的是刀仔的经典台词 他觉得这句话 很对应他目前的状况 与此同时 纪炎也打算 开始抓紧搁这些瘾君子的韭菜了 糊弄他们的事情 迟早会暴露 得趁着能捞的时候 多捞几把 这样想着 纪炎就继续投入到了 坑其他瘾君子的事业之中 另一边 王毅也收到了纪炎的回复 明白就好 相当于纪炎承认了 是发了两个包裹 一个冰糖 一个冰毒 王毅心里提起来的那块大石头 现在终于放下了不少 只不过 王毅还有几个其他的疑惑 比如 为什么一开始跟他联系的 不是纪炎本人 两个包裹的寄件地址不一样等等 王毅也把困扰自己的问题问了出去 收到消息 纪炎思考了一下 只回复了两个字 安全 随后 纪炎就直接插掉了王毅的聊天框 不准备再回复他 说多错多 回答的越多 他越容易暴露 纪炎还不如保持最后一份神秘 这样一来 王毅自己就会补齐那些解释 安全 王毅皱着眉头 揣摩着纪炎的这两个字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可是一开始和我聊天的人不是你本人 不就增添了你暴露的风险吗 还有 你那个寄件地址 隔得好像有点远 王毅不断地给纪炎发消息追问 然而 不管王毅发什么消息 纪炎都倒没看到 直接忽视了 王毅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到纪炎的回复 于是乎 王毅又开始猜测 纪炎的真实身份 不自觉地 就开始帮着纪炎圆谎 难道说 对面的是一个贩毒团伙 所以才会那么谨慎 也不担心会在哪一个环节出差错 王毅抹撒着下巴 思考着整件事情的合理性 现在 唯一的解释 就是对面的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发展成熟的贩毒团伙 所以他们 才会在不同的地址寄快递 还可以把上下游的环节 交给不同的人 却不担心暴露 因为他们 已经是一个团队了 难怪 他们刚刚在这个圈子起来 却有这么多火 王毅猛地拍了拍巴掌 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个解释 事实情况 也由不得他不信 之前那个人 已经被他删掉了 他也没办法去找那个卖家求证 而且也不一定那个卖家说的 就一定是实话 他还不如相信计言的话 算了 就这样吧 说着 王毅就找到了吴山的聊天矿 此刻的吴山 已经等了老长一段时间 着急的不行 正当他要发飙 把王毅也臭骂一顿的时候 王毅给他发消息了 是这样的兄弟 我有个事之前没说 之前我在他那边买冰的时候 我当时是收到了两个包裹 一个冰毒 一个冰糖 我估计啊 你的另一个包裹 还在路上呢 没到 看见王毅的话 吴山猛逼了 王毅一开始 也收到了一袋冰糖 为什么那人要寄两个包裹 吴山把自己的疑问发了过去 王毅耐心地帮着寄言解释 哎呀 现在条子查得多言啊 发两个包裹 被查到的风险 不就小了吗 你放心吧 估计要不了几天 你的货就到了 王毅仔仔细细地解释了一下 听到这里 吴山也是彻底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呢 我说为啥我收到了一袋冰糖 也确实 发两个包裹 肯定得发一个安全 这老哥也太聪明了 吴山笑眯眯地 越想越觉得王毅的解释合理 刚才还激动的心情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准备安心地等待着 自己的另一个包裹 就在这时 吴山的心头涌上几分担忧 王哥 我刚刚还去骂人家了 这 我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人家为了自己的那时刻兵 又是担风险 又是弄两个包裹发的 费心费力 自己却把人家骂了个狗血淋头 顿时愧疚的不行 我觉得啊 你还是跟人家认得错道的歉吧 我估计这老哥不止他一个人 背后还有呢 王毅语重心长地教导吴山 吴山也惊讶得不行 这个新出来卖货的小子 后面还有人 这可不得了 吴山来不及跟王毅说什么 连忙跑到和纪言的聊天框里面 跟纪言道歉 老哥 刚才不好意思啊 是我没搞清楚状况 我没想到 你是发两个包裹 抱歉抱歉 吴山道歉得十分诚恳 看见吴山发过来的消息 纪言也大概能猜到 估计是王毅替他安抚解释了一通 有这样的一个发言人 纪言表示自己的压力小了不少 怎么说呢 他人还怪好嘞 转眼间又是两天的时间过去 燕京和魔都的两个隐君子 也收到了货 和吴山一样 他们两个收到的也是冰糖 本想rush一下 结果糊了一鼻子甜味的两人都猛逼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 燕京的那名隐君子 直接找到了和纪言的聊天框 把纪言给骂了一通 卧槽 你给老子发的什么呀 冰糖 你特么敢骗老子 马德 你到底是不是干这行的呀 要么把冰毒给老子发来 要么把钱退给老子 与此同时 纪言也收到了这些消息 这样的情况 纪言之前也就预料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越来越多的人 收到自己的货 上门来质问自己 怎么发冰糖给他们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 纪言这几天 也在疯狂地接这些隐君子的单 毕竟 这茶韭菜 不知道啥手就没有了 对于这人发来的消息 纪言选择了视而不见 没一会 身在魔都的那名隐君子 也找到了纪言的扣口 把纪言给喷了一个狗血淋头 你收了老子一千八 就给老子发十颗冰糖过来 特么的 你小子怎么这样牛逼呢 你别让老子看见你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快点给老子退钱 这几条消息 同样没有得到纪言的回应 两人等得着急 随后直接找上了王毅 毕竟纪言是王毅介绍的嘛 他们被纪言骗了 肯定是要找王毅的事 王哥 你这就不厚道了 你看你介绍的那是什么人 给老子发了几颗冰糖过来 王哥 我们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去买那小子的货的 你别跟那小子一起骗我们 现在我们找不到他人了 这个钱你看怎么办 两人齐齐向王毅发难 态度十分恶劣 大有王毅不帮他们把这事给解决 他们就让王毅好看之事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本来呢 王毅在圈子里面有一定地位 只是因为他吸得多 吸得久 那些隐君子放尊敬一点 就叫他一声王哥 现在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了 这真面目也就露出来了 王毅叹了口气 只能帮着纪言解释 不是的兄弟 那哥们发货 都是一发发两个包裹的 一个是冰糖 一个是冰毒 这样一来会降低风险 我当时也是这样收获的 你们放心吧 经过王毅的一通安抚 原本怒火中烧的两人 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纷纷夸赞 纪言是个谨慎的聪明人 同时还在扣扣上面 给纪言一通道歉 纪言当然是大度地表示没事 让他们再等等 当天 迟迟没有收到另一个包裹的吴山 也着急了 在扣扣上 小心翼翼地询问纪言 这都两天了 你之前不是把两个包裹一起寄的吗 吴山这两天 一直都在盼着自己另一个包裹 但怎么等都等不到 心中的那股怀疑 现在又冒出了点头 纪言思索了两秒 又开始跟吴山打太极敷衍 我怎么知道 快递又不是我送的 你知道那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你还催这么厉害 是生怕条子 查不到吗 再等等吧 看到纪言的这几条消息 吴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能应了几声之后 继续等待 他也问了王毅这件事情 王毅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让他再等等 次日 又有三四名瘾君子收到了包裹 无一例外的 里面装的都是冰糖 盛怒之下 这些人都找上了纪言讨要个说法 纪言也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 大意就是 让他们再等一等 另外一个包裹在路上 王毅也会帮着纪言说两句话 可这样的理由 渐渐地也站不住脚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 直接在他们的扣扣群里面 曝光纪言 兄弟们 你们收到那个新来的人的货了吗 我收到的咋是冰糖 我收到的也是冰糖 他说 另一个包裹还在路上 马德 谁信啊 哥几个先收到的都是冰糖 没一个收到真货的 要真的是两个包裹 怎么都应该有人先收到真货吧 只有王哥说他收到了两个包裹 有一个是真货 别他妈提醒王的那小子 我都觉得 这小子吃回扣了 在群里曝光纪言的尹君子 根本就不相信纪言的那一套话术 直接把纪言给狠狠骂了一顿 王毅也没逃过 因为他一直在帮着纪言解释 那些气愤的尹君子 直接把王毅和纪言 化成了一个小团体 说王毅帮纪言说话 也是想骗他们的钱 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 王毅莫名其妙被骂了一顿 也很是不爽 只不过 王毅没在群里面说话 而是私聊了纪言 言语之间很是急切 老哥 怎么回事啊 你的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大家可都在群里骂你呢 根本稳不住啊这个局面 现在王毅也有些拿不准了 心里慌得一批 纪言看见了王毅的消息 但直接忽视了 一句话都没说 王毅等不到纪言的消息 心里也在冒火 他这边还有不少从纪言那边买货 骂到他这边的尹君子呢 别问我了 你们自己去问他 王毅打发了这些尹君子 随后就开始在群里面潜水观望 他也想知道 纪言的那些货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尹君子的扣扣群里 越来越多的人在曝光纪言 等得耐心全无的吴山 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直接在群里面指责纪言 是用冰糖代替冰毒 是在骗人 那些被纪言抢了生意的毒贩 见到这个情况 自然是高兴得不行 在群里煽风点火 哎 早跟你们说别去新人那边买 被骗了吧 他就是吃准了 你们不敢报警 搞诈骗呢 还说什么发两个包裹 我做这么长时间生意 就没听过发两个包裹 就不会被查的 这样的诈骗犯 你们不准备搞他 这小子胆子太大了 直接发冰糖过来 骗这么多人 我他妈现在就去穿手弄他 群里那些收到冰糖的买家 在吐槽谩骂 还有那些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毒贩 在煽风点火 纪言在这个圈子里面 可以说是信誉全尸 那些已经付款的瘾君子 纷纷找上纪言 要求退款 言辞十分激烈 你妈 你小子把冰糖当冰毒卖是吧 给老子退钱 你小子真是活腻歪了 连我都敢骗 你怎么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退钱 趁我现在还有耐心 你可想好了 我有你的地址 别逼我去穿手找你 来找纪言退钱的那些瘾君子们 纪言却是丝毫不慌 看着这些消息 甚至还有些想笑 隔着屏幕 他们也只能在这里威胁威胁了 纪言还真不信 这些人能过来找他 他后来给这些人 寄快递的时候 用的也不是糖店的地址 也不是自己的真名 他们能找到地方就怪了 进了我口袋的钱 还想让我退回去 做梦呢 有本事报警去 纪言满脸冷笑 看着这些要求退款的瘾君子 跟看小丑似的 直接插掉了对话框 任凭这些人跳脚 因为纪言发冰糖的事情 已经在圈子里面闹开了 所以现在也没有人 再来找纪言下订单 纪言乐得轻松 一边看冰糖铺子 一边往上冲浪 岛城 一栋海景别墅内 一年轻男子坐在电脑桌前 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 年轻男子真名叫沈南 他跟吴山 王毅等人一样 也是在群里混得瘾君子 不过 沈南家庭富裕 早在高中的时候 就被家里人送出去留学 在国外的时候 染上了毒瘾 这段时间他回国后 就一直在找国内卖货的卖家 于是乎 就找到了纪言 他也是先付款的 一次性下单了10克的量 原本他等着收到 纪言的高质量冰毒之后 好好爽一把呢 结果看见群里那些人 都在声讨纪言 把冰糖当成冰毒卖 骗了好多好多人 沈南当时就气得跳脚了 Shit 这小子不是人啊 还两个包裹 红鬼呢 沈南满脸气愤 心里也有些小慌乱 不过我的货也是冰糖吧 1800对于沈南来说 一样被骗沈南也有点小憋屈 于是乎 沈南就准备 也在群里面喊一嗓子 然后再去找纪言退钱 虽然他还没有收到货 但现在这么多人都收到冰糖了 难道他还会是例外吗 这小子太狂了 找他退钱去 沈南在群里发了一句消息之后 也是一胡百合 众人都在说 自己已经找纪言退钱了 马德 刚刚才找过那小子 但他根本就不回我消息 没事 反正咱们有那小子地址 逼急了 咱直接去穿绳找他 他要是有脑子就老老实实地把钱退过来 依我看 这小子是不会退钱了 他就是吃准了 咱们没法报警 草 就这么吃哑巴亏 群里的那些瘾君子 都在商讨找纪言退钱的事情 当然了 纪言没有给他们任何一个人退钱 这也是 让这些瘾君子气到跳脚 那些看纪言不顺眼的毒贩 也在各种煽风点火 看到这些人的话 沈南也气得不清 当即就找到了和纪言的对话框 准备把纪言给狠狠卖顿 正在沈南组织语言的时候 他家别墅的大门被人按响 快递 因为吸毒的原因 沈南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没有保姆 快递当然也是他自己一个人拿 听到快递员的声音 沈南估摸着 应该是自己从纪言那边预定的毒品到了 于是乎 沈南迅速起身下楼签收快递 快递寄来的地址是川省 的确是纪言寄过来的 签收完包裹 沈南甚至等不及回到自己的房间 在客厅的时候就把它给拆开了 准备看看里面装的是冰糖还是冰毒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今天到底给我寄过来了什么 沈南迫不及待地把里面的东西拆开 倒在茶几上 白色近乎透明的晶体粉末被撒在黑色的桌子上 细节看得极为清楚 虽然他长得的确和冰毒一模一样 但沈南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特么是冰糖 草 你还真给老子发一袋冰糖过来 沈南怒不可遏 收到冰糖也算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亲眼看见 还是很生气 沈南还怕自己眼睛判断错误 用手指轻粘了几粒粉末 放在嘴里 丝丝甜味顺着舌尖蔓延 这已经确定是冰糖无疑了 Shit 沈南猛拍大腿 掏出手机对着桌子上的那点粉末 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直接发到了尹君子的群里 几张照片瞬间吸引了其他尹君子的注意 他们都是混迹毒圈的老手了 自然能看得出来 这几张照片里面只不过是冰糖而已 卧槽 又是一个兄弟被骗了 这兄弟有点可怜啊 一千八没有了 兄弟这是刚收到 绝了 那小子又寄了一袋冰糖 特么的 那小子太狂了 弄他 哎 对木南兄弟只收到一个包裹吧 那小子不一直都说自己寄了两个包裹吗 这话也就骗骗小孩了 几乎是沈南刚把那几张照片发出去 群里的那些人就开始了各种议论 都说纪言用冰糖骗人 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王毅一直都在群里潜水 看见沈南发的包裹 顿时也失望无比 看来 纪言真的是在骗人 往他之前那么尽心尽力地给他打广告了 不过 自己先前收到的那两个包裹 是怎么回事 王毅皱眉思索 身在岛城的沈南把照片发到群里之后 当即就准备敲字声讨纪言 快递 门外再次响起了快递员的声音 别墅的门铃也再次被暗响 还是沈南的快递 什么鬼 听到声音 沈南也有些疑惑 他不就只有一个包裹吗 怎么又来了一个 来了 怀抱着疑惑 沈南迅速跑到门口 签收包裹 当然 开门之前 沈南还没往把桌上收拾一下 要是被人看见自己的桌子是这副模样 肯定会惹出一大堆事 快递 快递员把手上的包裹递给沈南 签收包裹的时候 沈南还看了一眼寄快递的地址 也是穿上的 而且看起来还有些熟悉 谢谢啊 沈南皱着眉头 拿着包裹走进客厅 茶几上还有那个被他拆掉的快递袋 沈南迅速拿起那个快递袋 找到地址那一栏 跟自己手上的这个包裹对比了一下 一模一样的地址 卧槽 这什么情况 沈南直接猛逼了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群里那些独有说的话 纪言为了不让警方注意 会一次性发两个包裹 卧槽 他不会真的发了两个包裹吧 沈南惊呆了 迅速把手中的包裹给拆开 一袋装满白色金状粉末的塑料袋 掉在桌子上面 跟旁边的冰糖 看起来有十分的相像 看见包裹的分量 沈南更加猛逼了 这目测有个五百颗网上了吧 如果真的是寄言寄过来的话 他不是只在那边买了十颗的量吗 这怎么回事 不过 现在最让沈南好奇的 不是分量的事情 而是这些粉末到底是什么 沈南小心翼翼倒了一些粉末 在锡纸上面 仔细观察了一番 这好像真的是冰毒 沈南连忙拿起旁边的火柴 将这堆粉末烧出白烟 然后凑上去尝了那么一口 一口下去 沈南直接爽到了天灵盖 卧槽 真特么是冰毒 沈南完全没想到 这不是冰糖 是他心心念念的冰毒 而且从味道上来评价的话 这个冰毒的质量还挺高的 纯的一批 沈南兴奋的不行 也没空管 为什么自己订了十颗冰毒 结果到货五百多克了 直接对着那张锡纸 拍了几张照片 发到了群里 卧槽 我的真货到了 此言一出 群里众人顿时都安静了 无比猛逼 这什么情况 不是说妓言是骗人的吗 怎么又说自己的冰毒到了 很多尹君子都在艾特沈南 然后扣出一堆问号 沈南还沉浸在那一口上头的兴奋之中 看见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立刻就给大家解释了一番 是这样的 我收到了两个包裹 一开始收到的包裹里面装的是冰糖 第二个装的是冰毒 两个包裹都是同一个地址发出来的 我这几天 只在那个新来的那边买的东西 肯定是他发的货 沈南解释了一下自己这边是个什么情况 当然了 自己下了十颗的订单 却收到了五百客户的事情 沈南没有在群里面说 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归根结底 都是自己占了大便宜 还到处说的话 那不纯纯傻批吗 自己知道得了解释清楚之后 沈南的心中又浮上几分愧疚 人家真的给自己系了两个包裹 而且还多给自己系了这么多 之前他居然还在群里面骂人家 这多少有点不厚道了呀 沈南思考了一会 在群里面帮着寄言解释了一下 这老哥真给我系了两个包裹 之前确实是我误会人家了 有点尴尬 那老哥还是很稳的 群里还是一片寂静 只有沈南一个人在说话 另一边 在沈南不知道的时候 他的别墅外面 已经埋伏了不少合枪实弹的警察 报告 A组已经埋伏好 一名警察拿着对讲机 跟岛城禁毒大队队长王一鸣 做着汇报 好 你们先埋伏 没有我的命令 不要行动 王一鸣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至于他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还得从沈南收到的第二个包裹说起 因为那通举报电话 岛城警方分成了好几个小队 守在了各个大型快递站 各家快递公司也被警告 快递只能放在正规快递站 警方全面严密的部署 就是为了能够拦截到那个包裹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警方查到了两个可疑的包裹 两个包裹都是同一个地址 经过检查 两个包裹分别是10颗的冰糖 以及500颗的冰毒 情况很快就上报到了王一鸣 王一鸣等人得知情况 也十分震惊 500颗的冰毒 这个剂量已经可以直接枪毙了 震惊之下 一个计划也渐渐浮现在王一鸣的脑海中 不要收脚那个包裹 拨出一名同志伪装快递员 亲自把这个包裹送到收获人家里 随后 我们再实施抓捕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王一鸣他们已经埋伏在了沈南家外面了 如果把包裹拦截下来的话 他们说不定会打草惊蛇 一个犯人都抓不到 但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包裹 顺藤摸瓜的话 不禁能抓到吸毒人员 还说不定能审问出来别的什么东西 王一鸣他们就摸到了沈南的别墅外面 先前把包裹交给沈南的那名快递员 也是岛城警方假扮的 现在王一鸣他们还没有动作 是因为觉得毒贩都是那种狡猾的角色 他们还不知道 这栋别墅里面藏了多少人 是否非法持有武器 最好还是等他们拿到毒品吸食了 失去反抗能力之后 实施抓捕 岛城警方在别墅外埋伏的小心翼翼 努力观察着别墅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穿上 戒严坐在电脑前 看着沈南在群里发的那些话无比猛逼 眼睛都瞪大了 至于戒严为什么会在群里吗 那就说来话长了 当时吴山收到冰堂来找戒严对质的时候 戒严就想看看其他瘾君子会是个什么反应 所以创了个小号在群里面潜水 看那些瘾君子骂他 但又没有办法的样子 真的很好玩 只是 现在披着马甲的戒严 直接被沈南给震惊到了 他什么时候系两个包裹出去了 这个人是谁给他请来的水军吗 沈南一段话出来群里一片寂静 那些瘾君子都很猛逼 上一秒 他们还在大骂戒严把冰糖当冰毒卖 下一秒 沈南就放出了照片 说戒严真的给他寄了两个包裹 打脸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缓了一会之后 一众瘾君子纷纷爱特沈南 真的假的呀 你不会再骗我们吧 你真收到了两个包裹 那小子现在的名声是彻底臭了 你不会是装的吧 怎么就你一个人收到两个包裹 其他人就只有一个 我的货啥时候才到啊 难不成我们真的误会 那小子了 众人都猛逼得不行 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沈南的话 怎么别人的东西都没到 就你的东西到了呢 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纪炎了 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证明他清白的人 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巧得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是纪炎为了喜庆嫌疑搞的鬼呀 于是乎 众人都是一边猛逼一边质疑 比这些瘾君子更猛逼的 是之前一直在密谋搞纪炎的周全和马连等人 没错就是那些商量着要置纪炎于死地的毒贩 沈南一开始在群里露面的时候 周全还挺开心的 又来一个说纪炎用冰糖冒充冰毒的人 这下可以把纪炎的生意给搞垮了 结果沈南下一秒就来一句自己收到了两个包裹 另一个包裹花成灰他们都认得 是周全花了大价钱从马连那边买来 然后被马连寄给沈南的五百颗冰毒 怎么一晃眼 这个包裹就成了纪炎寄给沈南的了 周全他们人都傻了 在他们之前拉的那个小群里面疯狂讨论 你妈怎么回事 那个包裹不是马连寄过去的吗 周全怒火中烧 马连也很猛逼 是我寄的呀 周哥你不是说已经举报了吗 警方会查那个包裹的呀 其他的毒贩根本不敢说话 周全和马连的计划原本是让警方查到那个包裹 然后直接找到纪炎 纪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吃上两颗花生米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岛城警方好像没发现这个包裹一样 人家还把这个包裹当成纪炎发过去的了 周全气得不行 草 岛城的警察是吃干饭的吗 为什么现在还没查到那小子 你妈 那带兵是老子 花了十六万买的 这小子光说自己收到兵了 怎么不说收到多少克呢 那特么足足五百克呀 特么的是你买的吗 装你妈呢 隔着屏幕 马连等人都能感受到周全的愤怒 但没人敢说话 生怕现在冒了头 就被周全抓着骂一顿了 周全在毒贩的群里面发泄了一通 终究还是没有在那个群里面 把这件事情抖搂出去 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而且也太丢人了 于是乎 尹君子们的群里面 就只能看见众人在质疑沈南话的真假性 如果纪炎不是现在披着一个马甲 不好说话 他也挺想去问问沈南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你妈 我啥时候给你寄冰毒了 你这是污蔑 老子寄的不是如假包换的冰糖吗 一直都是一个呀 两个包裹是你妈我瞎扯的呀 纪炎好奇的抓耳挠腮 特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两个包裹什么的 都是他为了糊弄王毅和吴山他们 胡周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根本没有 沈南这个两个包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还有王毅那边 王毅也是收到了两个包裹 但纪炎已经差不多猜到了 王毅是在两个人那边购买了冰毒 把其他人的货当成他的了 一次巧合还能理解 但沈南这个是什么回事 难道也是巧合吗 可是沈南也说了 最近他只在自己这边买了东西 这特么什么情况 一次巧合 次次巧合 跟他王毅巧不成书那一套呢 什么鬼啊 这是 纪炎看着屏幕自言自语 几乎都要被这个情况给气笑了 看了一会群聊的消息 纪炎决定摆烂了 算了 管他怎么回事 反正我没贩毒 我一直记得可都是真冰糖 纪炎不准备纠结这个问题了 从现在的情况上看 他纠结这个问题也没什么用 而且现在事情的走向 还是有利于他的 只要这些瘾君子 相信了沈南的话 说不定他还能再搁一茶韭菜呢 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啊 纪炎乐呵呵的 准备继续在群里潜溢潜水 静观其变 此刻 群里众人还在质疑沈南 艾特木南 你不会跟曼火那小子一伙的吧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卖货那小子 准备靠着你 再骗我们一回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此刻 沈南刚想好好爽一下 手机就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看见群里的消息 沈南也很不耐烦 他只是把自己 收到两个包裹的事情 如实说了 这些人一直揪着他 问个不停干啥呢 无语 沈南很不耐烦 一把抓过那两个包裹的 快递面单 拍了几张照片 连着冰糖和冰毒的照片 一起发到了群里 有图有真相 你们自己慢慢看吧 信不信是你们的事情 别爱特我了 你们聊 我要去爽一下了 说完 沈南就收起了手机 喜滋滋地往西纸上 多到了一些粉末 准备好好rush一下 然而 此刻的群里 却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氛 沈南发的照片 的确很细致 两个包裹 寄件地址都是一样的 东西呢 虽然很像 但是大家都是认得出来的 一个是冰糖 一个是冰毒 这就很尴尬了 他们还真误会计言了 人家真的给自己 发了两个包裹 卧槽 有点尴尬啊 新来的那哥们 真给我们发了两个包裹 妈呀 我刚刚还抓着人家 狠狠骂了一通 误会人家老哥了 这货的橙色 真的很稳 咋办 我刚刚还是私聊 去骂人家的 群里的那些 骂了计言的尹君子 都很尴尬 可周全和马脸 却已经快气疯了 看到沈南 放出来的快递包裹照片 他们也终于确定了 那特么就是周全 砸了十六万的冰毒 可即便是认出来 周全也不好 在群里说 尴尬 实在是太尴尬了 计言也看见了 这几张照片 看见快递面单上 那一模一样的地址 计言也乐了 卧槽 这地址都一样啊 谁给这哥们寄的冰毒 计言完全没想到 这是周全的一个阴谋 还在觉得 这件事情发生的怪巧妙 看见群里那些 尹君子都在说尴尬 计言也没露面说话 一直在默默潜水 正在一群尹君子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始终没有出言说话的 王毅站出来 打圆场地台阶 哎呀 这收到货不挺好嘛 你们怕被骗 也是情有可原 但人家老哥 给咱们发两个包裹 不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吗 要我说啊 咱们就在等等 混咱们这个圈子的人 急不得啊 王毅在群里面说话的时候 心中一直提起来的大石头 终于放了下来 他一开始看见那些人 都只收到了冰糖包裹 是真的挺慌的 而且自己那天收到的包裹 也有些疑点 他真不确定 计言到底是不是在骗他们 不过现在好了 沈南站出来 说他只在计言那边买了东西 也收到了两个包裹 那估计 计言是真的给所有人 都发了两个包裹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王毅站出来 给他们递台阶 本就尴尬的众人 也顺泼下驴 纷纷在群里打哈哈 哎呦 吓我一跳 我还真以为那老哥 只给我们发了冰糖呢 老哥还是很小心的 你看看这误会 我刚还让人家给我退款 我把人家老哥给骂了一顿 老哥居然没骂回来 他太有素质了 得 咱还是慢慢等着豁道吧 也没有说话 那些已经付款等到货的买家 也点开了和纪言的私聊窗口 这一次 他们倒不是过来 催促纪言给他们退款的 而是咨询纪言他们的东西 什么时候才能到 看见之前他们骂纪言的话 众人还有些许不好意思 你看这事闹的 但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 该问的还是得问 老哥 我的货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老哥 刚是我有点冲动了哈 你别生气 误会误会 嘿嘿 兄弟 问一下我的冰啥收到 兄弟是聪明人啊 还每个人都发了两个包裹 辛苦兄弟了 刚才还气势汹汹 过来质问纪言的影君子们 现在已经换了一副嘴脸 一口一个兄弟 老哥 叫得十分清热 看着这些人发来的信息 纪言脸上渐渐浮起几分冷笑 这些人变脸也太快了吧 不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还很蠢 既然现在他们又相信自己 可以收到冰毒的话 那就让他们慢慢等吧 纪言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维护一下自己的高冷人设 不管这些人说什么 纪言都只回了两个字 莫慌 看到一直没有搭理他们的纪言 终于说话了 众人也松了一口气 没有继续再追问下去 转头在群里面继续讨论 老哥叫我莫慌 应该没事了 没事 慢慢等吧 可能快递有延迟也说不准 我还是相信王哥推荐的人的 好几天没吸了 浑身都难受 就等着老哥的祸到了 让我好好爽一下呢 群里充斥着一股欢快的气氛 正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周全却是满脸愤怒地看着群消息 新来那小子还真的装起来了 还让他们这些人等着 行 那他就等着 看到底有没有真的货送到那些人手里 原本周全是相信纪言也是个毒贩 手里有货出来抢他生意的 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周全感觉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他怀疑 纪言手里根本就没有冰毒的货 如果今天不是沈南把他寄过去的东西 当成纪言发的货了 纪言根本就没法收场 所以 周全准备不说话 就等着看看 纪言到底能折腾出来什么东西 另一边 倒肠 沈南放下手机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把冰毒倒在了锡纸上面 火柴在锡纸下面烧 鸟鸟白烟在沈南的眼前飘荡 那叫一个美妙 沈南小心翼翼地凑到那一股白烟上面 鼻翼吸动 吸了一口 舒服 快感从鼻腔直冲天灵盖 随后又如同电流一样遍布沈南全身 皮都展开了 再来一口 爽 沈南直接爽得忘乎所以了 拿着锡纸的手腕都有些发软 恍恍惚惚地靠在沙发上脸上遍布傻笑 眼中的世界天旋地转 而就在沈南享受着眼前旋转的世界时 他看见自己的别墅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踹开 警察 不许动 几个穿着黑色制服 手里拿着枪的武警开路 一堆人涌进了沈南的别墅之中 为首的是王一鸣 他们已经在外面埋伏多时了 沈南还在傻笑 仅存的理智让他想起身逃跑 只不过 刚刚爽完的身体根本就提不起来力气 只能任凭王一鸣等人把他按倒在地 一阵天旋地转 沈南的脸已经和地板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双手也被反扣在身后 戴上了一副银手铐还有人吗 王一鸣抬头询问 短短一分钟 那些武警已经把整个二层小别墅给翻了个遍 没有了 就这小子一个 闻言 王一鸣松了口气 一个人吸毒 总比聚众吸毒要好控制点 沈南被压着挣扎了一下 王一鸣毫不客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老实点 一旁 其他的警察已经把沈南散落在桌子上的那些毒品 都收到了袋子里 准备带回警局化验 不过 看沈南这个样子 也没啥化验的必要了 直接人赃并货 王一鸣和其他人把沈南给带回到了局里 和沈南一起被带回去的 还有那袋重量有五百克的冰毒 王队 这小子也太猖狂了吧 五百克冰毒都能直接枪毙了 路上 一名圆脸女警看着手中被封上的袋子 对着那一大包白色晶体 嘖嘖称奇 当时 他们在快地站拦截包裹的时候 看见这包冰毒都惊带了 其兴奋程度跟看见二等攻势的 哼 这些瘾君子 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王一鸣满脸嫌弃地 等一会回局里 我要亲自审问他 我倒要看看 他从哪里搞到的这么多冰毒 听到王一鸣的话 众人都没出声 他们也想知道 这么大剂量的冰毒 是从哪弄的 很快 一行人就回到了岛城警局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沈南那股上头的劲才下去 人渐渐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被考在审讯室里 面前还坐着两名警察 沈南当场就崩溃了 你们他妈谁啊 为什么要抓我 我没犯罪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敢抓我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沈南仗着自己颇有家事 并不把这些警察放在眼里 一双眼睛通红 奋力挣扎 王一鸣抬头淡淡地 看了一眼愤怒的沈南 浑身气势不怒自威 像沈南这种 家里有点小钱 就无法无天的富二代 他见得多了 都是一群没受到过 法律毒打的蠢货 够了 安静点 王一鸣猛地一拍桌子 立声喝止 沈南到底是没经历过事的小孩 被吼了一下之后 缩着脖子闭上了嘴 眼神飘忽不定 他还记得当时 王一鸣他们冲进他家 是在他吸毒的时候冲进来的 人脏病祸 刚刚说那些 只是给他自己壮壮胆 剑沈南泄了气 王一鸣趁热打铁 又吓唬了他几句 我告诉你 你现在牵涉到的 是一件很严肃的案件 我们在你家查到的冰毒 总重一共五百克 已经达到了枪壁的标准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们这事再给你机会 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调查的话 还是有减刑的可能的 知道吗 王一鸣虎着一张脸 而沈南在他说 已经达到枪壁的标准时 就已经吓得不行了 狂点头表示 自己会配合调查 姓名 沈南 年龄 22 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高中的时候 在国外吸的马骨 王一鸣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沈南的情况 了解完毕后 王一鸣直奔主题 你是从哪里购买了 五百克冰毒的 此话一出 刚才还垂着脑袋 一脸沮丧的沈南瞬间抬起了头 满眼激动 不是我买的 警察同志 我没买这么多 王一鸣皱眉 沈南继续解释 我只是在网上找人 买了十克的冰毒 我也不知道 他给我发了五百克这么多 呜呜呜 警察同志 我知道错了 我真没买这么多冰毒 沈南痛哭流涕 深切地认识到了 贪小便宜会丢命这个道理 王一鸣和另一名警察 疑惑地对视一眼 你说 你只买了十克 沈南抹着眼泪点头 对 我只要了十克 警察同志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去查我扣扣的聊天记录 听到沈南的话 王一鸣皱了皱眉头 扣扣的聊天记录 你是在网上购买的冰毒吗 王一鸣的脸色很是严肃 在网上购买冰毒这种事 他们还闻所未闻 沈南一心想着宽大处理的 立刻就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 都交代清楚 对 我是在网上买的 他们有那种扣扣群 里面有卖货的 我就是在那个群里面找的卖家 然后把地址 钱什么的都给他 他给我发过来 王一鸣低头坐着记录 心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这些瘾君子和毒贩 正在猖狂的活动 互联网 已经成为了他们一个新的气息地 甚至还有一个十分完善的线上产业链 这个消息给王一鸣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沈南想了一会 还补充交代了一句 对了 那个给我发货的卖家 一共发了两个包裹 他说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被警察发现一个是冰毒 一个是冰糖 听到这话 王一鸣等人更加震惊了 对于这个贩毒的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缜密 你知道这个卖家叫什么吗 王一鸣急切追问 直觉告诉王一鸣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对手 他们目前掌握的 只有快递包裹上的一个地址 沈南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他是刚进去没多久的 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绰号 文言 王一鸣等人不由得有些失望 先把你的call号号给我们吧 思来想去 王一鸣还是准备先了解一下 这个线上贩毒的产业链 与此同时 他们也将沈南的审问结果给上报了 毕竟一个连发包裹都要发两份的毒贩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边 专案组 这天 专案组收到了一个来自摩都的快递 快递的原寄件地址是川省 是之前摩都警方在纪炎那边订的冰毒 在这个快递到了摩都之后 摩都警方直接转寄给身处烟精的专案组 中的包裹 孙小言点了点头 对 摩都那边的人刚刚才递上来的 赵龙了然 直接下令 拆开看看 话音落下 孙小言就把快递给拆开了 一袋透明的金状粉末出现在众人面前 围拢过来的众人满脸的愕然 如果说尹君子和毒贩是最了解冰毒的人 那他们这些警察就是第二了解的了 很明显 这是一袋冰糖 而不是冰毒 怎么回事 赵龙看着桌子上的冰糖碎渣 满心疑惑 这就是摩都那边直接寄过来的呀 孙小言也有些猛逼 仔细检查了一下包裹的寄件地址 原本的地址就是寄严的地址 众人没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龙沉吟了一会 转头看向众人 这件事情先不要传扬出去 你们联系一下摩都警方问问是什么情况 小诚 你继续查寄严的身份信息 是 众人应了一声 转头开始忙赵龙吩咐下来的事情 赵龙则是看着手中的冰糖紧皱眉头 这些天 他们一直都卡在调查寄严资料的这一步 奇怪的是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查 寄严的信息就是那些 简单的近乎一张白纸 但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所以他们都不怎么相信这是真的 如果这是假的 那真实信息呢 为什么他们一点都查不到 莫非 这就是真实信息 难道这些信息就是他的真实信息吗 赵龙看着屏幕上的资料 喃喃自语 有些举气不定 我已经用各种方法 查了这个人的生平诡计 查到的资料就这些 没有别的了 寄严 二十来岁 无父无母 家里有个堂殿 承蒙耸了耸肩 有些泄气 顿了一下之后 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还有营业执照 对于自己的电脑技术 承蒙很自信 没有他查不到的东西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那个答案 不管有多离谱 都是正确答案 也许 这个寄严的背景 就像是资料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很明显 承蒙觉得自己的调查结果 没有什么问题 赵龙没说话 始终在看着寄严的资料 看着两人沉默的样子 孙小言悠悠地叹了口气 赵队 你真的相信 这个人会这么简单吗 他可是一个毒贩 我觉得 肯定有些东西 我们还没有查到 孙小言算是坚定地认为 纪言不简单的那些人之一文言 承蒙想说什么 但又咽回到了肚子里 虽然他对自己的电脑技术自信 但也觉得 孙小言说得不无道理 身为专案组的成员 他不能意气用事 局面逐渐变得胶着 正在赵龙心中的天平 逐渐偏向 这就是纪言的全部资料时 关于岛城警局 审问审南的口供 被递了上来 赵队 岛城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抓获了一名吸毒人员 这个吸毒人员 也是在互联网上购买的毒品 地址 和我们正在追查的那个地址 一模一样 一名警察 将口供递给赵龙 听到和纪言有关 赵龙连忙接了过来 匆匆忙忙地翻开 孙小言等人 也伸长了脖子看口供 岛城抓获一饮君子沈某 截获冰毒500克 据其交代 其实在网络上联系了卖家 其后卖家发货 卖家在给沈某寄包裹的过程中 总共寄了两个包裹 一个为冰毒 一个为冰糖 以此混淆试听 众人仔细地看着地上来的口供 心中无比的惊讶 首先 是这个冰毒的 克数多地超乎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其次 大家清楚地看见 那个装有500克冰毒的包裹 寄出地址 正是寄言所在地 赵龙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子 有点太鸡贼了吧 看到手中导乘警方交上来的资料 赵龙已经明白了 刚才那个装满冰糖的包裹 是怎么回事 感情 人家是寄了一个冰糖 一个冰毒 孙小言等人 此刻也反应过来了 这个寄言的狡猾程度 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了呀 500克冰毒 他怎么敢的 这已经可以直接枪毙了 一次寄出两个包裹 迷惑我们 太鸡贼了 好狡猾 所以 还有一个冰毒的包裹 正在发往魔都 专案组的一众成员 都眉头紧锁 对于季炎的狡猾程度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像他这样 迷惑警方视线的犯罪手法 他们这些警察闻所未闻 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小子 立刻联系魔都警方 让他们关注一下 最近有没有新的包裹到站 赵龙猛地合上手中的口供 转头看向电脑屏幕上 季炎的大头罩 此刻赵龙在看季炎的照片 都觉得那张青色的脸上 充满了狡诈 刚才还觉得 那些信息 应该就是季炎真实信息的赵龙 直接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这小子太狡猾了 我们查到的那些信息 绝对不可能是他的真实信息 赵龙说的 那叫一个斩钉截铁 其他成员 也有些许的愕然 一个连寄个包裹 都要寄两份的毒贩 自己的身份信息 会不隐藏起来吗 赵龙继续往下说 像他这样的毒贩 阴险 狡诈 心思深沉 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 绝对只是他想让我们看见的 至于他的真实身份 肯定另有玄机 赵龙现在是打死都不相信 纪炎只是一个开糖店的小商贩了 就凭纪炎机包裹的这个细节 他绝对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赵龙说完之后 整个专案组的气氛 显得更加沉重了 一股难言的压力 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孙小言等人 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最终 孙小言点了点头 我同意赵队的想法 这个纪炎绝对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孙小言本就不相信 他们查出来的那些资料 是真的 现在又出现了沈南的口供 无疑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受赵龙和孙小言两人的影响 专案组的其他成员 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我也同意 一个心思如此细腻的毒贩 不可能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目前这个纪炎展现出来的资料太干净了 查得也太简单了 就像是弄好了 摆在那边等着我们去查一样 我这么认为 查得太简单了 纪炎可能都不是这个人的真实性命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得再查一查他的真实信息 一番讨论下来 专案组的诸位成员都已经表明了立场 大家都觉得 纪炎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他们查出来 这个人不简单 承蒙的表情明显有些挫败 他查了这么长时间纪炎的身份 用尽了各种手段 却只查到了那些假的信息 让他有一种被纪炎戏耍的感觉 赵龙察觉到了承蒙的情绪 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 别灰心 这个毒贩 也算是我们见过新眼子最多的毒贩了 之前我们不清楚这个人的形式风格 所以有些掉以轻心了 接下来 我们还得更谨慎 更小心一些 不仅要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 还不能让他发觉 明白吗 赵龙一番话下来 众人的斗志再次被点燃 明白 承蒙锁紧眉头 重新做到了电脑前开始操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纪炎绝对是一个电脑高手 如果被他发觉 警察在调查他的话 说不定把局面弄得更糟 只能更小心一点 赵龙也在联系人 希望能借一些擅长计算机的警察 来协助承蒙 至于要不要通知川省警察局 赵龙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通知他们 说到底 还是怕川省警察局打草惊蛇 川省 又是新的一天 纪炎早上去快递 占寄了几个包裹 顺道还滴留了一笼小笼包 和一杯豆浆回来 坐在店门口的躺椅上 悠哉悠哉 皮包线大的小笼包 在嘴里绽放出肉香 一个字 绝 纪炎吃着早餐看着店 眼睛也在欣赏着 这片街区的市井气息 这才叫生活啊 纪炎一脸感慨地溃叹了一句 记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簇拥着朝学校走去 家长顺带手地 给他们买个早餐 朝气蓬勃的 打量着周围 纪炎轻轻皱了皱眉头 最近 学校门口的这条街 多了不少新的小摊贩 毕竟是小学门口嘛 肯定是少不了摆地摊的 卖卖玩具辣条 支个卷饼档口 卖点新鲜的小吃 小鱼小鸡啥啥啥的 都很正常 至于有心癌的小摊贩 也不奇怪 只不过 经过纪炎这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这些多出来的小摊贩 好像并不是地摊老手 像是刚刚出来摆地摊的新手 我家孩子都要迟到了 你怎么摊的卷饼还没摊好 正当纪炎皱眉思考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一阵争吵声 不少人都转头看了过去 纪炎也十分好奇地 伸长脖子看了一回 一个身形微胖 躺着卷发的中年妇女 带着一个小胖蹲 站在卷饼摊前大声抱怨 摊卷饼的是一个中年大叔 看上去有几分木呢 郑洁尽全力地 用刮板去把铁当上面的面糊 给刮云刮圆 只不过 越是忙碌 那摊面糊就越是被刮了个稀碎 稍等稍等 马上就好 中年男子也有些着急 努力地旋转手腕 把面糊给摊开 耽误我儿子上学 你赔得起吗 会不会做煎饼啊 真是的 现在什么人都能出来摆摊了 要不是我儿子想吃 我才不来你这买 那胖女人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贪主折腾了半天 终于把煎饼给弄圆了 只是形状有些丑陋 弄好之后 又慌忙刷酱弄菜 笨拙地把煎饼折叠 装进塑料袋里后 中年男人把东西递过去 给你 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纪炎把这一幕 从头到尾地看在了眼里 当那胖女人离开之后 贪主的眼神 跟纪炎的眼神 在空气中撞上 愣了一下 那摊主朝着纪炎 露出了一个苦笑 纪炎也同样地 冲他笑了笑 移开了视线 唉 多不容易啊 纪炎好一顿感慨 眼神又转到了那些 卖小鸡小鱼 和漫画书的摊子上 这些人是不是 刚刚才出来摆地摊 纪炎并不是很关心 他只是在想 这些人在小学门口摆地摊 能挣到钱吗 那些卖吃的倒还好 尤其是这些 卖漫画书和小动物的摊子 家长能同意小孩买吗 泽泽 一点商业头脑也没有啊 纪炎叹了口气 想起来 自己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倒是也看见过 这些校门口卖小动物的 人倒是围得多 真买下来的 没几个 算了算了 我关心人家干啥 我自己的生意 还没着落呢 纪炎靠在堂椅上 多少有些惆怅 今天他去快地站的时候 寄了三个包裹出去 都是以前的订单 没办法 因为那些人 在群里面说的那些话 对纪炎的生意 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虽然大家都暂时 选择了相信他 但来找纪炎买冰毒的人 越来越少了 大家都想先观望观望 那些人能不能收到真货 毕竟没人是傻子嘛 所以 纪炎现在也挺惆怅的 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生意 还能做多长时间 哎 难搞啊 纪炎咽下最后一口包子 叹了口气 次日 专案组还在调查着 纪炎的信息 赵龙从别的部门 调来了两名电脑高手 技术都很高超 专门来调查 纪炎的身份信息 小陈 怎么样 赵龙拍了拍于晨的肩膀询问 于晨就是调来的 两名电脑高手之一 听到赵龙的询问 于晨面露难色 赵队 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 查这个人了 但是 查出来的资料 还是那些啊 于晨一脸的匪夷所思 他刚到专案组 就从赵龙那边 听说了关于那个纪炎的 所有事情 同样感觉 这个心思缜密的大毒贩 不简单 他也不相信 这样的一个人 会是开糖店的小生意人 头儿 我们真的查不到更多的信息了 承蒙查得有些身无可恋 赵龙也很无奈 但没有办法 他们不找到这个毒贩的真实信息 根本就没办法展开下一步行动 谁知道他有没有后手 谁知道行动之后 会不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哎 算了 再查一查吧 赵龙拍了拍于晨的肩膀 几人齐齐叹了口气 再次买手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在专案组拼命调查的同时 大毒贩纪炎正哼着割网糖店感 心情似乎不错 刚刚他也是去快地站系包裹了 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一直到了晚上 纪炎吃饱喝足 坐在电脑前的时候 看见了不少瘾君子都跑过来给他发消息 老哥 我的货什么时候到啊 这都好几天了 兄弟 你那边能看看货到哪了吗 啥时候到货 冰糖都到好几天了 这些人实在是等不及了 老早就想吸一口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货还没到 这谁忍得住 不知道的 还以为纪炎给他们强制戒毒呢 对于这些消息 纪炎照旧装作没看见 并不打算搭理 那些瘾君子们等了好久都没等到纪炎的消息 又转头在群里面吐槽纪炎 卧槽 那老哥怎么不理人啊 我这要憋死了 我感觉我马上都能接了 这都多长时间了 还没到啊 马得 还没到货 不会被条子给劫了吧 要不然再去别的地方买点 光等那老哥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有点怀疑 那老哥是不是在骗人 众人不知道群里有纪炎的小号 一直在讨论着货还没到的事 正在这时 许久没在群里说话的王毅 突然出现了 最近大家都小心点 刚得到消息 穆男被抓了 穆男是沈男在群里面的网名 他们不知道沈男的名字 只能用他的网名来称呼他 这个人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上次站出来 说纪炎发两个包裹是真的 还晒出来了自己所收到的毒品照片 自此之后 就没有在这个群里面说过话 感情 他是被抓了 看到王毅发来的消息 群里众人都愣住了 包括用小号在群里面潜水的纪炎 扣扣群里一片安静 紧接着 王毅又切到了和纪炎的对话框 老哥 沈男被抓了 你小心一点 看到这句话 纪炎心中更为疑惑了 沈男是谁 很快 纪炎就收到了王毅的回复 就是你继续岛城的那两个包裹 收获的人叫沈男 王毅在群里面 还没说出沈男的名字 跟纪炎聊天的时候 却是直接说出来了 这让纪炎深感惊讶 看起来 这个王毅有点东西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王毅人是在滇南的 居然知道岛城的人被警察抓了 还知道那个人姓沈名水 明显不是一般的瘾君子 是有点关系在身上的 就连给沈男寄东西的纪炎 也是刚刚才知道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的 纪炎还在惊讶 王毅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 老哥 你可能被警察给盯上了 最近别忙着寄东西了 王毅跟纪炎聊了几次天 还是很欣赏纪炎这个人的 得到消息 也不忘提醒纪炎一句 而坐在家中的纪炎 却是疑惑无比 警察怎么会盯上他 这个沈男被抓 但他有关系吗 纪炎此刻可以说是心乱如麻 不是吧 我只是寄了几包冰糖而已 警察没必要盯上我吧 纪炎百分百的确定 自己只是寄了几袋冰糖 至于沈男 为什么会收到一袋冰毒 他是压根就不知道 警察如果把沈男给抓了 原因肯定是出在这个冰毒上 原本纪炎在群里面 看见沈男说 收到了两个同一地址寄出的包裹 还没怎么放在心上 现在看来大有玄机 那些警察 没准就是因为那袋冰毒上的 寄件地址 才盯上他的 可问题是 纪炎他根本就没计冰毒啊 那那袋冰毒是从哪里来的 纪炎一头雾水 完全想不明白 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接着 纪炎的目光又放在了窗外 按照王毅所说的 已经有警察盯上了他 现在 那些盯烧的警察肯定就在附近 真搞不明白 为啥要盯我 纪炎心中疑惑非常 脚步已经不自觉地走到了糖店门口 不着痕迹地扫射了一圈周围 那些新来这边摆摊的 卖小鱼小鸡 早点的人还在热情地叫卖 街景一如往常 然而 此刻这一幕落在纪炎的眼中 却多了几分不和谐 之前他看见这些摊贩的时候 还没有想太多 现在看来 其中大有文章 为什么摊煎饼的人装备齐全 却笨手笨脚 为什么那些卖漫画书的人 几天都没卖出去一本 却从来没有换过地方 难道 这些人都是过来盯烧他的警察吗 便衣民警 纪炎越想越觉得合理 要不然根本没有其他的解释 正当纪炎观察他们的时候 那个摊煎饼的大叔 突然看了纪炎一眼 眼神十分灵力 看见纪炎的目光也在这边飘 大叔立刻换上了一副憨厚的笑容 仿佛刚才那灵力无比的眼神 只是纪炎的错觉一般 纪炎顿了一下 嘴角扬起了一抹和善的弧度 额头却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 无暇做他想 纪炎下意识地转身进了房间 心脏砰砰跳 难道 门口的那些新摊贩 真的是警察 还有 为什么王毅对这些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人 屏幕上 还是他和王毅的聊天框 心中满是疑惑纪炎 直接把困扰自己的问题给敲了出来 沈南被抓跟我有关系吗 你怎么知道他被抓的 警察真的在我附近盯梢吗 纪炎一连给王毅发了好几个消息 颠难 王毅正在跟别人了解具体的情况 看见纪炎发来的一连串消息 王毅脸上露出了一种讳目如深的表情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就先不告诉你了 我有我的路子 王毅飞快地敲着键盘 混这个圈子 要是没点路子 早就死翘翘了 不过嘛 这种路子肯定不能跟纪炎透露 谁都有点自己的秘密 王毅继续给纪炎发消息 那些条子现在肯定已经盯上你了 反正你最近小心一点吧 至于沈南 你就别管了 他人现在已经在里面蹲着了 不过 有一个事你也该知道一下 沈南被抓 原因应该就是 你的那个包裹 他是在收到你的那个包裹之后 吸的时候被警察抓到的 虽说王毅他不准备跟纪炎说太多内幕 但沈南到底是怎么被抓的 王毅还是给纪炎大致地解释了一下 的确是跟纪炎有关系 关系还很大 就是在吸纪炎给他的货的时候被抓的 看到王毅的解释 纪炎那叫一个猛逼 这个瘾君子被警察抓到 还真他娘的因为他 可是 他真不知道 那袋冰毒是怎么从他的地址 跑到沈南那边的 真不是他记得 纪炎纠结得不行 眉头紧锁 冰毒不是他记得这件事 肯定不能跟王毅说 但如果这些人都觉得 沈南被抓是他的原因 对他来说 麻烦也很大 纪炎纠结着 在键盘上悄悄打打 准备再向王毅打听一些内幕 还没等纪炎想好 应该怎么跟王毅说 王毅的头像就已经变灰了 这是直接下线顿了 我靠 纪炎骂了一声 删除了对话矿里 刚打出来的那几个字 整个人都十分的焦躁担忧 门口那些新摊贩 十有八九是过来盯烧的 警察他该怎么办 马德 我不会真的被条子抓吧 活两辈子 我特么还没蹲过橘子呢 纪炎满脸愤愤 纪炎由于良久 扫尸了一圈屋子 脑中已经萌生出了跑路的念头 要不我直接跑路 要是被抓了 我既某人清白一事 不就全毁了吗 将来孩子都不能考功了 纪炎念念叨道道 已经开始准备打包一些 金银细软顿走了 而就在他考虑 要不要就此挥别江湖的时候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扶至心灵 不对啊 老子跑路干啥 我特么卖的全是冰糖 这事儿跟我有鸡毛关系 警察叔叔抓我也没用 纪炎脸上的担忧惊恐 全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无语和苦笑 这不是纯纯脑子短路了吗 他是卖冰糖的 快递系的也全部都是冰糖 至于沈南和王毅收到的冰毒 和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门口的那些 假扮贪贩的便衣警察 就算他们是过来盯着自己的 那又怎么样 他们抓的是卖冰毒的毒贩 跟他卖冰糖的小生意人 有什么关系 马德 傻逼了直接 纪炎稳稳落坐在电脑桌前 对几分钟前一惊一乍的自己 很是无语 主要是敬畏警察叔叔 是他刻在DNA里的良好美德 再加上 他跟这些瘾君子 毒贩打交道久了 难免有些小小的心虚 猛的得知自己被警察盯上 这才会慌了阵脚 无所谓啊 无所谓 反正我没贩毒 就算警察叔叔把我抓起来 也一点罪都定不了 我只是冰糖卖的 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而已 纪炎春风拂面 碎碎念得十分鸡贼 这个时候 就完全体现出了 他在决定走这条路时的英明睿智 就不说把冰糖当冰毒卖了 纪炎觉得自己最聪明的地方 还是在于他定下规矩 一次最多卖十颗冰毒 价格始终保持在两千元以下 警察是想给他定诈骗罪都定不了 总而言之 不管那些毒贩 或是瘾君子怎么样 都跟他扯不上一点点关系 忽然反映过来的纪炎 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 直接把群聊 还有王毅的对话框给插掉 点开了视频软件 顺手又摸起了旁边的一袋软糖 一边吃东西 一边刷具 燥热也被辛勤工作的电风扇抚平 小日子过得十分潇洒 与此同时 群里那些瘾君子 就没有计言这么潇洒快意了 得知沈南被抓这一情况 群里众人都有些发慌 瞬间感觉危险正在朝着他们逼近 沾染上毒品 他们这些人几乎可以说是 整天在钢丝上行走 稍有不慎 就会落得一个进监狱的下场 警惕是必然的 可不管他们再怎么警惕 都斗不过警察 群里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传来有人被抓的消息 当然 这些人被抓的消息 都是王毅站出来告诉他们的距离 上一次王毅通知他们有人被抓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本以为创了一个新群聊 批了一个正经群名 会降低被抓的风险 没想到这又出了事 一时间 群里头的这些人都有些草木皆兵 短暂的沉默之后 众人疯狂地讨论了起来 卧槽 怎么又有人被抓了 沐南那小子是岛城的吧 怎么这么突然 王哥 他被抓多久了 前两天不是还看他在群里冒头说 收到货了吗 我还说 那小子怎么这两天没动静了 原来是被抓了 现在在群里出言讨论的 基本上都是那些瘾君子 一个个都很紧张 和他们这些人相反 群里的那些毒贩 却是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周全和马脸他们 自从王毅出来说沈南被抓 既然被警察盯上之后 周全几人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都落了地 沈南为什么会突然被警察抓到 他们这些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有冰毒祭到岛城这件事 不就是周全举报的吗 过了这么久 周全还是没忘自己的本心 就是把祭言给弄死 原本他们看见沈南在群里面说 收到冰毒包裹的时候 还很紧张是不是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现在看来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总算让你小子被警察盯上了 也没算浪费我的那些货 电脑屏幕后 是周全不满争鸣笑容的脸 他不知道沈南被抓的时候 警察查到的是 祭言寄过去的几颗冰毒 还是他寄的那五百颗冰毒 但从现在祭言被警察盯上的速度来看 警察查到的冰毒 很大概率是那带五百颗的 能直接把祭言给枪毙的剂量 兴奋之下 周全点开了他们这些毒贩 私下里的那个群聊 马连等人已经开始在群里面 讨论这件事情了 挺好的 那小子总算是被条子盯上了 周全在群里面冒了的炮 见周全露面 马连等人纷纷捧场 老大牛逼 这下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那小子这下肯定惨了 被警察盯上 还有活路吗 看警察查得这么快 估计查到的是周哥的那批货 咱们还不知道 那小子寄出去几颗货在哪呢 无所谓了 只要能把那小子弄死就行了 也是 就是辛苦周哥了 花了十六万 买那小子的命 赶抢咱们的生意 就得让他付出代价 群里的这些毒贩 丝毫不觉得自己 为了除掉祭言 顺带着把沈南给点了有什么问题 自己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一众毒贩不断地吹捧着周全好计策 把周全吹得 那叫一个飘飘然 说了半天 周全又提醒了这些毒贩 最近也要小心一点 难保那些条子 不会顺藤摸瓜地查到 他们身上众人纷纷表示明白 紧接着 众毒贩又假装无事发生 回到群里继续观测风向 扣扣群里 那些瘾君子 还在紧张地讨论着 沈南被抓的事情 每次群里有人被抓 王毅就会跳出来 通知这些人 然后其他的瘾君子 再吐槽几句 那些被抓的人 怎么这么不小心云云 只不过 这一次众人主要讨论的是 沈南被抓到底 和纪言有没有关系 王毅只跟纪言单独说了一下 沈南被抓是跟他有关系的 没直接在群里面说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也并不十分确定 只不过 大家猜测了一通之后 都觉得沈南被抓 纪言逃不开关系 前几天沈南还在群里面露面说 收到了纪言寄过去的两个包裹 现在王毅就说沈南被抓了 从时间上看 沈南肯定是因为纪言的包裹 才被抓的 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 沈南是收到包裹之后 被抓的吧 为什么这要巧 你们收到那些货了吗 没有 只收到了一袋冰糖 我也是 马得这都几天了呀 还没到货 我感觉那小子的身份不简单 要不然沈南怎么会刚收到货 就被抓了 尼玛 那小子别是条子的卧底 卧槽 真的假的 正当那些瘾君子讨论的时候 有人开始质疑纪言的身份 他们并不知道 纪言的小号在群里 讨论的也是肆无忌惮 一旦激起千层浪 在有人提出纪言的身份 有可能是警察卧底之后 不少人都紧张了起来 如果纪言真的是警察卧底的话 他们这些人不就玩完了吗 那些找纪言订过货的人 被抓不都是迟早的事情 地址 聊天记录啥的 证据齐全的 不能再齐全了 一时间 群里的那些瘾君子 人人自危 我草 那小子要真是警察卧底的话 咱不都得完蛋 马得 钓鱼执法是吧 草 要不要直接跑路 我给的地址 不是我家的地址 警察应该找不到我吧 特么的 咱们要是被抓了 你还能逍遥几天 那小子有几天没说话了 他不会 已经被抓了吧 事情愈发的扑朔迷离 关于纪言到底是不是警察线人这件事情 还没有定论 又有人提出了新的猜测 沈南为什么会在收到货之后 就被警察抓到 如果纪言不是卧底的话 还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纪言已经被警察抓到 是他把沈南给供出来的 纪言除了刚刚回复了王毅的话 这几天 没有跟群里的任何一个人聊过天 谁都不知道 他现在还安不安全 本就紧张到几点的众人 更慌了 草 不是说 那小子是警察的卧底吗 不是 咱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那哥们要是已经被警察抓了 把沐南给供出来 咱们不也会被供出来吗 尼玛 咱就一定得隔屁是吧 沐南那小子被抓了 他会不会把咱们给点了 特么的 他真有可能把群里面的人都给供出来 算了 准备跑路吧 群里的这些瘾君子 生动形象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风声鹤唳 刚怀疑完纪言 又开始怀疑沈南了 他们虽然没有进过局子 但也大概能猜到 警察会审问什么 现在纪言有没有被抓 还不确定 但沈南已经进去了 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那些警察绝对会问 沈南是从哪搞的祸 怎么联系的云语 这一来二去的 他们不都暴露了吗 说不定 现在警察就已经在用沈南的扣扣号 看他们在群里面聊什么了 意识到这一点 原本还在讨论的众人瞬间闭嘴 群里安静如鸡 尹君子们都担忧的不行 已经时刻准备跑路了 不过 他们担心的这些问题 周全他们并不是很在乎 现在互联网刚刚普及 那些警察在互联网上的监测力度 还不是很大 技术也不是很成熟 即便是他们能看见 群里这些人在讨论什么 一时之间 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扣扣号 找到他们在哪 这也是他们这些毒贩 能在网上如此狂妄的一个原因 周全直接无视被警察监测的风险 在群里面带起了针对计言的节奏 沈南被抓 肯定跟那小子脱不了干系吧 自从上次有人出事之后 我们已经很小心了 很久没有人被抓了 怎么那小子刚来 就有人被抓了 周全躲在屏幕后面当起了键盘侠 针对计言针对得十分明显 总之就是猖狂 周全他不仅想让计言被警方枪毙 还想让他在这个圈子里面 身败名裂 计言现在到底有没有被警察抓到 或者是警察以后能不能抓到他 周全都不在乎 他先把计言的后路给断了 让计言以后 再也不能在圈子里面做生意 其他的毒贩明明知道 沈南被抓是周全一手策划的事情 但也没有戳破 而是纷纷在群里面 冒头给周全打配合 是啊 上次有人被抓之后 我们都很谨慎了 根本没出过事 那小子刚进卷 咱们群里就出事了 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 那小子都豁不对版 你们不会真的觉得 他是为了迷惑警方视线吧 我看他就是多此一举 为了让你们相信他而已 这些毒贩一直在说沈南 被抓和计言有关系 把脏水一股脑都往计言身上泼 其他的瘾君子 因为担心警察在看群 所以暂时都没有说话 群里全部都是这些毒贩在带节奏 看着这些人都在说 纪言的底子不干净 那些瘾君子也渐渐开始动摇了 本身 他们就有点怀疑 纪言被这些毒贩 简明恶药的点出来之后 他们对纪言更加不信任了 是啊 在纪言进他们圈子之前 他们可是很久都没有出事了 怎么就纪言发了祸之后 就开始出事了呢 就这要巧 那些瘾君子始终保持着沉默 心中对纪言的怀疑 也渐渐浓重了起来 周全见到群里没人说话 再次加了一把火 依我看 那小子要么是条子的卧底钓鱼执法 要么就是条子的线人 因为周全和马连等人带着节奏 群里那些人已经不信任纪言了 在周全一锤定音之后 大家已经对纪言的身份不干净 深信不疑 相比于刚刚进卷没多久的纪言 他们显然更相信周全等人 而且 纪言形势也的确让他们怀疑 除了王毅和沈南 没有任何一个人收到纪言的货 收到货的沈南 还被条子给逮了 这里面能全都是巧合 傻子才信 那些尹君子见周全等人 还在群里说话 最后一份顾虑也没了 当即就开始在群里指责起了纪言 我也觉得那小子底子不干净 肯定和条子有关系 在他出现之前 我们可是很久都没有出事了 他真是条子的卧底 现人 十有八九 要不然哪有这样巧的事 沐南被抓一个是他自己不小心 其他的肯定有那小子搞的事 马德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让那小子退钱 然后跑路啊 一众尹君子商量来商量去 最终还是决定要让纪言把钱退给他们 然后赶紧跑路 或什么的 肯定没法等了 为了那点货被条子抓 然后进去吃牢饭 实在是太不值当了 群里一派激昂 在纪言那边下 完单的尹君子 纷纷准备去找纪言退钱 此刻 纪言正在家里愉快地吹风扇刷具 根本就没用小号看群里发生了什么 正当纪言沉浸在剧情之中时 他的大号突然疯狂地响了起来 听到一连串的提示声 纪言的那个怒气 直接蹭的一下起来了 卧槽 又怎么回事 纪言不用看也知道 肯定是那些尹君子又过来找他了 一点开扣扣 果然 兄弟 把钱退给我吧 别搞得大家都难看 这还是比较礼貌含蓄的话 更多的事上来就开始骂的 你妈 你小子不会是条子的卧底吧 坑老子 那么的 把钱退给我 倒成那小子被你害得直接进局子了 你还想把老子也送进去 在你这边买货是老子倒了血没 快点给老子退钱 孙子 我奉劝你一句 把钱还我 要不然我绝对会给你点颜色看 一大串私聊消息 要么是过来把他骂一顿的 要么是把他骂一顿 然后让他退钱的 看得纪言心头鬼火直冒泥马 傻逼吧这群人 纪言骂骂咧咧的 直接点开了小号 去看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人突然过来找他退钱 肯定是沈南被抓的事情 刺激到他们了 点开群聊 大概浏览了一下 纪言心里也有了数 无外乎就是 但是沈南在收到他的货之后 就被警察抓了 然后这些人觉得 都是因为他 再加上那些眼红的毒贩 在群里带了一下节奏 这群人就坚信 他是警察的卧底了 尼玛 傻逼 一群傻逼 此刻纪言只觉得 输到用十方恨少了 遇到这种事 除了傻逼 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马德 这群人的智商 都被毒品给淹了 被人忽悠 瘸了都不知道 我特别要是警察的卧底 能被警察给盯上 这么容易就被带节奏 放以后 你们就是键盘侠呀 纪言直接对着电脑口吐芬芳 被这些拥有感人智商的尹君子 弄得厌蠢症都要犯了 真特没一群蠢蛋 纪言一边骂 一边看群里面之前的消息 当看到有人说 他被条子抓了 还把群里的人 都给供出来之后 更是无语 他就在店里 好好地坐着呢 警察用什么理由抓他 真以为他纪言 跟他们这群毒贩 尹君子一样 沾了不该沾的东西 他唯一不道德的地方 就是把他们当狗溜 但这难道不是 这些瘾君子活该的吗 就算我是警察的线人 你们现在还不准备跑路 还问我要钱 僵尸吃掉的 都是你们的脑袋吧 纪言完全不能理解 这些人的想法 还想着那点钱 还不跑路 怎么想的呢 收起那个乌烟瘴气的群疗 纪言当即就抄起键盘 准备兑回去 尼玛 让你们见识见识 真正键盘侠的威力 大喝一声后 纪言气沉丹田 手指翻飞 开始蓄力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被他收起的群疗 突然开始疯狂闪动了起来 纪言当即打断施法 准备看看这些人 又开始搞什么幺蛾子 结果一打开 满屏幕的傻逼 引入眼帘 傻逼 特么的一群傻逼 那人光骂还不算 直接把那些说 要让纪言退钱的瘾君子 一个个都给艾特了出来 狂喷他们是傻逼 看到如此针锋相对的言论 纪言眉头一领 正想仔细看看 是那位好汉如此英勇 充当了他的互联网嘴涕 结果就看见了王毅的头像 熟人 看到原本已经下线顿走的王毅 重新出现在群里 纪言收回了对他们这些 尹君子的想法 他要看看这个王毅要说什么 王毅艾特玩那些人之后 群里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 随即就是那些尹君子 开始各种叩问号 不是 王哥 我们咋了 王哥你骂我们干啥 该骂的是那小子 都什么时候了 王哥 你还帮那小子说话 王哥 我们可是因为你才被那小子 骗得你可别一步错不不错 我们只是 想要回自己的钱 王哥你这是干什么 群里的那些尹君子 显然不理解王毅 为什么要逮着他们一顿喷 一句句宛如智障的发言 直接把纪言给逗笑了 只不过 纪言还是没有出声 准备看看这个王毅 还要说什么 在一片疑问声中 王毅继续出声 特么的 说你们傻逼 你们还觉得委屈了 不管那哥们 是不是条子的卧底线人 如果是的话 你们特么的还不跑 还等着他退钱 王毅直接把纪言没说的话 给说完了 他想的跟纪言一样 如果纪言真的是警察的人 根本就不会 给他们推这个钱 这特么是毒资 隔着屏幕 纪言都似乎能感觉到 王毅的恨铁不成钢 直接乐出了声 看来这个群里面 还是有明白人 纪言感慨了一句 何为毒资 用来购买毒品的钱 如果纪言真的是警察的人 这笔毒资会去哪里 直接上缴国库 充公 还想着纪言 把这个钱退给他们 这不是纯纯想辟吃吗 群里的那些瘾君子 此刻也如醍醐灌顶 当场沉默 见没人反驳 王毅继续在群里 跟他们这些人掰着 还有 如果那兄弟是卧底或者线人 要抓不应该是 其他几个毒贩吗 抓你们这些瘾君子 有鸟用 抓回去帮你们戒毒是吧 屏幕后 王毅慷慨激昂地敲着键盘 他在这个圈子里面 混了这么多年 自然能看出来 是那几个毒贩在带节奏 无非就是眼红纪言 抢了他们的生意 所以才开始在群里面带节奏 往纪言身上泼脏水 这样的小伎俩 他见多了 他也不是说 完全帮着纪言说话 纯纯是被这些人给蠢到了 而且他已经明确地 告诉这些人 沈南和纪言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人还在那边瞎菜 不纯纯 把他当通气吗 以周全为首的那些毒贩 不知道是被弃的 还是怎么样 在群里一直保持了沉默 对王毅这种 伸手啪啪打他们脸的行为 畏之一词 像是对王毅 很是忌惮一般 群里的那些瘾君子 被王毅骂了一顿之后 也终于理清了其中的关系 的确 如果纪言真的是警察的人 都费这么大惊卧底了 肯定是要点周全他们 抓他们这些吸毒的 好像没什么用 群里那些瘾君子 一顿支支吾 不知道该说什么 啊 王哥 有点猛逼 我现在到底要不要跑路 群里的这些瘾君子 理解了王毅的话 但没完全理解 从他们说的话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这些人挺纠结迷茫的 看着尹君子们 颠三倒四的发言 纪言也是乐不可知 尼玛 这些人有点小脑发育 不见全吧 王毅此刻也是这样的感觉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 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 这些人还是没理解 他要表达什么 直接扶俄叹息 刚才他说的那些 都是建立在纪言 是警察的这个假设上面的 就是为了让这些尹君子 理解他的意思 但很显然 他们那群人的脑子 转不过来这个弯 足足沉默了一分钟 王毅才继续在群里面发言 我再说一遍 那兄弟现在已经被条子 给盯上了 是木南被警察抓了之后 才被盯上的 有人在他家围着呢 所以他不是条子的线人 或者是卧底 懂了吗 王毅此刻 那叫一个无力 只能用最直白的话 给群里的这些人解释 不过 这样一来 也算是彻底洗清了 纪言是警察卧底的嫌疑 一直默默潜水 观望的纪言 都要被王毅给感动坏了 像他这样 能帮着自己骂人 又能帮自己作证的 互联网嘴替哪里找 实在是太给力了 群里那些尹君子 此刻也终于弄懂了 王毅的意思 哦 原来那小子 不是条子的人 所以 是我们错怪他了 也是 那老哥要真的是条子 我们这些人 应该早都被抓了 有人盯着那老哥 那他还能给我们发货吗 尹君子们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在纪言那边 定的货 能不能到他们手里 很快 王毅就给他们做了回复 货不货的 你们就别想了 现在那老哥 都已经被警察盯上了 你们的货 估计也已经被截了 洗洗睡吧 王毅一锤定音 直接掐断了 这些尹君子们的 最后期望 货不货的 就不用想了 现在 他们没有被警察抓住 就已经可以烧高香了 此刻的纪言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本来他就在想 那些人迟迟收不到货 应该怎么糊弄过去 结果王毅 已经直接帮他 给扫除后患了 货肯定是被警察给截了 所以他们收不到货 完全不是纪言 没有发的原因 得益于王毅的这一通解释 纪言现在是无事一身轻 而群里的那些尹君子呢 被王毅这一通骂一通对 也彻底安静了下来 怀疑纪言 是不可能再怀疑了 要怪只能怪那些警察 哎 可惜了呀 那老哥一次发两个包裹 这么谨慎 都被警察给盯上了 只能说 运气不好吧 算了 我也不盼着我的那些货了 没送到正好 谁说不是呢 说不定送到了 咱们就跟木楠一样 直接被条子给抓了 再找别人买吧 老哥那边就算了 众人在群里一阵感叹 商量着要找别人买货的事情 周全几人的计划 被王毅搅黄 心中很是憋门 但看着那些人都准备买货 也暂时没有继续追究纪言的事情 开始在群里 兜售自己的货纪言的这件事 算是被王毅几句话给带翻篇了 事情能这么简单的过去 主要还是因为 王毅说的都是有道理的 他说纪言被盯上合货 可能被截了的情况 大家也都是相信的 王毅在这个圈子里的身份 还是很神秘的 大家能相信他的话 也不单单是因为 王毅是各个群的资深群员 而是因为 每次圈子里有人出事 王毅都是第一个出来说 谁谁谁出事了的 消息很是灵通 只是这些消息 到底是怎么来的 大家就不得而知了 人家有自己的路子 他们也识相的 从来没有问过 所以 这才是圈子的尹君子们 相信王毅的主要原因 也是周全他们没有搞王毅的原因 就因为忌惮着王毅的身份 要是换成 别人敢把他们的计划打乱 早就死了几百次了 而全程观望的纪严 这一刻对王毅的好奇 达到了一个顶点 这小子到底是谁啊 这些人对他好像挺忌惮的样子 纪严看得清清楚楚 群里面几乎是 王毅单方面的骂这些人 一顿骂下来 那些尹君子 就像是安纯一样挨骂 一点都不反驳 他们不反驳也就算了 那些个毒贩也不反驳 好像不是很敢惹王毅 这哥们的消息也挺快的 还知道岛城的人被抓 而且他为啥要帮我说话 最困扰纪严的 就是王毅为什么要帮他 无亲无故 无恩无惠的 为啥呢 这人很神秘 就在纪严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的扣扣再次想起了消息提示音 点开来看 正是被纪严好奇的王毅 老哥 我没货了 你能不能想办法 搞点货给我 钱我不会少给的 但是要尽快 癫难 屏幕后的王毅心急如焚 自从他上次在纪严这边 买了两颗好货之后 也在别人那边买了不少 但都没有纪严这边的货质量好 那次货的味道始终萦绕在他的脑中 刚刚在群里为纪严辩驳 一部分原因是他受不了那群人的智商 但更多的原因还是他实在憋不住了 想再从纪严这边买点 王毅又敲了几下键盘 催促纪严早点给他发 这边纪严正在疑惑王毅的身份 就收到了这几条信息 顿时 纪严就明白了 为什么王毅要在群里面帮着他说话 感情是想再从他这里搞点货 嘖 原来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纪严望着屏幕满脸了然 随即又皱起了眉头 可是我也不是真毒贩啊 我上拿给他搞货 而且就算我是真毒贩 这不还被警察盯着呢吗 怎么给你弄啊 纪严喃喃自语 眉头紧锁 有些不知该任何是好 直接一口回绝王毅 人家在群里面帮自己说了那么多话 直接回绝也不太合适 最主要的是 看着现在群里的苗头 他这个生意 好像还能做下去 不能把王毅给得罪了 应该怎么回复 就显得是一门艺术了 纪严思虑再三 决定跟王毅打打太极 兄弟 我这边的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 警察都在盯着我呢 这样吧 我想办法给你搞点火城嘛 但多长时间才能到你呢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这个情况 纪严也只能这样糊弄王毅 很快 王毅就收到了纪严的消息 见纪严说 会得自己想办法弄点货 王毅的心就放下了大半 现在有很多警察盯着纪严 王毅也明白 这事急不得 于是乎 王毅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请快吧 发完这句话 王毅就直接下线了 而身在川省的纪严呢 现在心里也有了应对的办法 要么就是直接不发货 要么就是发带冰糖 等王毅问起来的时候 直接说货被警察给劫了 也就差不多完事了 至于这个生意 到底能做多久 那就看天意吧 和王毅聊完 纪严又通过扣扣小号 看了一眼那个尹君子的群聊 现在的群里 比之前安静了许多 没什么人再说话了 纪严乐得清闲 继续吹着风扇 刷起了锯 次日 一大早 纪严就开了门做生意 因为时间还早 所以那些小学生 还没起来上学 街上都是一些 买早餐买菜的大爷大妈 那些新来的小摊贩 也支起了自己的摊子 等待顾客上门 小姐 给我来两斤冰糖 开卤肉店的陈叔 冲着纪严吆喝 好嘞 纪严应了一声 给陈叔扯袋子装冰糖 心思还在那些 新来的小摊贩上面 陈叔 最近咱们这边 来了不少新人摆摊啊 纪严随意地 跟陈叔闹着家常 陈叔看了那些人一眼 也点了点头 是啊 是来了不少人 提到这事儿我就来气 上次我去那个 摊煎饼的人那边买早饭 好家伙 那饼摊得稀碎 陈叔冲着那摊煎饼的 中年男人挪了奴嘴 一脸的嫌弃 纪严笑了笑 想起上次看见那胖女人 也在跟摊煎饼的大叔吵架 好了呀 陈叔 慢走 看着陈叔离开的背影 纪严的视线 又转到了那些小摊贩的身上 是来盯烧他的便衣警察 在纪严看他们的时候 有几个人的视线 也落在了纪严的身上 表面上看 只是不经意的一瞥 看着这些人 纪严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不 他去试探试探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警察 虽然大概率是 但纪严还是想试探试探 说干就干 蒙上了这个想法之后 纪严直接抬脚 朝着摊煎饼的大叔走了过去 全程目不斜视 紧盯着那摊主 严昊看着纪严 冲着他走过来 直接虎屈一阵 一股压力瞬间袭来不过 严昊表面上 还是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就跟真的早餐摊老板一样 要什么 严昊笑眯眯地招呼了一声 来个煎饼 加蛋加肠 纪严也表现得跟没事人一样 在纪严跟严昊说话的同时 其他几名小摊贩的眼神 也似有若无地落在了这边 好嘞 说着 严昊就从桶里 咬出了一勺面糊 铺在案板上 把面糊摊开的时候 也极为认真 严昊纪严的这几天 他也练了一下 自己摊煎饼的技术 虽然没有那些熟手摊得好 但比一开始的稀烂 还是要好太多了 老板你这摊的技术 不太熟练啊 纪严冷不丁地冒出来 一句话 严昊的手腕一抖 额头都冒了几滴汗 脑中快速地组织着说辞 嗨 刚开始干没多久 还不咋熟悉 以前是干出租车的 没挣到钱 跑来干这个试试 严昊表面镇定地 跟纪严烙着家常 实际上心慌的一批 纪严了然地点了点头 没直接戳破 从这几句话里面 纪严已经完全确定了 这些人的身份 绝对是警察 纪严抬头看了一眼旁边 麦唐人的摊主 正紧盯着纪严的动作 视线在空气中相撞 还略有几分尴尬 纪严假装没有发现 转头继续跟严昊聊天 嗨 开出租车也不少赚其实 老板辛苦了 纪严笑嘻嘻的 但那个笑容 落在严昊的眼中 就莫名地多了几分 其他的味道 难道这小子发现了 应该不会吧 憨笑了一下 严昊没有再继续跟纪严说话 说多错多 很快 纪严那份加肠加蛋的煎饼 就摊好了 五块 纪严摸出五块钱的现金 递给严昊 顺手接过了煎饼 不过 拿到煎饼之后的纪严 并没有着急回糖店 而是四处环顾了一圈 缓缓地凑到了严昊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 警察叔说 你们是要抓什么人吗 需要我配合的话 随时告诉我 我一定会尽量配合的 纪严的声音很轻 但落在严昊的耳中 却似乎有千军众 刹那间 严昊的脸色就白了几分 脸色极其不自然 果然 这个名叫纪严的大毒贩 今天来找他买煎饼 不是一时兴起 他是有备而来的 纪严到底是什么时候 发现他是警察的 其他被钉烧的警察 有没有被发现 严昊不着痕迹的抬眼 扫视了一圈周围 当他看见那些同事 都面露紧张地 看着他们这边的时候 心跳顿时漏了一拍 恐怕 纪严不只是发现了他 还发现了其他钉烧他的人 短短一秒 严昊的脑中 就闪过了种种思绪 不过 即便是自己已经暴露了 但多年的经验 还是让严昊冷静了下来 在抬起头转向纪严的时候 严昊的表情 已经是诧异和迷茫交杂 小兄弟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啊 严昊壮似猛逼而纪严 却始终是扬着嘴角 笑容淡淡 眸中透着一抹了然 没什么 老板我先走了 说完 纪严就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警察叔叔不承认 没关系 刚才严昊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慌了 警察身份也确认无疑 朝着唐殿走的时候 纪严也瞟了几眼 其他的那些新商贩 事实正如纪严所料 那些伪装成贪贩的警察 警察也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确切来说 在他去找严昊买煎饼的时候 那些警察就已经在盯着他的举动了 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他只是想去确认一下 那些人到底是不是警察 又不会突然做出什么 威胁警察的事 他可是良民 心里有底的纪严 往嘴里塞了一口煎饼 还真别说 这警察叔叔贪煎饼的技术不行 味道还真不错 相比于纪严的冷静 严昊等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看着纪严离开的背影 一直紧绷着神经的严昊 眼神晦涩 后背刷的一下冒出了冷汗 直接浸透了衣衫 这个纪严不简单 明明知道他是警察 却赶上来直接跟他搭话 搭话就算了 竟然还戳破了他的身份 猖狂 无比猖狂 耗子 怎么回事 隐藏在严昊衣领中的小型对讲机 传来一阵焦急的呼唤 是他在旁边伪装成卖漫画书的同志 严昊面色一领 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暴露了 一句话 直接让队里其他丁烧纪严的警察惊呆了 刚才他们看着纪严去找严昊的时候 就有点慌 好像纪严还靠近严昊说了几句话 从那之后 严昊的表情就不对劲了 他们在旁边看着 都机遇报起上去控制住纪严 谁知道这个将冰毒销往全国各地的大毒贩 会干出来什么事 结果纪严什么事都没做 靠近严昊说了几句话之后 就离开了 怎么回事 严昊的同事继续追问 既然严昊说 他们已经暴露了 那就是说纪严直接当面戳破了他们的身份 这毒贩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等会再跟你们说 我先把情况汇报上去 严昊没时间跟这些人解释 依旧待在煎饼摊后 微微侧身摸出手机打电话 另一边 燕京 赵龙和成蒙等人还在追查着纪严的身份信息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赵龙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见屏幕上严昊的名字闪动 赵龙瞬间变了脸色 严昊他们不是在盯着纪严吗 怎么会现在给他打电话 赵龙无暇多想比了个让众人安静的手势后 就迅速接起了电话 喂 是我 怎么回事 赵龙开了免提 很快 严昊焦急的声音就从手机中传了出来 赵队 我们暴露了 此话一出 专案组全体成员都面色一领 心跳都漏了一拍 严昊他们怎么会暴露 怎么回事 赵龙也大惊失色 暗纳着心中的紧张询问就在刚刚 纪严过来找我买煎饼 在他付完钱之后突然问我 我们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如果我们需要他配合的话 他一定会尽全力配合的 说完就走了 严昊省去了前面发生的事情 直接把纪严当面戳破他身份的事情 给报告了上去 得知川省发生的情况 众人更加震惊了 赵龙也完全没想到 纪严的胆子会这么大 强行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 赵龙给严昊等人做了指示 我知道了 你们继续蹲守在那边 见机行事 如果发现什么不对的话 立刻把纪严给控制住 现在他们双方都已经暴露在彼此的视野中了 既然纪严的胆子这么大 直接戳破了他们的伪装 那他们也没有必要 现在就扯 就继续盯着 你不是知道我们是警察吗 那我们就继续看着你 是 严昊应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 整个专案组的气氛更显凝重 众人的表情都不是很好 赵队 这个纪严怎么会发现我们的人 孙小言紧皱眉头 被纪严的一系列操作震惊得不轻 他发现 我们在盯烧他 居然没有直接逃跑 还敢上前挑衅 这胆子也太大了 承蒙同样没想到 纪严的心理素质会这么强大 不仅心理素质强大 还目无法计 身为一名毒贩 直接找上了警方 这是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吗 这个纪严也太猖狂了 难道 他有什么别的底牌 足以支撑他和我们抗衡的底牌 他肯定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怎么办 专案组的组员们都揪起了心 赵龙闭着眼睛 心情十分的复杂 严昊他们 都是干了很多年的警察了 丁烧的经验很丰富 这个纪严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 他们在周围丁烧 观察力很强 不仅观察力很强 心理素质也过硬 这个纪严肯定不简单 赵龙睁开眼睛 眼中寒霜一片 这次他们专案组的对手 不可小觑 普通的毒贩 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去挑衅警方 是谁给他的勇气 有猫腻 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得查 这个纪严不查是不行了 必须得查 而且不能像他们之前那样查 得来点大力度的 深挖纪严的整个关系网 赵龙一脸严肃地转头 看向办公室里的这些组员 这个纪严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我认为 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只不过是纪严的冰山一角 海面上能让大家看到的 只是一点点东西 在深海之中 还隐藏着庞然大物 承蒙等人摒弃宁神 都没有说话 一个毒贩 凭什么敢挑衅警方 发现有人盯梢 不直接跑路就算了 还敢当面跟警察说话挑衅 是谁给他的胆子 就凭他自己一个人吗 赵龙伸出手指点了点 桌上几张薄薄的纸 那上面是他们这段时间以来 查到了关于纪严的所有资料 少得可怜 绝对不可能 赵龙声音一重 我们面对的 有可能是一个强大的贩毒团伙 赵龙话音落下 整个办公室真落可闻 所有人都很严肃 就连平时一直嘻嘻哈哈的孙小言 此刻也很认真 难道 事实真的如同赵龙所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贩毒团伙吗 身在燕京 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川省那边的情况 那个地方是否盘踞了一个贩毒团伙 是否有地头蛇 这些情况 他们并不知道 但是光从纪严的生意 做到全国各地 面对警方毫无畏惧来看 这个情况不是不可能 目前 纪严展现出来的关系往很简单 生平经历都很清白 但如果背后没有一个贩毒团伙 支撑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支起这个摊子 承蒙也很认同赵龙的猜想 思维转了一圈之后 承蒙补充了一句 甚至 这个贩毒团伙 还配备了武装 是一股武装力量 文言 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怕 实在是可怕 在这个年代 在一个省份内部 盘踞着贩毒团伙 就已经够大胆了 如果这个贩毒团伙 还有武装力量的话 眼下的情况 愈发鲜明 也愈发的严峻 正在众人皱眉的时候 孙小言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可是 川省不是边境地区 就算这个纪严有武装力量 应该也不会这么大胆 孙小言意犹所指 赵龙皱了皱眉 转头看向了孙小言 你的意思是 孙小言抿了抿唇 思索了一下之后 还是说了出来 也许 这个纪严上面 有一个保护伞 川省的保护伞 此话一出 屋内的气氛更加凝重了 孙小言提出的这个想法 不是一般的危险 但也是最符合 实际情况的一个猜想 川省不像滇葬 他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内陆地区 即便是纪严的背后 是一个装备武装的贩毒团伙 在这种地方 也不足以发挥其全部威力 能让纪严这么有底气的 大概率是 川省有他的保护伞 不管纪严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贩毒团伙 上面肯定有能把他们保下来的人 众人皱眉沉思 不敢妄下定论 孙小言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的猜测 继续说了下去 也许这个保护伞的力量很强大 强大到他不担心警察感动他 所以他才会发现了 有人盯梢而不跑路 才会直接挑衅警方 空气更加的胶着 除了孙小言之外 没有人继续说话 所有人的眼神 都落在了赵龙的身上 究竟认不认同孙小言的猜测 敲不敲定这件事 半张脸都笼罩在了鸟鸟的烟雾中 明显是在纠结 一根烟抽完 赵龙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中 转头看向众人 我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的 言下之意 就是赵龙已经认同了孙小言的观点 说完 赵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拨通了一个电话 将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上去 包括孙小言 关于川省有纪炎的保护伞的这个猜测 众人面色凝重 都在等着赵龙的汇报结束 自始至终 专案组的人员们都没有想过 也许纪炎真的只是一个卖冰糖的 也许人家根本没有贩毒 没有违法犯罪 所以才会胆子这么大 从一开始 他们接触到纪炎 就是魔毒警方递上了纪炎贩毒的证据 随后又是岛城的警察说 查获了五百克的冰毒 一桩桩一件件 都让人觉得纪炎是个大毒贩 绝无只是一个卖冰糖的小伤犯的可能 赵龙已经打完了电话 我已经把情况都汇报上去了 上面的人正在开会讨论 应该如何解决 赵龙声音很低 沉着一张脸通知大家 事情发展到现在 已经到了一个节点 上面在开会决断 专案组的众人也没有松下那口气 相反 大家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不知道上面的人会怎么办 承蒙眼神有些空 看着电脑屏幕喃喃自语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表情 光靠他们一个专案组的力量 已经奈何不了计言了 必须要请个外援 但是 上面对于这件事情会是个什么态度 还是个未知数 孙小言捶着脑袋 看不清楚表情 他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 但心思却很缜密 遇到事情 会把最坏的结果都给考虑清楚 就比如现在 虽然赵龙已经把情况汇报了上去 但最终的决断没下来 他还是不放心 我们还不知道 纪炎和他背后的团伙保护伞有多大 只是在川省 还是会延伸到上面 孙小言没有把话点名 但在场的人都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他们而言都是煎熬 再等等吧 别乱说 赵龙又点了一根烟 靠在窗口猛抽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 在煎熬的等待中 赵龙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上面的电话 赵龙立刻接通 开了免提 一道低沉的男声传了出来 赵队 经过我们开会讨论 我们决定派出钦差 配合专案组进驻川省 对整个川省从上到下 全都彻查清洗一遍 男声清楚地 回荡在专案组所有人员的耳侧 如同一记沉闷的敲钟声 深刻地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 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既然他们怀疑 这个计言有保护伞 那他们就直接彻查 整个川省的官员保护伞 直接把这个伞折断 肃清风气 电话已经挂断了好几分钟 这几分钟内 在场的众人都保持了沉默 既是准备为接下来的行动 做心理准备 也是为上面的坚定态度 感到震惊 没想到 上面这次整治的力度会这么大 说话的是赵龙 在接到这通电话之前 他也有着和孙小妍一样的担心 只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而且给了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 直接派钦差入住川省 远比他们之前预想的力度要大得多 上面也是下定决心了呀 孙小妍感叹了一句 心中充满了震惊 直接派钦差 看来上面对肃清川省风气的决心很坚定啊 这样一来 川省的那些官员估计要紧张起来了 嗯 肯定的 钦差一过去 估计揪出来的就不只是这一个保护伞了 除了保护贩毒团伙的 也许还有别的 众人心里清楚 上面这次整治的力度这么大 应该不只是瞄准了保护纪严的官员 估计还想着实地考察一下整个川省的智力 说不定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嗯 知道就行了 赵龙止住了众人的话头 不让他们继续揣测下去 上面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就不是他们这些人应该关心的问题了 他们只要把纪严这个人 以及他背后的所有势力都揪出来就行了 众人明白赵龙的意思 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短暂的沉默之后 孙小妍又萌生出了另外一个担心 上面直接派钦差下来会不会打草惊蛇 这个动静有点太大了 孙小妍所说的同样也是其他人心中所想的 燕京派钦差和专案组进驻川省 又不是保密前往的 没必要保密 打头的文臣出了事 下一批去的就是武将了 正因如此 大家才会担心动静太大 说不定会闹出很多事 如果保护纪严的那些官员收到消息 提前跑路也不是没可能 没事 大家放心 赵龙宽慰大家 上面一出手就是派钦差 这个态度已经很清晰了 如果有官员想跑路也跑不掉 孙小妍等人一想 也觉得的确是这个道理 想跑 不可能 真犯了事 跑到天涯海角都能给他逮回来 而且钦差和我们一起的入驻川省是很有必要的 赵龙继续往下说 如果不进驻川省的话 也不利于我们的调查 调查进度也会慢很多很多 赵龙说的是实话 就像他们现在 人在燕京离川省将近两千米 根本就不知道川省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调查进度也一直很缓慢 距离发现纪严贩毒到现在 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他们却连纪严的真实身份都还没有查出来 没错 要是调查进度一直很慢的话 估计等我们查清楚都要猴年马月了 孙小妍点了点头 入驻川省肯定是力大于弊的 其他人也点头赞同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必行之策 行了 那大家就都收拾收拾 准备下一步去川省吧 赵龙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办公室的沉闷气氛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斗志昂扬 大家纷纷开始准备下一步入驻川省的工作 此时此刻 川省 城南小学旁边的堂殿内 纪严刚吃完午饭 躺在堂椅上休息 网上没啥生意 纪严只能出来看堂殿 纪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个试探举动 引起了多少连锁反应 整个川省将会迎来一场风云巨变 纪严头枕着右手 随意地吃着一根冰棍 眼神也在四处飘荡 虽然他当面戳穿了 严昊等人便衣警察的身份 但这些人也没有直接离开 映照龙的要求 严昊他们继续留在这里盯着纪严 和之前不同的是 之前他们盯梢的时候 还会做些掩饰 现在是连装都不装了 眼神时不时地就朝着纪严扫过来 要是碰到纪严也在看他们 这些便衣警察还会递给纪严 一个警告的眼神 明晃晃地告诫纪严 不要有多余的举动 当然了 守法公民纪先生并不担心这些警察 每次跟严昊他们视线交汇 纪严都会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做人嘛 就是要坦坦荡荡 他一个卖冰糖的小生意人 会有什么坏心眼呢 现在困扰纪严的 是另一个问题 唉 生意不好啊 纪严看了这天空叹了口气 满面愁容 自从上次沈南被抓 王毅出面说话 然后闹了一场事之后 再也没有尹君子出面 要让纪严给他们退钱了 同样的 也没人找纪严继续下订单了 这也很正常 从纪严那边买的货 都被警察给劫了 他自己又被警察给盯上 谁敢找纪严买货 所以 纪严独圈里的冰糖生意 直接断了 现在纪严脑子里面思考最多的 就是应该怎么 从那些尹君子的口袋里面 掏出钱来 该咋办呢 再找别的尹君子买货 纪严难难自语 不行 那个圈子里的人肯定会互通消息 别的尹君子也肯定知道 我被警察给盯上了 在拓展新卖家的想法 刚冒出头 就被纪严给掐断了 事实情况不允许啊 上次那是闹得这么大 估计整个毒圈都传遍了 再想找别的卖家 也不可能了 唉 纪严叹了口气 起身走到电脑前 打开了那个群聊 群里也没什么人说话 大家都挺担心 警察会查沈南的扣扣号的 只有聊聊几个 批话多胆子大的尹君子 会时不时地出来聊几句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纪严翻着群聊的聊天记录 皱着眉头苦苦沉思 不管这些尹君子怎么样 纪严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他们掏钱买冰糖啊 但怎么让他们掏钱 也是一个技术活 咋办呢 纪严看着电脑皱眉思索 正当纪严想不到办法的时候 店外 一阵哐当哐当的小推车声音传来 纪严站起身 透过窗户往外看去 是早上被纪严搭讪过的严昊 推着煎柄车离开 路过纪严窗口的时候 严昊还丢给了纪严 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嗯 这些警察叔叔都走了吗 纪严有些诧异 从窗户探出身子 扫尸了一圈 事情并不是纪严想象的那样 除了严昊和几个假扮早餐 贪贪主的警察走了之外 其他的那些警察并没有离开 依旧在原地盯梢 顶着大太阳执行任务 把纪严都给整不好意思了 自己要是开冷饮店的 现在高低得给这几个警察叔叔 递上冷饮 再贴心地送上一句 警察叔叔您辛苦了 盯着这些警察叔叔 胡思乱想了一会 纪严猛地睁大了眼睛 有了 一个办法 渐渐浮现在纪严的心头 这个办法 当然是助他解开 眼下冰糖消入困境的办法 想明白 自己应该怎么做的纪严 立刻奔向收音台 一番寻找之后 纪严找到了家里唯一的一台手机 那台智能版诺基亚 纪严也没有避讳 守在店周围的那些警察 直接举着手机 冲着附近咔咔一顿狂拍 把自己附近的那些情况 都给拍了下来 那些便衣警察 因为纪严的出格 有些错愕 条件反射的抬头 看向了纪严 正巧入境 察觉到纪严的动作 留守在原地的那些警察 立刻将这一情况 报告了专案组 燕京 专案组的人 正在坐着 跟着钦差 一起入住川省的准备 结果没意会 赵龙就接到了 丁烧警察的电话 赵队 刚才纪严突然用手机 拍摄了周围的情况 我留意了一下 他应该是专门拍了 我们这些丁烧的警察 得知情况的赵龙 有些猛逼 刚刚他们还在讨论 纪严背后 是不是有保护伞 所以才会如此猖狂呢 结果转头 纪严又开始挑衅他们了 赵龙的脑中 闪过种种猜测 脸上也浮现出几分怒气 知道了 你们继续丁烧 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举动的话 直接当场抓捕 是 汇报情况的便衣 应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怎么了赵队 一名组员 看着赵龙好奇询问 刚才赵龙接电话 并没有开免提 他们没听到 对面说了什么 但是 从赵龙的反应上来看 应该是纪严 又干了什么 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 赵龙深吸一口气 把便衣汇报的情况 转述给了众人 刚刚那边丁烧的人汇报 说纪严用手机 拍了糖店周围的情况 而且着重拍了我们 派去丁烧的警察 此言一出 众人都愣了一下 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纪严这是什么意思 他派我们的便衣警察干嘛 承蒙有些猛逼 赵龙顿了一下 猜测着纪严这一行径的用意 我猜 他应该是想把照片 发给他背后的人 告诉他 自己已经被警察给盯上了 赵龙当时 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 要不然 纪严突然无缘无故 拍他们这些警察干嘛 听到赵龙的话 专案组的众人也反应了过来 纪严突然拍照片 十有八九 就是这个原因了 卧槽 这小子又在挑衅我们 孙小言没忍住 报了句粗口 这个纪严 还真是无法无天到了极点啊 原本他们关于纪严背后 到底有没有保护伞这件事 还有几分拿捏不准 纪严这一举动 让他们更加确定 自己心中的想法了 纪严在川省 绝对有保护伞 我看纪严他就是想通知 他的保护伞 然后让保护伞出手 给他解决一下 好猖狂 承蒙也被纪严这一举动 给激怒了 赵龙也压制住了心中的愤怒 嗯 就等去川省了 赵龙已经大概计划好了 如果纪严在钦差去川省之前 有什么异动 他们就直接把纪严给控制住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能让这样的一个 大毒王逍遥好过 这边 川省 纪严拍完照片 也注意到了那些便衣警察打了电话 不用想纪严也知道 他们估计是要汇报情况 只不过 纪严并不是很在乎 直接拿着手机 再次钻进了房间 不管那些警察会对他的举动 产生什么误解 他都得先把自己目前 在网上冰糖销路的困境给解决掉 回到房间后 纪严把刚刚拍到的照片传到了电脑上 随即 又用P图软件 把那些比较标志性的建筑给打了马赛克 这样一来 纪严就不用担心 自己的位置被暴露了 这些照片 是纪严准备发到那个群里面的 要是被那些毒贩 或是尹君子 知道了他的具体地址 那他的麻烦也就大了 打码很简单 两分钟就完成了 辟完图之后 纪严打开了自己的扣扣小号 纪严也不准备披马甲了 直接把这几张照片给甩到了群里 其中 那些便衣警察的眼神很明显 甩完照片 纪严又打了几个字 这些都是我家附近丁梢的便衣 现在对于纪严来说 搞钱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 在群里面掉马甲什么的 他也不在乎了 突然露面说话 倒是把那些人给吓了一跳 之前纪严都是用小号 在尹君子的群里面潜水 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这些人的注意力 立刻被纪严的照片所吸引 纪严没有拍摄到那些便衣的正脸 但群里面的人都是资深影君子 常年和警察打交道的 所以 他们自然是一眼就认出了 这些照片中的人是警察 很快 群里就因为纪严所发的这些照片 变得热闹了起来 卧槽 老哥你附近怎么这么多便衣 这得有七八个了吧 老哥你没事吧 这些也吓人了 老哥还有心情拍这些照片 应该是没啥事吧 兄弟 你快点跑路吧 这么多条子 真抓住了 不是闹着玩的 群里有不少人 都表现了对纪严的关心 虽然他们这些人 干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事 但起码也在网上聊了 这么老长一段时间 肯定是不想让认识的人出事的 尤其是不想让纪严出事 这倒不是他们和纪严的关系 有多亲近 而是因为 纪严手里掌握太多 关于他们的信息了 地址 订单 聊天记录 这些关键性的证据 纪严那边一抓一大把 要是纪严被抓了 他们离被抓也就不远了 谁都不相信 纪严能不把他们供出来 而且 那些警察随便查查纪严的扣扣后 就知道所有事情了 所以大家都不想让纪严真的被抓 兄弟听我一句劝 快跑吧 老哥你具体在哪 我对川省书 知道一个跑到国外的路线 真尼玛吓人 这些条子 天天都站在那边吗 那个啥 老哥 你看你这都被条子给盯上了 是不是没办法发货了 你看 能不能把之前的货款 退给我们啊 是啊 兄弟你看你那边都没法发货 我的货 你不还是没发呢吗 货我也不要了 你把钱退给我吧 在不少人都让纪严赶紧跑路的时候 有那么一些瘾君子 始终对自己交到纪严那边的货款 念念不忘 话还没说几句 就让纪严退款退钱 他们想的很简单 既然纪严现在都被这么多警察给盯上了 那发货什么的 自然是不可能了 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的货款给退回来 一语惊醒梦中人 在这些瘾君子发言之后 不少人再次动了让纪严退款的心思 直接在群里面 艾特纪严询问能不能把钱退给他们 虽然之前王毅已经因为这件事情 骂过他们一次了 但显然只能管一时的效果 要是纪严被抓了 那些毒子也留不到他手里 不如直接退给他们 这次他们让纪严退货的时候 倒是没有说什么脏话 都在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要钱 与此同时 将群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周全等人 都乐开了话 那个全市毒贩的群里 也在讨论着纪严被警察给盯上的事情 那小子被那么多警察盯上 绝对跑不掉了 呵呵 肯定跑不掉 他被抓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还得是靠周哥 要不是周哥精心布置 条子他们肯定没这么快就盯上那小子 周哥牛逼 周哥太大气了 还好有周哥 要不然咱们还真拿那小子没办法 毒贩们都在群里面恭维着周全 而此刻的周全 也是看着群里的消息喜不自胜 既是被群里那些毒贩们捧得飘飘然 也是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 戒严家周围有这么多条子 被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哈 应该的 这小子抢了咱们这么多生意 要他一条命也不过分 周全眼中闪烁着鹰狠 回复着群里的那些毒贩 看见周全露面 马脸突然在群里爱特了一下周全 周哥 咱们要不把那个姓王的也弄进去 马脸 正是之前特意去寄严的地址 替周全寄快地的那个人 马脸口中的姓王的 就是王毅 毒圈里面 那些瘾君子都称呼王毅为王哥 他们这些毒贩 也不知道王毅的真名 只用姓王的代替 现在 这些人暂时解决了姓炎的问题 目光又放在了王毅的身上 周哥 要不是姓王的 天天在群里面 帮那小子说话打广告 也没那么多人 问那小子买东西 咱们的生意 也不至于被抢这么多 要我说 直接把姓王的 也给弄了算了 马脸继续在群里 义愤填膺地敲字说话 在群里说的 也都是他的心里话 要不是王毅推波助澜 姓炎的生意 能做得这么快 他们能流失那么多的客户 根本就是不可能嘛 所以 王毅 也必须得做掉 在马脸提出这个建议之后 群里一片安静 大家都在私存着 到底要不要 也把王毅顺便送进去 他们虽然是毒贩 但也不是说 看谁不爽 就要弄死谁 姓炎如果没抢他们生意 他们自然不会描上姓炎 至于王毅 也不算是跟他们无冤无仇 正马脸所说 如果不是王毅一开始 给姓炎打广告的话 他们也不会被姓炎 抢了这么多生意 这人比姓炎 更让他们生气 短暂的安静之后 马脸的提议 就获得了群里 不少毒贩的支持 很多人站出来 响应我同意 如果不是姓王的那小子 咱们也不会这么惨 上次他还在群里面 把我们给骂了一顿 咱们天天给姓王的 那小子太多脸了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真以为我们怕他 把他也弄进去算了 早看他不爽了 周哥 你说句话 要不要把姓王的 也得弄进去 群里的一众毒贩 义愤填膺 以往对于王毅的不满 也都在此刻 被发泄了出来 见这么多人支持他 马脸也急不可耐地 艾特了周全 准备询问周全同不同意 毕竟嘛 周全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 不问问他 也说不过去 马脸自信满满地 等待着周全的回复 其他人还在讨论着 到底怎么把王毅给送进去 此刻 周全刚刚放完水 回到电脑桌前 还没等他坐下 周全就看见了 马脸在群里面 艾特他的消息 把姓王的给做掉 看着消息 周全满脸的狐疑 怎么又要搞王毅了 疑惑的同时 周全迅速往上拉聊天记录 粗略地看了几眼 这下 周全才了解到了 事情的全过程 得知马脸要搞王毅 周全几乎是想也不想的 就在群里发了消息 不行 王毅不能动 周全的不认同 在一众决定要整王毅的人里面 十分的突兀 群里都直接安静了 马脸也猛逼了 不是 哥 为啥啊 马脸压根没想到 周全会不同意整王毅 十分傻眼 他记得 上次王毅在群里骂人 可是把周全也给骂了进去 周全当时也挺生气的 怎么现在不搞王毅了 其他的那些群成员 也十分的疑惑 看见马脸 还有其他人的询问 周全气得直接骂了两声蠢货 迅速在群里面 回复马脸的疑问 姓王的他在每个群里 都待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 你们不记得了吗 每次群里有什么人被抓 都是他告诉我们的 这小子消息能这么灵 说不定就有后台呢 说不定 我们搞不动他 还会惹祸上身 周全生怕自己说晚了 马脸已经对王毅下手 自敲得很快 如果说动王毅的话 这个心思 周全他自己早都有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动 不就是因为担心 王毅的后台印吗 周全继续跟这些人解释 且不说姓王的 到底有啥后台 留着他 对我们也很有用处 有他在 我们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 也能做出相对的反应 至少不那么被动 所以 你们就别想着动姓王的了 周全讲的句句在里 总而言之 就是王毅千万不能动 看完周全的话 群里安静一片 那些毒贩们 此刻也都如醍醐灌顶一般 是啊 如果把王毅给弄进去了 他们以后怎么知道 那些情报信息呢 怎么知道 谁谁谁被抓了呢 一阵沉默之后 众人也同意了周全的观点 好吧 周哥说的挺有道理的 要不是姓王的那小子通风报信 咱们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还是算了吧 别动他了 我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姓王的那小子 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知道那么多情报的 我觉得吧 那小子很可能在里面有人 要不然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事 有可能 还是算了吧 说不定咱们动他也动不了 算这小子运气好 众人思来想去 一致决定放过王毅一马 除了留着王毅 给他们送情报和消息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摸不准王毅的后台 到底是什么 说不定 人家真的有上面的关系 身在滇南 知道全国各地警察的动向 这个后台还很有可能 不只是滇南警察局里的 得往上去 如果他们动王毅 说不定还会偷击不成十把米 属实没那个必要 还不如不动 群里包括周全在内的众人 此刻都表现出了一副 忌惮王毅的样子 这样的态度 直接把麻脸给整猛逼了 看着众人说着不能动王毅 屏幕后的麻脸 瞬间冒出了冷汗 满脸的惶恐和猛圈 显然是有些慌了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今天他问周全 要不要搞王毅 也就是一丝一丝 实际上他已经搞了 昨天他给王毅寄了货 用的同样是计言的地址 不仅如此 他还写了一封匿名举报的信件 算算时间 信 今天晚上就会被送到警局 明天早上 或就会被送到王毅那边 尼玛 这怎么办 我咋知道 不能搞那个姓王的 闯祸了 曹 麻脸冷汗都要下来了 一时间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给王毅寄货的时候 完全没想过 要留着他给群里的人 传消息什么的 光想着自己的生意 被纪言和王毅两个给弄垮了 现在 拦截快递也来不及了 麻脸皱着眉头看了一会群 最终选择了潜水隐身 还是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没办法 事情已经做了 他也没办法 而且 那些人要是知道自己干的事 他绝对会成为众矢之地 就当做他不知道算了 反正也是匿名信 没人能查到他头上 此时此刻 穿上 纪言还在堂殿里 一边看店 一边在群里聊天 群里的那些影君子 有一半都在让纪言赶紧跑路 另一半呢 则是让纪言把货款退给他们 对于那些 让他赶紧跑路 别被警察抓的言问 纪言很是感动 这些影君子 都要被他给溜成傻批了 居然还在替他着想 担心他 简直就是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而至于那些 趁机让纪言把钱 退给他们的那些影君子呢 纪言根本就没有理会 他今天在群里露面 就是要再搁一茬他们的韭菜的 让我退钱 怎么可能退钱给他们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不过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 都是瞬间的 此刻对于纪言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搞钱才是王道 于是乎 纪言继续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在群里发言 是这样的 你们暂时不用担心我 虽然我被警察给包围了 但我目前还不会有事 看见纪言的话 刚才那些为纪言担忧的 众位影君子 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 纪言下一句话 差点让他们眼珠子瞪掉出来 但是 你们那些在我这边 买过货的人会不会有事 我就不知道了 敲完这行字 纪言就悠然自得地 往椅子上依靠 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 群里 一众影君子 直接猛逼到了极点 什么叫 他们会不会有事就不确定了 纪言笑容满面 这一整个聊天群的人 必然得被他嚎吐才行 那群影君子们 压根就没察觉到 自己一步步地朝着纪言 设下的陷阱走去 在看见纪言说的话之后 立马急了 老哥 你啥意思啊 不是 什么叫你没事 我们这些人会有事 我们的地址 也就只有你有 你没事 我们不也就没事吗 兄弟 你该不会是想把我们给点了吧 老哥 你可得想清楚 别走错了路 纪言那句话 让这些影君子们误认 是在威胁他们 一个两个都急了 明里暗里的 让纪言别想着举报的事 本来只是想 薅一薅他们羊毛的纪言 看着这些人说的话 瞬间猛逼 不是 我傻屁呀 我举报你们 举报你们有钱赚吗 纪言的白眼 都要翻到后脑勺了 他没举报这些人 是为啥 不就是因为要留着这些人 割韭菜赚钱吗 如果举报他们也有钱拿的话 他早就把这群人给点了 群里 还在有人拼命地追问着纪言 兄弟 为啥你不怕被查 老哥这么多警察围着你 岂不是一抓一个准吗 兄弟 你不会是背后有人吧 这么自信 能不能给我退个货款啊 老哥 老爹 哥劝你一句 常在河边走 谁能不识险 你还是小心点 赶紧跑吧 除了那些询问纪言 为什么说他们有事的影君子之外 还有一些影君子很好奇 为什么纪言不害怕他周围的那些条子 从纪言的照片上 他们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很多警察在查着纪言呢 要是换作他们 有这么多条子看着他们 他们早就已经吓得不行了 更别说拍照 在群里聊天了 所以 他们对于纪言的身份 那叫一个好奇 此刻 纪言也很关注这些影君子的反应 当他看见那些影君子问纪言 是不是他背后有人的时候 纪言眼前一亮 卧槽 这根本简直就是把我想的全说出来了 纪言原本的计划 就是有告诉这些影君子 自己上面有人这一环 至于有到什么程度 是哪里的人脉 就别问了 反正有就行了 于是乎 纪言直接在群里面跟这些人解释 为什么我没事 那肯定是因为上面有人啊 要不然 我怎么还能跟你们在这里说话 还不跑 我又不傻 纪言闭着眼睛在群里面鬼扯 而也就是这一副态度 让群里的那些人 对纪言的话深信不疑 是啊 警察都为到家门口了还不跑 肯定是因为 人家背后肯定是有保护伞的 说不定 保护伞的级别还不低 因为这件事 群里的人都不自觉地对纪言 产生了一种静养之感 干他们这一行 能跟上面沾上关系 那绝对是无敌了 收获了群里一通惊叹之后 纪言继续给这些人下圈套 我没事 但是货都出事了 刚刚我收到消息 说你们的货都被条子给结了 所以 警察会不会顺着这些货 查到你们这些人 我就不知道了 纪言一通猛猛忽悠 可谓是把他们这些人当猴耍 打完消息之后 纪言心里还有些小紧张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扯出来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关系 多少还是有些小心虚的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谎言 却是让群里的那些瘾君子们 深信不疑 因为王毅的缘故 他们并不怀疑纪言所说的真假性 在这个社会 靠着关系办事 也不算有多奇怪 谁还没几个亲戚啊 而且 现在最让他们担心的 并不是纪言的身份 到底是啥 是如果条子们真的顺藤摸瓜 找到他们这些人了 应该怎么办 于是乎 群里有不少瘾君子 都在问纪言 有没有什么办法 众人心思各异 又怀疑纪言的话 到底准不准确的 还有人依旧揪心于自己的那些货 他们也没想到 找纪言买个货 能买出这么多事来 现在 他们有不少人都是憋了很久的了 怎么着都得吸上一口 纪言没有理会 群里各种各样的言论 现在 他只想再从这些人身上搞点钱 于是乎 纪言直接在群里面回复 至于送货什么 我有一个办法 纪言在群里面说自己有办法 瞬间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那些瘾君子们 纷纷催促纪言快点说 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纪言也没跟这些人卖关子 直接就把他之前想好的措辞说了出来 是这样的 我有其他的安全渠道可以送货 对于你们这些已经付了钱 还没发货的兄弟 我会用这个安全渠道给你送货 不用你们再给我一分钱 如果在运送过程中被拦截了 那就被拦了多少赔多少 安全送道绝对不会出事 纪言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 编着各种理由 糊弄着这些瘾君子 明明是不存在的包裹 不存在的货和渠道 硬生生地被纪言说出了一种煞有其事的感觉 群里的人还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 一时没有说话 纪言见状再次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我这个渠道呢 肯定是安全送道 绝对不出事的 那些已经付过钱的兄弟呢 我就用这个渠道给你发 当然 我也很欢迎你们 其他人来找我下订单 纪言说来说去 不管怎么样 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人在他这边下订单 然而 看见纪言的话 群里面的这些瘾君子瞬间慌了神 都到这个时候了 纪言还在准备给他们发货 没必要 属实没必要 纪言有靠山 可以当那些丁烧的警察不存在 可是他们不能当这些警察不存在啊 所以 当纪言说完这句话之后 群里的那些瘾君子都表现得十分抗拒 那啥 哥 你别给我记了 我不要了 老哥我也不要了 你别他妈害我啊 兄弟你听我说 那个货何款呢 都你自己留着吧 我啥也不要 你别冲动 老哥 你周围再怎么说都有这么多警察呢 咱还是尊重一点吧 那些警察一查你的快递 不就看到我的地址了吗 群里那些下过单的瘾君子 全都在劝着纪言 不要给他们寄货 无一例外 什么货啊 什么款啊 不要 通通不要 纪言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全的渠道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纪言一旦出门寄快递 那些警察就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 危险的一批 除了这些人之外 群里其他的人并没有说话 都在观察 纪言下一步会怎么说 群里这些人的反应 纪言觉得还不够 当然不够了 还没人来找他买货呢 于是乎 纪言决定加点料 嗨嗨 你们没发现 照片里面的便衣 大多数都是离开的吗 为什么他们不盯着我了 渠道绝对安全 绝对不会被查 纪言的脸上带着坏笑 不仅说了这几句话 还直接在群里面 把那些人都给艾特了出来 就是那些已经付完钱 还没有发货的尹君子 不艾特不要紧 这一艾特 那些尹君子直接破防了 一个个如同金弓之鸟一样 对纪言破口大骂 你妈 别这么艾特老子啊 老哥 我跟你无冤无仇 现在我也不要求 你退款了 你别把我往火坑推啊 兄弟 我如果因为 你的渠道进去了 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你已经被警察盯上了 你别给我寄东西了 谁这么知道 你的渠道是啥 别害我 我说了我不要了 你听不懂人话 此时此刻 他们这些人 根本就不想跟纪言搭上关系 纪言在群里面艾特他们 还非要把货寄给他们 在他们的眼里 跟骇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见好说不行 这些人直接把纪言给骂了一顿 不管纪言的渠道是什么 要把货给他们 总是要出门的吧 出门 是不是会被 被警察看着 纪言没事 渠道没事 他们的地址有事 要是那些货和他们的地址 一起落在警察的手里 倒霉的 不还是他们吗 还特么给货 还特么绝对安全 这不把他们当成纯傻逼了吗 纪言寄东西给他们 他们都可能会出事 人不安全啊 见到这些瘾君子们 对他破口大骂 纪言也没生气 艾特他们 也只是觉得好玩 还有就是 要在群里面 给自己的那个渠道刷刷脸 他始终记得 他的初心 是在从这些人的身上 坑一笔钱 纪言没有搭理这些人 而是继续在群里面 散布着 自己有渠道和货的消息 吸引着其他人来买他的东西 群里那些没有付款的人 很快就讨论了起来 等一下 这老哥不是说 警察已经走了吗 那不就是说 没有再被警察丁烧了 那他不是还可以继续发货吗 警察丁烧 应该不会随便离开吧 这是为啥 那兄弟话里有话 兄弟 你能不能说明白点 你的渠道 是不是跟上面有关系 那些没有在纪言这边 下过订单的尹君子 一个个心仰难耐 一直在揣摩着纪言的话 丁烧纪言的便衣离开 难道说是纪言的渠道 是上面的渠道 所以 警察才不抓他 他还敢保证自己的渠道 百分百安全 这些疑惑困扰在这些人的心中 不少人都在艾特纪言 让他解释一下 不过 对于这些人的艾特 纪言并没有理会 就是不明说 只有这样说话 这些尹君子们才会好奇 眼见纪言不正面回答 群里的那些人 对纪言的渠道性质 更加浓郁了 一个个都在群里面 讨论着这会是什么渠道 至于那些已经付款的人 见纪言没有再说 要给他们寄火 也火速隐身潜水 生怕纪言一个想不开 就把东西寄给他们了 因为群里这些人 都比较害怕惹恼纪言 一个个都不再说话 所以 现在群里面正在讨论说话的 都是那些没在纪言这边 买过的尹君子 当然了 对于群里目前的局面 纪言十分的满意 这不就是一茶新韭菜吗 之前纪言没有骗到他们的钱 心里很是惋惜 现在这茶韭菜 总算是要被他给忽悠瘸了 此刻不搁 更待何时 为了保持神秘 纪言没有再在群里面 说他有渠道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这些新韭菜 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好奇 于是 群里那些没在纪言这边 买过货的人 都在讨论着他的渠道 我看这兄弟做事挺稳的 我有点想在他那边买 好长时间都没捣到货了 我得饮要饭了 这老哥的时候 渠道应该是和上面有关系的 肯定的呀 要不然 这些便衣能走吗 想下手 要不去尝试一下 感觉这老哥 应该没骗我 一番讨论之后 群里不少人 都想在纪言那边买货 对于纪言口中说的那个渠道 他们更是好奇的不得了 每个人都在讨论着 纪言的这个渠道 是不是上面的人 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那些在纪言这边付过款的 引君子 则是打定了主意不买 纪言这明显的就是 要钱不要命啊 不要的 还是他们的命 万一他们被查到了 那铁定完蛋啊 只不过 他们这些人 没直接在群里面说这些话 毕竟现在 他们的地址订单什么的 都还握在纪言的手里 要是他们阻止纪言发财做生意了 纪言再把他们这些人给点了 那不就玩犊子了吗 所以 这些人都在竭力 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 根本不敢在群里提醒他们 别在纪言那边买 与此同时 纪言也猜到了这些人的心思 对于群里的这种局面 十分的满意 不错 算你们有点眼力见 哪有什么渠道啊 就是吓吓你们罢了 纪言看着电脑屏幕 嘲讽出声 眼中满事不屑 接下来 纪言就准备坐在家里面 等待着生意上门 他之前想的计划 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计划结束 而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好 今天他这么做 目的有两个 其一 是让那些已经付款 却经常嚷嚷着退款的人 知道自己有把柄 从而一劳永逸地 打消他们退钱的念头 要不然 这些人三天两头地闹一场 要退款 烦得不行 这其二呢 则是让那些还没有付过款 却极其想要货的人知道 他这里 还有安全渠道 可以把货送过去 上面有人 绝对不会被查 这样的话 那些人不就直接 送钱上门来了吗 唉 我可太聪明了 回味了一下 他在电光火石间 想到的计划 纪严十分的骄傲 环环相扣 效果还好 简直是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啊 看着群里 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 纪严也并不着急 他知道 马上就有人过来 找他买东西了 三分钟后 纪严的扣扣聊天窗口 被敲响 听到声音 纪严迅速退出电影 点开了消息面板 消息面板上显示 有人通过群聊加他 网名叫做顾梦 纪严记得他 这个人刚刚就在群里面 跟着其他人 商量着纪严的渠道 会不会和上面有关系 鱼上钩了 纪严眼前一亮 火速通过了这个好友申请 过来买货 加上好友 纪严主动出击 另一头 一个戴着眼镜 看起来畏畏缩缩的男子 收到了纪严的消息 男子名叫万语 这是他第二次 在网上买毒品 因为刚刚接触到毒品 万语还有些纠结 不过 挣扎了一会之后 万语还是回了一个恩过去 那什么 你这边怎么卖 万语小心翼翼地询问 纪严完全不知道 万语那边经历了怎样的纠结 正在盘算着 这批货应该怎么卖出去 终于 纪严想清楚了说辞 现在发货得找安全渠道了 这个安全渠道呢 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过的 代价有点高 能接受吗 纪严也在试探着 这送上门来的第一只羊的态度 万语心中纠结的不行 都想说不要了 但回想起他上一次 毒瘾发作时痛苦的感觉 万语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最终 万语还是咬了咬牙 回复纪严的信息 可以 只要能快点给我发就行 来找纪严之前 万语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要是纪严 他找上面的渠道 价格肯定会高一点 见到这个回复 纪严也乐了 迅速敲字 这次只卖十颗的量 少了多了都不卖 十颗一千九 绝对的良心价 纪严总觉得 这个业务留给他耗的空间 不是太多了 所以 还是得抓紧一些 这一批瘾君子 他准备耗个大的 看见这个伎俩 万语有些犹豫了 他也没想到 纪严让他一次性买这么多两 这么多吗 纪严摆出了一副 没法商量的样子 少了谁愿意给你折腾 言外之意 就是领导的时间很贵 在被纪严这么不冷不热地 说了一句之后 万语也有些着急了 时刻也不是不行 要是不卖给他了他才难受呢 真的安全吗 不会被抓 万语慌弯地问了一句 纪严笑了一下 知道这个人 已经差不多上钩了 百分百的安全 放心 到这个时候 这些人肯定会下单的 事实也正如纪严所料 万语只是简单地询问了几句 在纪严再三保证之后 万语终于下定了决心 没办法 这东西戒不掉 最近又查的盐 他搞不到货 已经难受好几次了 好 我买十颗的量 卡号给我 我给你转过去 简终于成交 纪严也乐开了花 忙不迭地 就把自己的卡号发过去了 一分钟后 一千九的货款到账 见到货款 纪严喜笑颜开 十分满意 得嘞 明天就给你发货 万语那颗提起来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把自己的地址发了过去 有一就有二 不多时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尹君子也找上了门 一整个下午 纪严都在跟一个接一个的尹君子聊天 业务量直线上升 而就在纪严忽悠这些尹君子的时候 川省上下收到了 钦差进驻川省的消息 并且在他们 收到消息的时候 钦差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今天晚上就能到 一时间 整个川省都震动了 所有官员都在讨论 钦差为何事来 怎么回事 有人往上面递举报信了吗 不知道 钦差怎么来了 作风问题 还是拐理问题 快点召开院里面所有人 我要开会 好的 已经通知到位了 整个川省上下的官员 都慌了手脚 钦差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钦差过来到底是要查什么 未知 才是最可怕的 对于钦差的目的不明确 一些重罪官员很是恐惧 直接收拾东西跑路 给我订飞国外的机票 去哪里都行 这样话 被不少官员同时说出 川省这么多年 他们身在官场 怎么可能不设浑水 根本就经不住钦差 所以 这些重罪官员 都选择了跑路 然而 正当秘书助理 给他们订票的时候 却是发现 这些人的身份证 直接无法买票 很显然 这是钦差做的动作 还有很多人不信邪 机票 高铁 火车 大巴 甚至轮渡的票 都尝试了一遍 根本没办法买 官员们身份证 买不了票的消息 瞬间就传遍了川省上上下下 此消息一出 震动更大 那些重罪官员 都是心如死灰 怎么办 走不掉 要不 直接自驾吧 自驾 不跑 等什么呢 咱们那些事被查出来 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对对 快走 快走 傍晚 有不少私家车 都在朝着省外的方向开去 都是川省的那些官员 因为走得匆忙 他们只来得及 带上老婆孩子 行李都没收拾 在这些自驾跑路的车里 都充斥着一股慌乱的气氛 然而 还没等这些人自驾出川省 就收到了消息 从现在开始 川省所有官员 必须坚守职位 善离职守者死罪 善离职守者死罪 此则消息一出 那些犯了事的川省官员 都绝望了 自己做过的那些事 要是被钦差查出来 也和死罪差不离 现在离开川省 也是个死罪 只能说是 前有狼后有虎 根本没办法抉择 经历过漫长的考虑 有不少已经到了川省边界的官员 又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多活一会试一会吧 当晚九点 钦差到达了川省机场 下飞机后 立刻乘坐大巴往川省省政府而去 正式进驻川省 随后 钦差直接就开始调查 川省上下所有官员 尤其是纪严所在的城市 另一边 滇南 正当滇南警察局众人要下班的时候 一封举报信被递了上来 直接是被递到了 滇南禁毒大队队长汪明手里 汪队 这边有一封匿名举报信 举报有人吸毒 一名男警将那封信递给汪明 举报信 汪明眼神一灵 立马接过信件 拆开要知道 滇南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毒品履禁不止 所以 滇南在禁毒方面 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严防死守 这封举报信被送到滇南警局的时候 大家都很重视 信上说 吸毒的人名叫王毅 即将收到一个从川省发出的包裹 这个包裹里面装的就是毒品 汪明皱着眉头 看着手中的信件 信上 把王毅的姓名和收获地址都写清楚了 这也是当时 马脸在圈子里面调查了好久的结果 快递毒品 众人表情一变 他们还没有见过这种形式运输的毒品 先去查查信上的这个地址和人吧 汪明把信递给一名技术科的警察 是 那人接过信 立刻就跑到了电脑旁边开始工作 汪明和其他人 也在耐心地等待结果出来 收到这种信件 他们肯定是要先查一查真伪的 要不然 警力也会被浪费 十分钟后 那名技术科的警察 冲着汪明摇了摇头 汪对 这个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 查不到 根本没有王毅这个人 文言 众人脸上都流露出了吴宇的表情 这些举报的人 能不能先搞清楚啊 这不是逗我们玩 吴宇 显然是这种情况 发生了不少几次 所以 大家都有些烦躁 见到调查结果 汪明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挥手让众人下班了 当晚 身在家中的王毅 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有人通知他 滇南警局 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 同时 王毅也知道了明天早上 他会收到一份包裹 举报的就是包裹里是毒品 你先查查谁是举报的吧 小心一点 电话那边的人 丢下这么一句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王毅整个人都隐没在黑暗中 只有脸上被电脑荧幕的光芒照亮 表情看上去隐忍又愤怒 马德 婴老子 草 王毅大骂一声 朝着桌子上狠狠捶了一圈 发泄完了之后 王毅的心情冷静了不少 也有空想一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到底是谁举报我 我最近好像也没得罪人吧 王毅紧皱着眉头 在自己的扣扣列表里面看了一圈 他被人举报 第一类怀疑的对象 就是毒圈里的那些人 前两天 他问好几个卖家要了货 难道会是这几个卖家里的人 然而王毅看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有可能举报自己的人 算了 明天早上再看谁给我寄的包裹吧 王毅思来想去 觉得只有这一个办法 同时 王毅的背上也出了一层冷汗 如果不是自己有人 明天被按在地上的就是他了 别让我逮到是哪个小杂种举报的 王毅阴狠地喃喃自语 在脑中构想了不少 让这个人付出代价的办法刺人 一大清早 王毅就被窗外喊快递的声音惊醒 听到快递员的声音 王毅猛地睁开双眼 从床上直接弹了起来 匆忙披上衣服 我特么倒要看看是谁 来了来了 王毅急匆匆地拉开大门 快递员将一个包裹递给王毅 签收一下 签收完包裹 王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回到屋里面 开始看起了包裹寄件地址那一栏 然而 当王毅看见那个寄件地址的时候 当场就愣住了 这个地址 熟悉感满满 他不是第一次看见 难道是他 不会吧 王毅皱紧眉头 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 那个包裹他也不拆 就这么摆在茶几上看着 寄件地址是穿上的 在他看见寄件地址的那一瞬间 只能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寄件 上次他收到的那两个包裹 其中有一个的地址 和这个寄件地址是一样的 而上次那两个包裹 都是寄件寄过来的 所以 这次的包裹 肯定也是寄件寄过来的 那 举报信会是寄件写的吗 王毅狠狠吸了一口烟 辛辣刺激的烟雾 瞬间充满肺部 应该不至于吧 他举报我干什么 王毅皱眉沉思了一番 还是觉得应该不是寄件举报的 首先 他跟寄件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 他们两个人 不仅不会伤害到彼此的利益 他还可以给寄件送钱 其次 有很多次 寄件在群里遇到麻烦 都是他出面帮寄件解决的 两个人私下聊天 也挺开心的呀 怎么都不可能是寄件举报的吧 一根烟 已经被王毅吸到了烟地的部分 被烫到手指之后 王毅才猛地回过神来 看着茶几上的包裹 王毅的心中涌上来一股焦躁 本来 昨天晚上他都已经想好 要怎么顺着包裹茶举报自己的人 然后怎么让他付出代价了 结果包裹上的寄件地址 是寄件的地址 这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不会是那老哥的 王毅斩钉截铁 片刻后 眼中又闪过迷茫 到底会是谁呢 另一边 穿上 寄件醒来之后 就和往常一样 照就开门做生意 门口 那些便衣警察 还在坚守着岗位盯烧寄件 眼神中充满了警告 寄件看着这些警察 心中毫无波澜 自己该干嘛就干嘛 反正他没贩毒没犯法 怕他们干什么呢 盯就盯吧 寄件整理了一下昨天的订单 装好冰糖之后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店门 这都是那些冒出来的新韭菜 刚下的订单 寄件兜里揣了几包冰糖 朝着快递站走 而见到他出门 盯烧的严昊等人 立刻就紧张了起来 一组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 说着 就有两名警察跟上了寄件的脚步 严昊他们也在紧张地盯着寄件的背影 寄件朝着快递站走的时候 已经察觉到了 身后有人跟着那些人 认定了自己是大毒贩 肯定会查自己的包裹 寄件没在意 到了快递站 就把兜里的几袋冰糖 交给了快递站大爷 大爷 寄几个快递 大爷笑眯眯地 把快递单递给寄件 小姐 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寄快递了 今天是寄件这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来快递站 跟之前相比 频率降低太多了 嗨 前几天晚上没有生意了 今天才有 寄件飞快地填着快递面单 两人说话的时候 那两名便衣 就站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 朝着他们张望 走了呀大爷 填好单子 寄件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快递站 余光里 那两名便衣 立刻朝着快递站走了过去 跟之前盯烧寄件的王胜一样 两人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 用查有没有禁运物品的理由 查了一下寄件的包裹 报告 包裹里面都是冰糖 查完包裹 两人立刻就将情况报告 给了看守煎饼摊的颜浩 好 你们先回来吧 颜浩轻声回应了一下 眼神盯着朝着他走过来的寄件 老板 来个煎饼 加蛋加肠 寄件表现得 像是已经全然忘记他 先前叫颜浩为警察叔叔的事情 倒是颜浩 在寄件靠近的时候 浑身都绷紧了 但没办法 只能照着寄件的要求给他摊煎饼 寄件这次过来 没有什么试探的意思 只是单纯地觉得 颜浩摊的煎饼还挺好吃 老板 你这手艺长进不少啊 纪颜站在旁边盯着颜浩的动作 纯纯是没话找话 颜浩冲着纪颜露出了一个僵硬的笑容 眼神中警告意味十分明显 纪颜满脸的无辜 拾去地闭上了嘴 周围 其他的便衣警察也在盯着纪颜的一言一行 生怕纪颜会突然发难 不过 直到颜浩把煎饼递给纪颜 纪颜他都没有多余的动作 盯着众人的视线 乐呵呵地咬着煎饼回唐店了 颜哥 没事吧 有人担忧地通过对讲机询问颜浩 没事 他这次没说什么 颜浩简单地回复了一下 瑞丽的眼神紧锁纪颜的背影 虽然这次纪颜什么也没干 但是他刚才的行为还是相当于挑衅他们 不过 纪颜他也神气不了多久了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专案组上下已经跟着钦差进驻了川省 专门来调查纪颜 纪颜在唐店逍遥自在 可整个川省关界却是震动了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 不到一天的时间 川省关界就落马了好几个官员 有县级有市级 甚至还有一个省级的 川省关界上上下下 都弥漫着一股坠坠之气 最先落马的这几个 几乎全是昨天晚上想跑没跑掉的 私下里 这些官员也在胡通消息 听说了吗 老陈被带走了 听说了 老陈昨天还想带着他老婆女儿走来着 半路被吓回来了 马上就是退休的年纪了 干了一辈子 怎么弄出来这样的事 这次钦差过来 到底是要干嘛的呀 我啥都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上面不肯跟我说 只让我小心一点 哎 要是知道到底要干嘛 好歹也能有个准备 这些讨论各不停的官员 多数都是一些 自身有问题的官员 简单来说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钦差吓到川省 最害怕的 就是他们这些人了 倒也不是他们胆子小 实在是因为 这次钦差是动真格了 所过之处 催哭拉朽 就光说那些落马的官员 他们落马的理由 也是各种各样 有的是因为自身是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有的是因为滥用职权 这也让其他的官员 更加心骄 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 钦差来川省的目的 一般钦差进驻 都是奔着某件事 或者某些人来的 而这次 大家却是完全不知道 完全看不清 好似上面 要清洗整个川省一般 除了那些本身 有污点的官员 在讨论之外 一些并没有问题的官员 也在好奇地讨论这个问题 钦差突然进驻 这次的事情 好像很严重 一天不到 落马这么多人 看来这次上面 是要把整个川省 都给清洗一下了 副书记的位置空出来了 怎么 你想顶上去吗 大家都认识 这么长时间了 我明说吧 谁不想顶上去呢 这次川省大洗牌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少数人意识到 这件事情很严重 在此之后 整个川省官界 都会进行一次大洗牌 那些身居高位 却不爱吸羽毛的官员落马 那个位置 也就空出来了 对于他们这些 自身没问题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次机会 一次往上爬的机会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再想往上爬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当晚 唐店 纪炎收拾完之后 就关了店门窝 在房间里面看去 最近温度越来越高 纪炎热得受不了 直接把空调给开开了 吹着空调 喝着可乐 看着剧 爽得不行 正当纪炎 惬意无比的时候 他的扣扣上 突然弹出来了一条消息 老哥 你什么时候发火 电脑右下角 跳动着王毅的扣扣头像 纪炎按了暂停 皱着眉头 盯着王毅的消息 不对啊 纪炎心中充满了疑惑 虽然他寄给王毅的包裹 是冰糖不是冰毒 但是按照时间算的话 包裹应该早就到了 川省离滇南又不远 王毅要是收到冰糖 怎么会这么问自己 应该问另一包货 什么时候到才对啊 王毅这样问的话 让纪炎莫名的的感觉 有些不对劲 纪炎思索了一会 反问王毅 你没收到 此刻身在滇南的王毅 也是满心的紧张 他发这个消息 就是过来试探试探纪炎的 拉扯 两个人都在拉扯 王毅看了一会 纪炎发来的消息 最终还是准备揣着明白装糊涂 没有啊 我没收到货 你啥烧鸡的 见王毅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收到货 纪炎也没办法了 行吧 我查查 发完消息 纪炎就在手机上查了一下 记得王毅的包裹单号 界面上 清楚明白的显示 包裹已经到了 只是还没有签收 见状 纪炎瞬间就浮起了几分警惕之心 不对劲 包裹既然已经在这个系统上显示到货了 那就表示 他最晚也是在笑到了的 之前 王毅来找他买毒品的时候 表现的那叫一个急切 这样的一个人 能在毒品到了之后 忍住不去拿吗 根本不可能吗 放在平时 他肯定是包裹一到站 他就去拿的呀 这么晚了 还没有签收 为什么 这人肯定有点问题 纪炎喃喃自语 眼神从手机上 转移到跟王毅的聊天界面上 在没想到策略之前 他不能急着回复王毅 像他们这种 在毒圈混了好几年的尹君子 心思都是很缜密的 如果漏窃 他肯定会被王毅识破的 他还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做生意呢 最起码得稳住王毅才行 于是乎 纪炎深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开始整理思绪 这人平时都这么急 这次却能忍住 不去签收包裹 为什么 难道说 他已经收到了一个毒品包裹吗 要不想个办法试探试探 想到这个可能 纪炎眉头一挑 这是最符合情况的一个解释了 王毅能忍住不去拿 最有可能的就是他 已经拿到了一个毒品包裹 这样一来 王毅不去快地站 拿他寄过去的包裹 也就说得通了 在纪炎思考其中的弯弯绕绕时 身在滇难的王毅 也是焦急地等待着纪炎的回复 桌子上 那个烟灰缸已经塞满了烟头 那个装满了毒品的包裹 也已经被王毅拆开 放在了旁边 里面是货真价实的冰毒 他在询问纪炎之前 已经试探过了其他的几个卖家 他们没给自己发火 纪炎是最后一个 马德 快点回我了 王毅揪着头发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心乱如麻 如果真的是纪炎举报的他 那他必然得让纪炎吃不了兜着走 但纪炎为什么要举报他呢 他们俩平时不是处得挺好的吗 难道说 真就是警方的卧底 不 不会 如果纪炎是卧底 没必要跟他周旋这么长时间 早在之前就把他给点了 不会拖到现在 到底是不是纪炎 如果不是纪炎 那又会是谁呢 王毅的脑子飞快转动 但始终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另一边 纪炎猜测了一阵之后 已经基本敲定 王毅肯定已经收到了一个毒品包裹 明明已经收到了 却装作没有收到 这其中 肯定有猫腻 这小子跟我玩心眼子啊 不行 我不能被他给带着走了 纪炎皱着眉头 思考着对策 反正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跟着王毅的思维走 突然 一个计划在纪炎的脑中浮现 想好怎么做的纪炎 立刻开始敲键盘 准备试探一下王毅那边的态度 如果你不满意货的话 我可以直接把货款退给你 至于货呢 看在你之前帮我宣传的份上 我就不要了 全送给你 不过 以后你要买货的话 就别找我了 咱们一别两宽 产生了试探的想法后 纪炎回消息的语气 都变得生硬了不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王毅明明已经收到了货 却在这边跟自己装没有收到 那必然是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至于是什么问题呢 纪炎他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 王毅那边出的问题 肯定是对他不利的 他要是傻乎乎地回发了 或者没发 都不合适 发完这几句消息之后 纪炎就往后一仰 等待着王毅的回复 心情也是十分的紧张 这边 癫难 王毅看着纪炎发来的几句话 直接傻眼了 卧槽 什么鬼啊 怎么就一别两宽了 纪炎的回复态度之 一阵猛逼之后 王毅心中也有些不爽 呼吸都粗重了不少 马德 老子不就是试探试探你吗 你他妈至于吗 还一别两宽 至于吗 王毅气得又点了一根烟 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 十分的憋屈 从纪炎的回复上看 他应该是猜到 自己在试探他了 他也理解 纪炎被试探一下 肯定心里不畅快 可是他也心里窝火呀 老子昨天晚上被人匿名举报了 今天就收到了包裹 试探试探你还不行吗 特么的混这个圈子的 谁不小心 王毅很吸了一口烟 气得直接对着电脑屏幕 骂了几句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一个比个小心 发生这种事情 肯定是要问清楚的 换谁 谁都会这样试探 王毅冷静了一会 心中的那股不爽 还是没下去 马德 今天老子必然得问清楚 说完 王毅继续在对话框里打字 这一次 王毅是准备打开天窗 说亮话了 我问你 两个包裹 都是你寄给我的吗 没错 今天 王毅一共收到了两个包裹 第一个包裹 就是王毅早上起来之后 被快递员送到家的 那袋毒品包裹 真货 第二个包裹呢 就是今天下午 已经到了快递站的那个包裹 纪言寄给王毅的那袋冰糖 不过 因为匿名举报的事情 王毅没着急去签收这个包裹 就是想以此来试探一下 早上的包裹 是不是纪言寄给他的 再分辨一下 是不是纪言举报的他 同时 也是想看看 纪言到底有没有什么安全渠道 谁知道 纪言上来就是一句一别两宽 直接把他的计划都给打乱了 唉 王毅叹了口气 十分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对话框 他还没从纪言那边套到话 自己就先交代清楚了 一上来就是处在了被动的位置 但没办法 他还是得看一看 举报他的人到底是不是纪言 卧槽 纪言看着王毅发来的这几条消息 也直接惊了 马德 这要巧吗 这特么多两次了吧 纪言的猛逼程度不比王毅的少 上次 王毅在他这边买货的时候 就收到了两个包裹 也正是因为他收到了两个包裹 纪言才会靠着每次发货 发一针一甲两个包裹 糊弄那些瘾君子 还糊弄了这么长时间 但这种事情发生一次 纪言就觉得 已经是很难得的巧合了 现在 他第二次给王毅寄包裹 王毅又收到了两个包裹 还有一个是真货 天底下 能有这要巧合的事情吗 尼玛 这概率比中彩票的概率都小吧 纪言还在感叹 但总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劲 一次是巧合 两次嘛 两次就特么的有问题了 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纪言就不得而知了 纪言盯着电脑屏幕看了一会 最终决定忽略这个问题 再怎么说 他其实就是一个卖冰糖的小生意人 读圈里面的这些事吧 他不想去掺和 搞不好 还会惹得一身骚 反正 他没贩毒 就算他 天天跟这些瘾君子打交道 那他也没有贩毒 纪的那些包裹 都是冰糖 王毅到底有没有收到冰毒包裹 都跟他没关系 丝毫不慌 现在纪言最应该面对的问题 就是应该怎么过王毅这一关 盯着王毅的消息看了一会 纪言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你收到货就行了 至于以后 咱们还是少来往吧 这样 咱们也能避免不必要的猜忌 挺累的 这次 纪言并不是在跟王毅虚语为疑 晚以退为进的那一套 他说的是真心话 不管王毅那边 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他都不想再管了 他本来卖的就不是毒品 在这个圈子混呢 还得卡法律的bug 稍有失足 就会把自己给送进去 对他来说 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做那种一次性生意 每个人就骗一次 骗完就走 王毅当时来找他的时候 他本身就有点 不想再答应王毅了 当时是架不住王毅 一直在摸他 现在 他跟王毅的交集 也有些太多了 很明显 现在王毅已经对他起猜忌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还是当断则断的好 打完这些字 纪言直接发给了王毅随后 纪言就耐心地 等待着王毅的回信 同时 纪言的心中 也是对今晚发生的事情 十分的好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让王毅 瞒着他收到包裹的事情 包裹的货有问题 还是说 这个包裹给王毅 带来了什么麻烦吗 纪言思考了一会 还是放弃了深究 反正他都要跟王毅 断开联系了 这些事情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如不去想 癫难 王毅烦躁的狂吸烟 一直在等待着纪言的回应 他能从纪言之前的回应里面 感觉到他的态度很坚决 人家真的想跟自己一别两宽 看起来 是对他试探的做法很不满 可他也没办法呀 差点就要进局子 谁能不慌 正当王毅在家里长须短叹的时候 他的扣扣响起了提示音 王毅连忙点开和纪言的对话框 纪言说 不如就直接少来往的话 映入王毅的眼帘 王毅在这里等了半天 就等到了纪言要划清界限的态度 瞬间 王毅就慌了 尼玛 怎么一言不贺 就是要少来往啊 什么叫不必要的猜忌 哥们你要是知道 我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知道 这个猜忌是很必要的了 王毅着急的 一直在抓自己的头发 很明显 纪言是要动真格的了 但他肯定不能 和纪言划清界限 现在货事越来越难弄了 像纪言这样 价格便宜 质量好 又有安全渠道的货 更难弄 王毅的目光充斥着浓浓的布舍 一直在看着桌上的那些毒品 今天在他拆开包裹之后 也尝了一下这次货的质量 质量一如既往的好 关键是纪言还给他的打折 失去这样的一个卖家资源 王毅是真的舍不得 草 到底是哪个龟酸 举报老子的呀 王毅的眼中 充斥着红血丝 烦躁的不行 完全想不出来 自己还得罪了什么仇家 而现在比找出举报他的人更重要的 是要维护住和纪言的关系 站在王毅的视角看 纪言会这么生气 肯定是因为 不知道他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如果他知道的话 说不定就没有这么生气 要不要把这个事告诉纪言 王毅陷入到了深深的犹豫 最终 王毅还是觉得自己 跟纪言断交的可能性更大 不是 哥们 你听我解释 其实吧 唉 王毅还在愁愁 要不要跟纪言说 吞吞吐吐的 纪言紧皱着眉头 看着王毅的消息 直接扣了一个问号过去 这人到底要说啥 怎么还娘们唧唧的 收到纪言的问号 王毅心中更加的慌乱 在他看来 纪言这就跟催促一样 最终 王毅还是掩一臂心一横 把真实原因告诉了纪言 我收到消息 我被人给匿名举报了 看着王毅发来的消息 纪言直接呆住了 王毅被人匿名举报了 这尼玛什么情况 纪言还在愣神 王毅的消息 又飞速地发了过来 我昨天晚上收到消息 说是有人给滇南警察局 匿名举报了我吸毒 而且那个人还说 我今天早上会到一个包裹 包裹的人就是要搞我的人 王毅把事情的大概情况 都告诉了纪言 当然了 他省去了自己 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这个过程 得知所有情况的纪言 也直接惊呆了 同时 纪言也是瞬间明白 这是有人要搞王毅啊 而且要搞王毅的人 必然是今天早上 第一个包裹的真实纪件人 所以你过来问我 纪言敲字询问王毅 王毅发来两个刘汉的表情 我就在你这边订了货 包裹的纪件地址 也是和你一样的 我肯定是先问问你 是不是你举报我的呀 王毅有些无奈 但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他也只能把情况 都告诉纪言了 看到这里 纪言也愣了一下 你说这人的纪件地址 还跟我的一样 王毅秒回 对啊 跟你上次给我激活的 是一个地址啊 那我肯定以为 是你寄给我的 纪言皱着眉头 分析着王毅那边遇到的事情 心中大概也有了一些猜测 这人的纪件地址 跟他的一样 说明这个人 跟他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 这人不仅仅是要搞王毅 也是要搞他的 两个人一起搞 他胃口也太大了吧 真不怕把自己给弄到坑里去 纪言喃喃自语 满脸冷凝之色 自己被警察盯上 会不会和这人有关 但他好像也没得罪人吧 会是谁呢 纪言只觉得 眼下的这些事情 笼罩着几层迷雾 他也只抓住了 其中的一点官窍 具体是怎么回事 纪言觉得自己 还没有看清楚 王毅还在敲键盘骂那个人 马得 要是让老子抓住他了 老子直接卸他一只手 我看这小子还怎么狂 纪言静静地看着王毅发牢骚的样子 心中还在猜测着 举报王毅的可疑人物 这个人肯定是跟自己 还有王毅都有仇 而且 这人还能弄到一些毒品 难道是圈子里的人吗 可是 他感觉自己 也没在那个群里惹谁吧 他在群里面 无非也就是卖卖货什么的 跟那些人不是很熟悉 难道是之前没收到货的 尹君子蓄意报复 不会啊 那些尹君子 要是有毒品 肯定就自己吸了 根本不会舍得把毒品给寄走 想了一圈 纪言都没有想到会是什么人 于是乎 纪言直接打断了王毅的痛马 你有没有什么怀疑对象 正在满心愤懑的王毅 见到纪言这句话 还有些尴尬 呃 我一开始最先怀疑的人 就是你 不过 既然你也觉得 你被人算计了的话 我怀疑是群里的那几个毒贩店的炮 王毅不吸毒的时候 还是蛮聪明的纪言 也有些惊讶 理由 王毅迅速回复 这个原因很明显啊 你在群里面卖货 不就是 抢了他们的生意吗 你能把货卖起来呢 也是我一开始在群里面帮你宣传 这一来二去 你被那些人盯上 也很正常 王毅跟那些毒贩打交道的时间更长 比纪言更了解 那些人是个什么尿性 资珠必较 纪言抢了他们的生意 不被他们恨死才怪 只是 他没想到 这些人居然顺带着 把他也给记恨上了 纪言听着王毅的分析 虽然不懂 但大为震撼 就因为抢个生意 至于做这么绝 你嘛 这是黑是黑啊 纪言打开群聊 在成员列表里面看了一回 目光停留在一个 用纹了一匹马的大臂 当头像的人身上 他之前看群里人聊天的时候 说这个人叫马脸 而且 这个人也和他是一个地区的 这样想着 纪言就把马脸的扣扣号 截图给王毅发了过去 会不会是这个人 我记得他跟我一个地方 是个毒贩 收到纪言的消息 王毅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马脸的扣扣号 对 这个人叫马脸 是川省人 你觉得会是他 纪言反问王毅 你觉得呢 话已至此 已经表达得很明了了 他们两个都觉得 是马脸干的事 但并不确定 得让他露出马脚 我们才好判断啊 王毅皱着眉头 发了这样的一句话 纪言也在思考 应该怎么让这个人露出马脚 思绪片刻 纪言突然想到了 之前他忽悠群里 那些尹君子所说的安全渠道 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 很快 纪言心生一计 飞快地敲着键盘 要不你直接去群里帮我宣传 说我的渠道很安全 早上收到的货 一整天下来 也没发生什么事 这样一来 那个人见我们不但没事 还在群里炫耀 肯定会生气 我们要做的 就是激怒他 让他再度出手 只要他出手了 那那人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纪言完善了一下自己的方案 跟王毅细细地说了一遍 与此同时 身在滇难的王毅 看着纪言发来的一连串文字 眉头皱得死警 这方案听起来 好像没什么不对 但他怎么就 感觉自己像是个工具人呢 又看了两边纪言说的方案 王毅无情地拆穿了他的小心思 哥们 你这么做 是想让我帮忙宣传吧 收到王毅的消息 纪言顿时尴尬无比 我去 这么明显 还怪让人不好意思来 见被拆穿 纪言也没有藏着掖着 回复着王毅的消息 嗨 一举两得吗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何乐而不为呢 王毅犹豫了好一会 终究还是答应了纪言的建议 毕竟他跟纪言 也聊了那么长时间了 再加上 刚刚他还误会了纪言 就当是给纪言赔礼道歉了 行 具体怎么搞 见王毅答应 纪言直接乐开了话 立刻就开始跟他商讨 具体的实施方案 等两人商量好 已经是凌晨了 因为时间太晚 所以他们决定 明天再实施这一计划 四日 早上 钦差驻扎地 桌子上是堆积如山的文件 从上面下来的钦差们 都在翻阅着 川省近几年来的各类卷宗 了解着近几年川省具体的变迁 钦差的组长 名叫吴一山 是坐在办公桌前 扶案看卷宗的男人 吴一山身边 是专案组的组长赵龙 之前就说过了 这次专案组全体成员 跟着钦差入住了川省 协助钦差调查纪言身后的保护伞 小赵啊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吴一山抬起头 疲惫地取下眼镜 揉了揉鼻梁 显然已经是疲累至极 暂时还没有 赵龙摇了摇头 满脸的无奈 昨晚 他们熬到了凌晨 简单地休息了几个小时 又开始回来办案子 从进驻川省以来 钦差和专案组相互配合 调查川省上下官员 尤其是纪言所在的城市 更是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 只不过 虽然他们查到了一些犯罪官员 但这些人都不是纪言的保护伞 不管怎么审问 他们都坚称自己 根本就不认识纪言 延昊他们那边 有什么新发现吗 吴一山又问 赵龙苦笑了一下 接着摇头 没有 这两天纪言的举动 没有任何异常 跟以前的表现一模一样 得知这一情况 吴一山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看来 我们还没有挖到这个纪言的保护伞啊 纪言的表现更往常依旧 这不正是说明 他的保护伞还在吗 赵龙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之前我们审问那些落马官员 他们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 我有问他们 认不认识纪言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都是出奇的一致 不认识 其他人听着两人的讨论 根本都不敢说话 吴一山合上一本文件 又抽出来一本新的翻开 哇 还是得伸哇 但是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上哪去挖他的保护伞呢 赵龙没有揭查 只是低着头看卷宗 实在是因为 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纪言的保护伞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 难度很大 屋内众人都心情沉重 到了早饭的点 还有人过来叫他们去吃早饭 而吴一山和赵龙等人都拒绝了 找不到线索 他们实在是没有心情示范 与此同时 纪言也打开了堂殿的门 准备做生意 一整个上午一切着就 纪言猫在屋里看剧 丁烧的便衣们也在外面看着 直到中午十二点 纪言吃完午饭之后 直接上线扣扣打开了群聊 按照他跟王毅两人 昨天晚上商量的方案 现在王毅应该行动了 在纪言上线几分钟后 王毅在群聊里面露面 直接发了一张收到的毒品照片 甩出照片之后 王毅艾特了一下纪言 收到货了 哈老哥 稳得一批 王毅露面 还说自己已经收到货 当时就吸引了群里 一众尹君子的注意 不少人都在扣着问号 而王毅并没有搭理这些人 继续逮着纪言一通乱垮 昨天早上收到货的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 结果屁是没有 看来老哥这边 真的是安全渠道 牛波一 看见王毅发消息的尹君子 越来越多 群里很快就热闹了起来 卧槽 王哥 什么情况 王哥 你时候在他那边买的 那哥们不是刚说 自己有安全渠道没多久吗 这么快就到货了吗 王哥 质量咋样 等了多久 那些尹君子们 光是盯着王毅的照片 看就几乎要疯了 这对于他们这些 好久没有搞到货的人来说 诱惑太大了 众人都蜂拥而上 抓着王毅各种询问 王毅也不藏私 直接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 那老哥前几天就跟我说 还有安全渠道 然后我就直接定了一些 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到 卧槽 货真价实 而且真的很安全 根本没人查 老哥太牛逼了 被人盯烧都能发出货 渠道安全 老哥牛批 王毅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之言 疯狂地夸着纪炎牛逼 有图有真相 还有王毅这么一个资深群员做宣传 很快 那些原本不相信 纪炎有安全渠道的人 立刻就相信了 想找纪炎买货的那颗心 蠢蠢欲动 马德 我也想找那老哥买了 王哥 真的没人抓你吗 不说了 我去找那兄弟订货了 我最近真要憋死了 那老哥也太牛逼了吧 有条子钉梢都能搞货 这后台杠杠的 群里 一半的尹君子在讨论着 要不要找纪炎买货 另外一半 则是在疯狂地夸着纪炎牛逼 至于纪炎 则是一句话都没说 始终默默观察着群里面的动向 不管怎样 群里的这些人都是十分的惊讶 在此之前 他们还不相信 纪炎真的能捣到货 但现在 他们已经百分百的确信了 不仅是他们 王毅的一番发言 同样把周全等人给镇住了 毒贩小群里 众人都在讨论着 纪炎到底是怎么弄到货的 我丢 那小子还瞒掉的 不是说 他已经被条子盯上了吗 被条子盯烧都能搞到货 还能运出来 这小子 上面真的有人吧 我觉得 这小子上面不仅有人 而且后台还很硬 周哥 我感觉以前 咱都小看这小子了 以后咱们 还是别惹他了吧 因为这件事 这些毒贩都对纪炎 产生了不小的忌惮 被那么多警察盯着 还特么敢发货 看来背景帮硬啊 惹不起 根本惹不起 尤其是周全 一改往日痛恨纪炎之态 直接在群里说 以后不要随便 跟纪炎作对了 现在 他都后悔之前 偷模搞纪炎的事了 他都举报多久了 警察还没把纪炎抓住 这不就说明 他有保护伞吗 很明显 不是他们这些毒贩 可以逗得过的 正当群里这些毒贩 都在讨论 纪炎为何这要牛逼的时候 有一个人却是脸色铁青 这个人就是马脸 此时此刻 穿上 马脸坐在家里 看着两个群里的消息 一言不发 脸色十分难看 在王毅刚刚把那个包裹的照片 发出来的时候 他就猛逼了 因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包裹 是他寄给王毅的 结果这些人 居然把这些货 算在了纪炎的头上 而且 他还不能拆穿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两个群里面的人 都在吹捧纪炎牛逼 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马德 曹 马脸狠捶了一下桌子 满心的怒火 根本没有地方发现 举报信没用吗 为什么那些警察不去抓人 尼玛 马脸盛怒之下 看谁都不爽 同时 也想到了自己交上去的 那个举报信 现在看起来 王毅那小子 应该是有橘子里的后台的 所以没举报信才没用 虽然马脸悟出了其中的官窍 但还是没办法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群里的其他人 根本不知道 马脸现在已经要被气疯了 此刻 他们的全部精力 都放在了纪炎的身上 众人已经认定了 王毅的那些 或是从纪炎这边买的 经过王毅这么一宣传 不少瘾君子 都跑到了纪炎那边要货 整个房间 响彻纪炎扣扣的提示声 又是一拨新人过来 加他买货 纪炎看着这些新韭菜 笑得直接合不拢嘴了 果然 我就是做生意的天才 简单地自恋了一句 纪炎火速通过了 这些人的好友申请 老哥 你这边冰糖怎么卖 兄弟 我听说你一次只卖食客吗 给我来食客 那个安全渠道真的安全吗 我有点小害怕 老哥 买食客有没有优惠 这次加上纪炎扣扣来买货的人 比之前豪爽了 不知道多少倍 说到底 还是因为他们 实在是憋了太久的缘故 纪炎看着这些送上门的韭菜 笑容就没从脸上下去过 只卖食客 一千九 不打折 先付款 走安全渠道 到货速度不保证 纪炎挨个回复着这些瘾君子平心而论 纪炎这个卖东西的条件 多得都有些严苛了 但神奇的是 这些瘾君子丝毫不介意 一个个欣然同意纪炎的条件 纷纷叫嚷着让纪炎爆卡号 就这样 纪炎涨了不少订单 余额蹭蹭地往上涨 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 纪炎的心情 那叫一个舒爽 可惜 这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 要是能一直做 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买房买车 实现人生目标了 没错 虽然这段时间 纪炎靠着这行赚了很多钱 但纪炎的头脑 还是保持了清醒的 他知道 自己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暴露 新老韭菜都被他给割了 自己又没有真的毒品 给他们发过去 可不就是要暴露吗 得想个办法的 割他们一波大的 纪炎喃喃自语 漠然陷入了沉思 一晃 几天的时间过去 纪炎一如往常 在网上接下订单之后 出门寄包裹 那些便衣 也是不放过纪炎的 任何一个包裹 全都给纪炎扒开检查了一遍 然而 几天时间过去 马脸却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 等得两人都有些着急了 老哥 别是我们猜错了吧 难不成不是马脸 王毅最先沉不住气 跑掉纪炎这边商量对策 因为马脸一直都没有动作 王毅都急得不行 王毅着急 纪炎他也着急 这人都已经阴过自己一把了 谁知道他 还会有什么后招等着他 但急也不行 再等等吧 反正最近小心一点 纪炎简单地回复了一下王毅 王毅没有办法 也只能唉声叹气地答应 两人继续折服 等待马脸出手 这几天中 川审官界人人自危 惶恐的不行 几乎是所有手里面 有点权力的官员 都被钦差给请去喝茶了 一番调查下来 有不少人落马 当然了 也有很多自身清白 却苦无出头之日的官员 抓住了这次机会 更上一层楼 钦差和专案组相互合作 雷厉风行 这几天中 他们已经把整个川省 给大清洗了一遍 关于纪炎的事情 他们也算是查清楚了 而正是这个调查结果 让他们无比的尴尬 虽然他们查处了 不少有问题的官员 提拔了一批 亲政连接的官员 重新整肃了川省的官场风气 但是吧 他们也查清了 这个纪炎 根本就没有什么保护伞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这特么就很尴尬 无疑山几人还好 赵龙他们 都已经快尴尬到钻地缝了 这 这 我们也没想到 这个纪炎就是一个普通人 赵龙说话磕磕绊绊的 有黑的脸庞红的 十分彻底 当初 是他们猜测 纪炎背后有保护伞 然后火速上报 请来钦差的 结果闹了这么一场之后 他们才发现 根本就没有这个保护伞 合着都是他们自己脑补的 孙小妍也很尴尬 当时这个猜测 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现在 他们最庆幸的 就是在专案组和钦差 一开始进驻川省的时候 没有大张旗鼓地说 他们为何而来 要是其他人知道 他们的真实目的 那真的就一笑大方了 相比于赵龙等人的尴尬 无疑山他们 显得稳重多了 脸上表情没什么变化 没事 没有保护伞 是最好的结果 而且我们这次过来 也把川省的官场风气 给重新整肃了一下 也算不虚此行 这个人这么张狂 你们怀疑他背后有保护伞 也是很正常的 无疑山安慰着 愧疚到不行的赵龙他们 其他人的钦差 也没有抱怨什么 只要有收获 就是最好的结果 见无疑山没有怪他们 赵龙几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里好受了不少 随后 无疑山合上了手中的资料 转头看向众人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部署一下 抓捕作战计划吧 是时候抓捕了 压迫感 这个收网 收的自然是纪言这条大鱼